李博言 他果然死了 李博言死后 他的阴魂被一对骑马的侍从领着 进入一座宫殿 有人向他献上王福 造立书立们都肃穆地站在两边 李博言见桌子上积攒了厚厚一叠卷宗 便立即开始审案 第一件案子被告是江南某人 经查这人一生共奸淫良家妇女82人 把他提来一审问 证据确凿 按阴间法律 应受袍洛刑罚 只见大堂下竖着一根铜柱子 有八九尺高 一抱粗 柱子中间是空的 里面烧着炭 里外烧得通红 一群鬼族们用铁极力抽打着那人 逼他往铜柱上爬 那人手抱脚盘 顺着柱子往上爬 刚爬到顶 铜柱内烟气沸腾 轰的一声像放了个爆竹 那人从顶上一下子摔下来 全驱着趴在地下 过了一会儿 他才苏醒过来 鬼族又打他 逼他再爬 爬到顶又摔下来 如此三次 那人渐渐被烧成了一团黑烟 慢慢散去 再也拒不成人形了 另一件案子 被告竟是李伯言同线的亲家王某 奴婢的父亲告他 抢夺亲生女儿 原来有一个人要卖奴婢 王某知道那奴婢来路不明 但贪图价格便宜 还是买下了 不久王某抱病而死 隔了一天 王某的朋友周生 忽然在路上遇到他 知道是鬼 吓得忙跑回自己的书斋 王某竟也跟着进去了 周生害怕地捣住着 问他要干什么 王某说 想麻烦你到阴间里给我作证 周生惊恐地问 什么事 王某说 我家那个奴婢 明明是我出钱从别人手里买的 现在被奴婢的父亲诬告 是抢夺的 这件事你亲眼见过 所以请你去给我说句话 没有别的事 周生坚决不去 王某走了出去 说 这事恐怕由不得你 不久 周生果然死了 一同去阎王殿收审 李博言一见 被告是亲家王某 心里产生了袒护的念头 这个念头刚一出现 忽见大便上冒出火苗 火焰汹汹地绕着乌凉 李博言大惊 急忙站了起来 一个疏离连忙告诉他说 阴间和人事不同 容不下一点思念 您赶快打消别的念头 火就自己熄灭了 李博言忙聚精会神 收回思念 火光一下子没有了 便接着审案 王某与奴婢的父亲 争执不休 李博言便审问周生 周生如实说了 李博言盼王某明知故犯 应受痴刑 打完派人送他们返洋 周生与王某都在三天后 醒了过来 李博言审完案子 坐着车返回来 半路上见一群缺头断足的鬼 足有好几百 迎面跪在地上哭泣 李博言停下车子询问缘故 原来都是些死在异乡的鬼 想回故土 又怕沿途关爱阻挡 所以祈求阎王给个路条 李博言说 我只代理三天职务 现在已经卸任了 怎么帮你们呢 众鬼说 南村的胡生将要建道场 您替我们去嘱咐他 这事就能办到 李博言答应了 到家后 随人们都回去了 李博言就醒了过来 胡生自水心 跟李博言关系很好 他听说李博言又活了过来 便来探望 李博言突然问他 你什么时候建道场 胡生惊认 胡生惊讶地说 战乱之后 我妻子儿女侥幸得以保全 过去我跟妻子谈起过这个心愿 但没有跟任何人说 你怎么知道了 李博言详细告诉了他 众鬼的请求 胡生叹息说 哎 没想到卧室里一句话 竟然传到阴厮里去 真是可怕呀 便恭敬地答应下来 走了 第二天 李博言去王某家 王某还疲惫地躺着 见李博言来了 肃然起敬 再三感谢他 庇护了自己 李博言说 因私利不能寻情 你的伤好些了吗 王某说 没什么了 只是挨打的地方化了脓 又过了二十多天 王某才好了 屁股上的烂肉都掉了下来 只留下一片 像是棍伤的疤痕 黄酒郎 何诗参 自自消 他的书斋 就在条西东边 门口对着 一望无际的原野 有一天傍晚 他出门去散步 看见一个妇人 骑着旅走过来 一个少年跟在后面 妇人年纪 大约五十多岁 义态不俗 再看少年 年约十五六岁 长得非常俊雅 胜过美丽的女孩子 何子霄素有断袖之辟 看到这个少年 不禁出了神 指着眼 翘着脚 一直目送他走了老远 才回了书斋 第二天 何子霄一早就出门 等那个少年 直到夜幕降临时 少年才又从他门前经过 和声忙上前热情相应 面带笑容 问少年从哪里来 少年回答说 从外祖父家来 和声又殷勤地请少年到屋里休息一下 少年推辞说 没有时间 和声一定坚持要他坐一会儿 扯住不放 那少年才勉强进屋 但只坐一会儿 定要告辞 不能再留 和声只好拉着少年的手 邀他出门 还殷切地嘱咐再来玩 少年只是微微答应着 就走了 从此以后 和声如饥似渴地想念那少年 天天来来去去 心神不定地在门口眺望 脚步不停 一天 太阳刚落了一半的时候 少年忽然来了 和声大喜 赶快向前迎进书斋 急忙命童子白酒供饮 询问少年姓名 少年回答说 我姓黄 排行第九 因为年纪小 还没有名字 和声又问 为什么从这里来来去去 这样频繁 少年回答说 母亲在外祖父家 常生病 所以得经常去看他 久过几旬 酒郎就想走 和声拉住他的手 挡住他的路 又去上了门锁 酒郎无可奈何 轰着脸只好又坐下 两人点上灯 共同说话 酒郎温柔的 就像个女孩子 和声言辞中有细语时 他便羞羞答答的 脸朝着墙 不多时 和声就拉他一同睡觉 酒郎不同意 坚持说 两人在一起睡不着 和声勉强再三 酒郎解开衣服 穿着裤子躺下了 和声吹了灯 过一会儿 就过去与酒郎 同在一个枕头上 又拥抱他 要求与他私交 酒郎生气地说 我以为你是风雅之士 才住了下来 你这种行为 真是禽兽之爱了 一会儿 天上晨星闪闪 酒郎便起身走了 和声恐怕酒郎 绝情不来 还是天天等他 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望穿秋水 又过了几天 酒郎才又来了 和声高兴地迎接他 并向他道了歉 抢拉入斋 共作笑谈 偷偷庆幸 他不念旧恶 过了一会儿 上床睡觉 和声又苦苦哀求纠缠酒郎 酒郎说 缠绵之意 我已铭记在心 但是互相亲爱 何必一定要这样呢 和声仍然甜言蜜语地纠缠他 并且说 只要求亲近一下他的肌肤 酒郎无奈 只好同意 可是 等酒郎睡着了 和声就偷偷去轻薄 酒郎醒来 十分气愤 拿起衣服 趁夜走了 和声郁郁不乐 像失去了什么似的 整日废寝忘食 一天天消瘦憔悴起来 唯有叫童子 天天到处去找酒郎 一天 酒郎又从和声门外经过 想直接走掉 童子向前扯住衣服 拉他进屋 见和声那副消瘦的样子 酒郎大为吃惊 忙问是什么原因 和声一时相告 哭得泪如雨下 酒郎小声说 我的意思实在是因为这样的相爱 既无异于地 也有害于胸 所以不愿那样做 既然你非要那样不可 我还有什么可顾惜的呢 和声非常高兴 酒郎走以后 并马上就好了许多 几天后就完全康复了 酒郎果然又来了 于是二人交好 酒郎说 今晚勉强顺从了你的意思 但绝不能当作尝试 接着又说 我向你提个要求 能办到吗 和声问他有何事 酒郎说 我母亲患心疼病 只有太医齐野王的先天丹能治 你与太医关系很好 我想你一定能求得到 和声马上答应了 酒郎临走 又嘱咐再三 和声入城求了要来 到晚上给了酒郎 酒郎非常高兴 上去握着和声的手 表示感谢 和声又趁机 要求酒郎交欢 酒郎说 不要再纠缠了 我给你找一个美人 比小弟强一万倍 和声问是谁 酒郎说 是我的一个表妹 美丽无比 你若同意 我就给你做梅 和声只是微笑 没有回答 酒郎拿了药就走了 过了三天 酒郎又来求要 和声显他隔这么长时间才来 话里带刺 酒郎说 本来我不忍心害你 所以故意疏远你 既然你不谅解我 请你以后不要懊悔 自此以后 酒郎天天来与和声相会 但三天必求一次药 齐太医 嫌和声拿药太频繁 说 我的药吃三副就好 为什么吃了这么多 还不好 一下给了他三副药 齐太医又看着和声说 你神色不好 生病了吗 和声回答说 没有 齐太医给他试试脉象 惊惧地说 你有鬼脉 病在哨音 你自己不保重 命就难保了 和声回来 把太医的话告诉了酒郎 酒郎叹道 真是神医 我是狐 我们交往久了 恐怕不是你的福气 和声还怀疑 酒郎是框他 没把三副药都给酒郎 怕他不再来了 不久 和声果然病倒了 请齐太医来看病 太医说 那天你不说实话 现在魂已出窍了 再有名的医生 也无能为力了 酒郎天天来看望和声 说 不听过的忠告 果然有今天 不久 和声就死了 酒郎痛哭而去 在这以前 本县某太史 少年时与和声同学 十七岁就选入汉林 当时 陕西翻台 贪污暴虐 因为他买通了朝中大官 所以没有人敢揭发他的 而这个太史 却告发了他的罪行 但却被以阅职严释的罪名 罢了官 翻台还生了这个省的忠诚 天天找太史的把柄 太史少年时小有名气 曾求一个盼王重用自己 忠诚买到了他们当年来往的信件 以此威胁太史 太史害怕就自杀了 他夫人也上吊儿子 太史死了一夜 忽然醒来 自己说 我是何子霄 别人问他 说的都是何家的事 大家这才明白 是何子霄借尸还魂了 留他住下 他不愿意 出门就跑到何家去了 辅台怀疑其中有诈 一定要陷害太史 派人向他索取一千两银子 何生只好硬着 但却没有银子 正发愁时 呼报九郎来了 何生高兴地和九郎说话 悲喜交集 接着又要求还爱 九郎说 你有三条命吗 何生说 我懊悔活着辛苦 还不如死了安逸 于是对九郎诉说冤苦 九郎想了半天后说 幸好我们再次相聚 你现在已是孤身无伴 我以前说过的表妹 聪明又智谋 人又漂亮 必然能替你分忧 何生想看看他 九郎说 不难 明天他就陪老母从这里走 你装作我的兄长 到时我来找水喝 你说驴子跑了 便是同意了 他们谋划好了 便分别了 第二天中午 九郎果然同女郎 从何生门前经过 何生拱手相迎 唠唠叨叨与九郎说话 斜眼看了一下女郎 见女郎 长得峨眉秀眼 像仙人一般 九郎要求喝茶 何生请他进屋 九郎对女郎说 三妹不要怕 这是我的蒙凶 不妨稍休息一下再走 九郎扶女郎下驴 把驴子拴在门外 何生趁倒茶之际 看着九郎说 你上次说的话 如不能做到 我今天就到了死期了 女郎似乎听出了 他们的话是算计字迹 便起身想走 戏声说 走吧 何生赶忙大声喊 驢子跑了 九郎一听 忙去追赶驢子 何生抱住女郎 就要求欢 女郎吓得脸色发紫 囧得像被囚禁一样 直喊九兄 九郎也不答应 女郎说 你有妻子 为什么糟蹋别人 何生说 没有家事 女郎又说 你能对何山起事 不抛弃我 我才能听从你 何生便对天蒙事 女郎才不拒绝了 事后 九郎也就回来了 女郎很生气 不拿好脸色给她看 九郎说 这个何子霄 以前是明氏 现在是太氏 和我最好 可以信赖 就是把这事 告诉镜子 她也不会怪罪的 一直到了晚上 何生便留女郎住下 女郎怕姑母责怪 坚决要走 九郎愿一人承担 便一人 骑上旅走了 何生与女郎住了几天 有个妇人带着丫鬟 从门前过 妇人年约四十岁 长相神情 与三娘很像 何生叫出三娘偷看 果然是自己的母亲 母亲也看见了三娘 便奇怪地问 你怎么在这里 女儿非常羞惨 无话对答 于是何生把母亲 请到房里 失礼以后告知详情 母亲笑着说 九郎孩子气 为什么不与我商量 女儿亲自下厨房 做饭给母亲吃 饭后母亲便走了 何生得到家人三娘 很是高兴 但因酬那千两银子的事 脸上总有忧色 三娘问她原因 她就讲述了经过 三娘笑着说 这是九郎一人便可解决 你酬什么 何生问有什么办法 三娘说 听说府台大人爱听歌曲 喜欢男子 这都是九兄所长 投其所好 把九郎献给她 救援可消 心愁可报 何生怕九郎不肯去 三娘说 只管苦苦哀求她 隔了一天 何生见九郎来 跪下相迎 九郎经问 咱们两代试教 凡要我效力的事 从头到脚都不会吝息 何必做出这种样子 何生把计谋说了一遍 九郎听了面带难色 三娘说 我已失身于郎君 这都是谁造成的 假设他中途被害 抛我而去 我可怎么办 九郎不得已 只好答应 何生与九郎谋划好后 就写信给原来与他要好的王太使 并介绍九郎前去 王太使领会了信中的意思 设盛宴请府台前来饮酒 叫酒郎扮成美女 挑天魔舞 宛如女子一般 府台越看越着迷 于是极力向王太使要求 出重金买酒郎 唯恐不成功 王太使假装沉思 向有难处 考虑了很长时间 才表示为了府台而割爱 府台高兴得不得了 以前的成见都小了 府台得到九郎便形影相随 片刻不离 原有的妻妾侍女十几个 全都视如粪土 九郎的一切饮食用具 均与王侯一样 还赐给九郎银子万两 半年的功夫 府台就病了 九郎知道 府台死期不远了 就宰上金银财宝 假装送府台回原籍去 很快 府台就死了 九郎拿出银两 盖房子 制家具 雇了仆人丫鬟 母亲和镜子 都来一块住 九郎出出近近 车马随从很多 人们都不知道 她是狐 金银女子 以水线人赵某 进城办事 在回来的路上 见一个白衣女子 在路边哭 哭得十分哀动 她斜眼一看 见女子长得很俊俏 心里非常喜欢 站在那里 盯了很长时间 女子掉着眼泪说 你一个大丈夫不走路 只看人家干什么 赵某说 因为野外无人 你又哭得很伤心 我实在不忍心走了 女子又说 我丈夫死了 无路可走 所以伤心 赵某劝她 再找一个好男人 女子说 我一个孤身女子 能去找谁 若能找个存身的地方 给人家做妾也行 赵某欣然自见 女子也愿意 就跟着她 一起往家走来 赵某因为去家还很远 想顾一匹马或者驴 叫女子骑 女子说 不用 说吧就走在前面 走起来 轻飘飘的 像仙女一样 这女子到了赵家 推磨丹水 干活非常勤快 两年多后 忽有一天 对赵某说 感谢夫君恩爱 我跟你已经快三年了 现在也应当走了 赵某说 以前你说你没有家 现在你到哪里去 女子回答说 我那时随便说罢了 其实我哪能没有家 我父亲在机灵卖药 你要想再见到我 可以载着药去机灵找我 我还可给你一些钱做资本 赵某打算给他雇车马 女子谢绝了 一出门就飞快走去 追都追不上 一转眼就不见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赵某非常想念那个女子 于是就载上药去金灵找她 到了金灵 把药寄存在旅店里 沿街到处打听这女子 忽然一间药店里 一个老头看见她 就说 闲虚来了 就请赵某进了院子 那女子正在院中洗衣服 女子看了看她 不说也不笑 照常洗衣服 赵某心里很生气 回头就想走 老头拉她回来 女子仍然不看她一眼 老头命女子做饭白酒 招待客人 还打算厚厚地 赠给她一些东西 女子制止说 她福分薄 多给她东西 她享受不了 少给她点 为劳辛苦就行 再给她十几个药方 就够她吃用一辈子的了 老头又问赵某 再来的药在哪里 女子说 已经给她卖完了 潜在这里 老头便把钱交给赵某 又给了她十几个药方子 就打发赵某回家了 赵某回家后 试验带来的药方子 个个都有特效 以水至今 还有知道这些方子的人 据说 用蒜臼子接乌檐水 洗油坠 就是其中的一方 疗效很好 连锁 杨玉卫 搬家居住在 四水岸边 她的书房 临近旷野 墙外有很多古墓 每到夜晚 墓地里的白杨树 被封刮得 花花作响 声音如同波涛汹涌 一天深夜 杨玉卫 一个人在灯下 正感到凄凉 呼听墙外 有人吟诗 悬夜漆风 雀道吹 流营惹草 富张为 反复吟诵了好几遍 声音悲哀七楚 仔细一听 柔弱婉转 像是个女子 杨玉卫心中大意 第二天一早 出去看看墙外 并没有人计 只有一条紫色的带子 依气在荆棘丛中 杨玉卫捡了回来 顺手放在窗台上 到了夜晚 二更天时 又传来吟诗声 和昨夜一样 杨玉卫悄悄地 搬了个凳子到墙边 登上去往外一瞧 吟诗声顿时没有了 杨玉卫醒悟是女鬼 但心里却很倾慕她 第二夜 她早早地藏在墙头上等着 一更天快完的时候 只见一个年轻的女子 从荒草中 从荒草中 山山而出 守抚小树 低着头 悲伤地念起那两句诗 杨玉卫轻轻咳嗽了一声 女子疏忽一下 引入荒草中不见了 杨玉卫继续在墙下等着 那女子又出来 引完诗 她隔墙叙道 忧情苦续何人见 翠袖丹寒月上时 过了很久 墙外寂静无声 杨玉卫回到书房中 刚坐下 忽见一个美丽的女子 从外面走进来 向她失礼说 您原来是位风雅之士 我却过分害怕而躲避开了 杨玉卫大喜 拉她坐下 辽宅原文上说 这个女子 妾瘦凝寒 弱不胜衣 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女子又瘦又弱 似乎连衣服的重量 也承担不起 杨玉卫道 你的家乡是哪里 怎么长久住在这地方 女子回答说 我是隆西人 随父亲流落到这里居住 十七岁时得抱病死去 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住在荒野地下 十分孤单寂寞 那两句诗是我自己做的 以寄托忧恨之情 想了很久 也没想出下句 承门您待续上了 我久泉之下 也感到欢快 杨玉卫想和她交欢 女子皱着眉头说 阴间里的贵婚 不必活人 如果忧欢 会折人阳寿 我不忍祸害君子 杨玉卫只好作罢 却又用手摸女子的胸 简仍是厨女的样子 又要看看她裙下的一双脚 女子低头笑道 你这狂声 太啰嗦了 杨玉卫摸着女子的脚 只见月白的紧袜上 系着一缕彩线 在看另一只脚上 却系着一条紫色袋子 便问 怎么不都用袋子系住 女子回答说 昨夜因害怕你躲避 紫袋不知道丢到了什么地方 杨玉卫说 我替你换上 便去窗台上 取来那条紫袋 递给女子 女子惊讶地问 哪儿来的 杨玉卫如实说了 女子解下彩线 仍用袋子记住 收拾完 女子翻阅起桌上的书 呼见圆枕坐的连昌公子 感慨地说 我活着时 最爱读这些词 现在看到 真如在梦中 杨玉卫和她谈论起诗文 觉得她聪慧博学 令人喜爱 杨玉卫和她在窗下 简竹共读 如同得到了一个知心朋友 从此后 只要一听到杨玉卫低声吟诗 一会儿女子就来了 常嘱咐杨玉卫说 咱们交往的事 你一定要保密 不能泄露 我自有胆小 恐怕有坏人来欺负我 杨玉卫答应了 两人如鱼得水 亲热异常 虽然未曾同情 但双方的感情 却胜过了夫妻 女子常在灯下 替杨玉卫抄书 写的字端正柔媚 又自己选了一百首公词 抄录下吟诵 有时还让杨玉卫背下棋具 买来琵琶 每夜教杨玉卫下棋 有时女子自己弹起琵琶 奏起娇窗淋雨的曲子 让人心酸 杨玉卫不忍心听完 女子便又奏起小怨音声 杨玉卫顿觉心旷神意 两人灯下玩乐 往往忘了天明 直到看见窗上有了亮色 女子才慌慌张张地奏 一天薛生来访 正碰上杨玉卫白天睡觉 见屋子里琵琶齐聚都有 知道这些东西 不是杨玉卫擅长的 又翻阅她的书时 发现了一些抄露的公词 自己端正秀丽 心中越发怀疑 杨玉卫醒来后 薛生问道 这些游戏用具是哪里来的 杨玉卫回答说 我自己想学学 又问诗卷是哪来的 杨玉卫假称是从朋友处借的 学生反复赏玩 见诗卷最后一行小字写的是 某月日连锁书 便笑着说 这是女子的小名 你怎么如此欺骗我 杨玉卫窘迫不安 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学生苦苦追问 杨玉卫闭口不答 学生便卷起诗卷 以拿走相要挟 杨更加窘困 只得诗说了 学生要求见见这个女子 杨玉卫告诉他女子的嘱咐 学生却更加仰慕 杨玉卫迫不得已答应了 到了夜里 女子来了 杨玉卫便转述了学生 要见见她的意思 女子发怒地说 我怎么祝福你的 你竟喋喋不休地跟人说了 杨玉卫解释说明 当时的情况 女子说 我和你缘分尽了 杨玉卫百般安慰解释 女子终究还是不高兴 起身告辞说 我暂时躲避躲避 第二天 学生来了 杨玉卫告诉他 女子不愿相见 学生怀疑他在推妥 晚上又带了两个同学来 赖着不走 故意扰乱杨玉卫 吵吵嚷嚷 闹个通宵 气得杨玉卫直翻白眼 但是无可奈何 众人一连几夜 也没见那女子的影子 便都有了回去的心思 不再吵闹了 忽然听见外面传来银诗声 大家静静一听 觉得那声音非常稀晚 学生正在凝神倾听 同学中有一个武生王某 搬起块大石头投了过去 大声喝道 拿架子不见客人 什么好事 呜呜呜呜的 让人心烦 银诗声顿时消失了 大家都埋怨往生 杨玉卫更是恼怒 脸色不好看 说话也难听了 第二天 同学们都走了 杨玉卫独宿空房 心中盼望着女子再来 却一直渺无人影 又过了两天 女子忽然来了 哭泣着说 你招了些恶客 差点吓死我 杨玉卫连连道歉 女子匆匆地走了出去 说 我早说过 和你缘分近了 从此 永别了 杨玉卫正想挽留 女子已消失不见了 此后过了一个多月 女子一次没来 杨玉卫天天思念 人瘦得皮包骨头 但却没法挽回了 一晚 杨玉卫正一个人喝着酒 女子忽然先连进来了 杨玉卫高兴地说 你原谅我了 女子流着泪 默默不语 杨玉卫忙问怎么了 女子欲言又止 只说 我赌气走了 现在有急事 又来求人 是在羞愧 杨玉卫再三询问 女子才说 不知哪里来的个肮脏诡异 逼我当她的小妾 我自想 是清白人家的后代 怎能屈身于必见的鬼差呢 可我是个弱小的女子 又怎能和她抗争 您如果认为 我们感情深厚 如同夫妻 不会听人不管吧 杨玉卫大怒 恨恨地要打死那鬼差 可又顾虑 阴阳世路不同 怕无能为力 女子说 来夜你早点睡觉 我在梦中请你去 于是 两人重新和好 一直谈到天亮 女子临去 又嘱咐杨玉卫 白天不要睡觉 等到夜晚相会 杨玉卫答应了 第二天午后 杨玉卫喝了点酒 趁着酒意上了床 蒙衣躺下 忽见女子来了 给她一把佩刀 拉着她的手就走 来到一个院子 两人关上门正在说话 忽听有人用石头砸门 女子吃惊地说 丑人来了 杨玉卫打开门 猛地窜了出去 见一个人 红帽轻衣 满脸刺猬般的胡须 杨玉卫愤怒地斥责她 鬼异横眉怒目 凶悍地谩骂不止 杨玉卫大怒 持刀冲了过去 鬼异捡起石块 雨点般地砸过来 其中一块 正中杨玉卫的手腕 再也握不住刀 正在危机时候 远远望见一人 腰里挂着弓箭 正在打猎 杨玉卫仔细一看 却是王生 急忙大声呼救 王生弯弓搭箭 急忙跑过来 朝鬼异一箭射去 正中大腿 再一箭 接过了性命 杨玉卫喜欢的道谢 王生询问缘故 杨玉卫都说了 王生知道 自己上次得罪了女子 很高兴这次可以赎罪了 于是和杨玉卫 一块进了女子的注视 女子战战兢兢的 羞怯不安 远远地站着 一句话不说 王生见桌子上 放着把小刀 有一尺多长 用金玉装饰 他把刀从匣中抽出来一看 冷光四射 能照见人影 王生赞叹不绝 爱不释手 跟杨玉卫说了几句话 这女子羞愧害怕得可怜 王生便走出屋子 告辞去了 杨玉卫也独自返回 翻过墙后 一下子跌倒在地 于是从梦中惊醒 只听树中的熊鸡 已经高一声 低一声地叫开了 杨玉卫觉得手腕很疼 天明后看了看 手腕上皮肉都肿了 到了中午 王生来了 说起昨晚 做了个奇怪的梦 杨玉卫说 没梦见射箭吗 王生很奇怪 他预先知道 杨玉卫伸出手腕 讲了缘故 王生回忆着 梦中见到的那个女子 只恨不是真正见面 自觉对女子有功 又请杨玉卫给通融通融 到了夜晚 女子来拜谢 杨玉卫归功于王生 讲了王生 想见一面的诚恳心情 女子说 他的帮助我不敢忘记 但他是个啾啾舞夫 我真的害怕 过了会儿又说 他喜欢我的配刀 那把刀是我父亲 初始月中时 用一百两银子买来的 我很喜欢 就要了过来 缠上金丝 并镶上了明珠 父亲可怜我年幼死去 用刀殉葬 现在我愿意割爱 把刀赠给他 见了刀 就像见了我本人一样 第二天 杨玉卫跟王生 说了女子的意思 王生大喜 到了夜晚 女子果然带着刀来了 对杨玉卫说 告诉他真重 这把刀 不是中华初产的 从此以后 杨玉卫和女子 来往如初 过了几个月 女子忽然在灯下 边笑边看着杨玉卫 想要说什么 可又脸色一红 不说了 如此好多次 杨玉卫便抱着他询问 女子说 长久以来 你一定会大病二十多天 但吃药可以治好 于是 两人恩爱起来 过了会儿 女子穿上衣服起来 说 还需一点生血 你能够拼上疼痛 爱惜我吗 杨玉卫取过利刃 刺破手臂 女子仰卧在床上 让血滴近肚脐中 起来说 我不能再来了 你记住 一百天后 看我坟前 有青鸟在树梢上 就赶快挖坟 杨玉卫答应 女子临出门 又嘱咐说 千万要记住 不要忘了 早了晚了都不行 说完便走了 过了十多天 杨玉卫果然大病 肚子胀得要死 请来医生抓了药服下 排泄出很多 稀泥一样的着物 又过了十多天 病才好了 计算着到了一百天 杨玉卫让家人 拿着工具 在女子的坟前等着 到了傍晚 果然见两只青鸟 在树枝上鸣叫 杨玉卫高兴地说 可以了 于是刨去荆棘 挖开坟墓 只见棺木已经腐烂 但女子的面貌 仍像活的一样 杨玉卫用手一摸 女子身上有温气 便盖上衣服 把她背回家中 放到温暖的地方 觉得女子口里 有了一丝气息 又喂了些汤粥 到半夜 女子醒了过来 从此后 女子常对杨玉卫说 死了二十多年 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白鱼语 有一个书生叫吴云 自青鞍 少年时就很有名气 当地的葛太使 曾看过他的文章 给予好评 因喜欢他的文采 就托与吴云要好的人 请他来谈话 以观察他的言谈与文采 并且说 哪里有像吴云这样才学 还长期过穷日子的呢 并叫邻居们传话给吴云 要是能奋发上进 考取功名 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葛太使有一个女儿 长得很漂亮 这话传到吴云耳朵里 他非常高兴 也很有信心 可是第一次考试就落了榜 他就托人转告太使 我能富贵那是命中注定 只不过不知道是早是晚 请等我三年 我实在不能成功 他的女儿再另嫁 于是他更加刻苦学习 一天夜里明月之下 有一个秀才来拜访他 这人长得白净脸 短胡须 细细的腰长长的手 吴生有礼貌地问 这人从哪里来的 有什么事 那人说 我姓白 自于欲 两人又稍稍说了几句话 吴生觉得此人心胸开阔 心里很是喜欢 就留白生同诉一处 白生也不推辞 睡到天明才走 吴生再三嘱咐 顺便时再来续谈 白生也觉得 吴生诚实热情 就提出要在吴生家借助 吴生非常同意 约好搬家的日子 就分手了 到了搬家的那天 先是一个老头 送吹具和其他用具来 随后白生才到 他骑一匹白龙马 吴生迎接进来 忙命家人打扫房间 安排住下 白生也打发跟来的人 牵马回去 从此以后 两人朝夕相伴 互相研讨学问 各有收益 吴生见白生读的书 不是常见的书 也没有八股文一类的文章 便奇怪地问白生 白生回答说 人各有志 我不是求功名的人 晚上 白生还经常请吴生 到他屋里喝酒 拿出一卷书来 给吴生看 书中都是些 气功方面的事 吴生看不懂 便信手放在一边 又过几天 白生对吴生说 那天晚上 给你看的书 书中讲的 都是些 黄庭经的要术 是语化登仙的 入门教材啊 吴生笑着说 我对承仙不感兴趣 承仙得断绝情缘 没有杂念 这我是做不到的 白生问他 为什么 吴生回答 是为传宗接代 白生又问 为何这么大年纪 还不娶亲呢 吴生笑道 寡人有吉 寡人好色 白生说 王请吴浩小色 你想娶个 什么样的义中人 吴生才把 等个太史女儿的事 告诉了白生 白生怀疑 各家女子未必真美 吴生说 这女子美 是远近都知道的 不是我自己眼光浅 白生一笑了之 第二天 白生忽然整理行装 对吴生说 要走 吴生依依不舍 难过地与白生 续续话别 不忍分离 白生就叫童子 背了行李先走 自己继续 与吴生说话 忽然看见 一个清蝉叫着 落在桌子上 白生告辞说 车子已经来了 我告辞了 以后你要是想我 就扫一扫 我睡的床 躺在上面 吴生听了 刚想再问什么 转眼间 白生就缩小的 像指头一样大 一翻身 骑在清蝉背上 支的一声飞走了 渐渐消失在彩云中 吴生这才知道 白生不是平常人 惊饿了很久 才怅然若失地回房 过了几天 天上忽然下起 蒙蒙细雨来 吴生很想念白生 就走到白生住过的房间 一看 白生住的床上 布满了老鼠的爪迹 叹了口气 用条皱扫了一下 铺上一张席子 躺下休息 不多时 就见白生的书童来请他 吴生非常高兴 跟了童子就走 一煞时 见一群小鸟飞来 童子捉住一个 对吴生说 黑鹿难走 可以骑小鸟飞行 吴生顾虑 这么小的鸟 能担负得动吗 童子说 可以骑上试试 吴生就试着骑在上面 见鸟背非常宽硕 童子也骑在他身后 只听嘎的一声 就飞上了天空 不多时 眼前出现一座红门 鸟落了地 童子掀下 扶吴生也下来 吴生问 这是哪里 童子回答说 这是天门 门两边 有一对大老虎 蹲在那里 吴生很害怕 童子护着他 领着进去 只见 处处风景 与人间 大不相同 童子领他 到了广寒宫 宫内 都是水晶台阶 走路 像走在镜子上一般 两棵大桂花树 高大参天 阴夕天日 花气随风飘来 香气袭人 房屋亭子 都是一色 红窗红门 时常有美女 出出尽尽 个个端庄秀美 人间无比 童子说 王母宫的宫女 更漂亮 因怕白生等久了 没能多留 童子匆忙领他 走出广寒宫 又走了一段路 就看见 白生在门口等他 白生一见到吴生 忙上前来握住他的手 令他进了院子 吴生见屋檐下 清水白沙 涓涓流淌 玉石雕气的栏杆 好像月宫一样 刚进屋坐下 就有妙龄女子 前来献茶 接着就摆上酒盐 四个美女 金佩玉环 叮当坐下 视力两边 吴生刚觉背上 有点痒痒 就有美人 伸入细手 用长指甲 轻轻搔痒 吴生直觉 心神摇曳 一时平静不下来 不一会儿 就喝得有点醉意 渐渐把握不住自己 笑着看看美人 殷勤地 与美女说话 美女美美笑着 避开她 白生又命美女 唱歌佐久 一红纱女子 端着酒杯献酒 一面唱动听的歌曲 众美女 也都随着 一起演奏起来 做完 一个绿衣女子 一面唱歌 一面献酒 一个穿紫衣的 和一个穿白纱衣的女子 痴痴笑着 暗中互相推让 不敢向前 白生又命他们 一人唱歌 一人敬酒 于是 子衣女便来敬酒 吴生一面接杯 一面用手挠 女子的手腕 女子一笑 失了手 把酒杯 吊在地上 打碎了 白生责备她 这女子 含笑俭杯 低下头 戏声说 冷如鬼手心 抢来捉人臂 白生大笑 发子衣女 自唱自舞 子衣女舞完后 白衣女又来敬一大杯 吴生谢绝 白衣女捧酒不快 吴生只得又勉强喝了 吴生用醉眼 细看这四个女子 都风度翩翩 没有一个不是绝世家人 吴生忽然对白生说 人间的美女 我求一个都很难 你这里这么多漂亮的美人 能不能让我真正快乐快乐 白生笑着说 族下不是有意中人吗 这些你还能看上眼 吴生惭愧地说 我今天才知道 我见识得太少 于是 白生就召集起所有美女 让吴生选择 吴生看看 哪个也好 一时拿不定主意 白生因为紫衣女 曾和她有过捉弊之交 便吩咐她 抱了被子 去侍奉吴生 吴生与紫衣女同床睡觉 尽情欢乐 恩爱无比 事后 吴生向紫衣女索取信物 他就摘下金手镯赠给她 忽然童子来说 仙人凡人有别 请吴先生马上回家 女子急忙起床出门去了 吴生问童子 白生哪里去了 童子说 早去上朝了 他吩咐我去送你 吴生闷闷不乐 只好跟童子按原路返回 到了天门 一回头 童子不知何时已不见了 门边的两个大老虎 张着大嘴一起向她扑来 吴生急忙快跑 眼前却是一条无底的山谷 想住脚已来不及了 一头扎进了山谷 吃了一惊 出了一身冷汗 一睁眼 原来是做了个梦 太阳已红彤彤的了 拿起衣服抖一抖 觉得有件东西掉在床上 一看 正是那金镯子 吴生心里好生奇怪 从此以后 吴生想升官发财 娶美女的心思 全都没有了 心灰意冷 对人间不感兴趣 一心向往名山大川 拜寻赤松子 得道成仙 然而 她还一直没有忘记 传宗接代 又过了十几个月 又一天 吴生白日睡觉正浓 忽然梦见 子依女子自外边进来 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对吴生说 这是你的骨肉 天上难留这个孩子 所以抱来送还你 说吧 把孩子放在床上 又用衣服盖好 匆匆就走 吴生一把拉住他 要他再住一夜 子依女子说 上次同床为新婚 这一次同床为永别 百年夫妻就到这里 若郎君有志 或者还能再相见 第二天 吴生醒来 见婴儿睡在身边 被褥之中 赶快抱着去见母亲 他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于是 雇了奶娘喂养这个婴儿 起了个名字 叫孟仙 吴生有了孩子 就拖入转告 葛太室 说自己要去隐居 请他女儿另嫁 太室不肯 吴生顾辞 太室便告诉了他女儿 女儿说 远近没有不知道 我已许配 我已许配吴生了 竟有改嫁别人 这不是嫁了二夫吗 于是 葛太室又把这话 转告了吴生 吴生说 我不但已经不图功名 而且也绝情于男女了 我所以没有马上进山 只是因为尚有老母健在 太室又把吴生的话 告诉女儿 女儿说 吴郎穷 我甘心跟着他吃康厌菜 吴郎要去 我就在家侍奉婆母 定然不令嫁他人 如事再三 商量不妥 葛太室 最后还是择了日子 用车马 把女儿送到了吴家 吴生感念妻子的贤惠 特别敬爱她 女子侍奉婆母 非常孝顺 也不嫌家里贫穷 过了两年 吴母死了 阁女卖了嫁妆 安葬了婆母 进到了礼节 吴生对妻子说 我有像你这样的贤妻 还有什么忧愁 只是听说一人得到 拔宅飞生 所以想离家出走 家中一切就拜托给你了 阁女也坦然答应 一点也不挽留 于是 吴生就辞别妻子 出走了 吴生走后 阁女外力生活 内训娇儿 指甲井井有条 孟先也渐渐长大 学习聪明过人 十四岁就种了秀才 人称神童 十五岁又入汉林 每次皇上包封 不知他的生母是谁 只封各是一人 每次有纪礼 孟先总是问 父亲在哪里 他的养母就告诉了他实话 孟先想辞官不作 去找父亲 养母说 你父亲已走了十几年了 想来也已成仙了 你哪里去找 后来 孟先奉旨去记南岳 路上碰到一伙强盗 正在危急之时 来了一个持剑的道士 强盗被吓跑了 为他解了围 孟先很感激他 赠给道士银子 道士不要 只拿出一封信 托孟先烧回 祝福说 我有个朋友 与大人是同乡 托你带问个好 孟先问 你朋友叫什么 你朋友叫什么 回答说 王林 孟先想来想去 孙中没有这个人 道士说 他是个老百姓 大人可能不认识他 道士临走 拿出一只金镯子说 这是规格之物 我识了来没有用 就送给你 作为烧信的报答吧 孟先拿着手镯细看 做工精美 镶嵌精美 就拿回家去 给了他妇人 妇人很真爱 叫能工巧匠 照样再配一只 配成对 可是怎么造 也造不了这么好 孟先便问村中百姓 并没有王林这个人 实在无法找到 就打开信看 信中写着 三年鸾凤 分拆各天 藏母教子 端赖清闲 无以报得 奉要一丸 剖而实之 可以成仙 后面写着 林扬夫人装刺 念完了 仍不知是什么人 就拿着 去问他养母 养母一看便哭了 说 这是你父亲的家书 林是我的小字 在这里我得说明一下 孟先的养母姓名中的林字 是一个王字旁 加一个树林的林 分开就是道士所说的 王林这个人了 孟先这才恍然大悟 王林是林字的拆白 悔恨得不得了 又拿出镯子 请母亲看 母亲说 这是你生母的遗物 你父在家时 常拿出来给我看的 又砍药丸 有豆子那样大 孟先高兴地说 我父亲是仙人 吃了这药丸 一定长生不老 他母亲没有立刻吃 暂时藏了起来 等葛太史来看外孙时 便给他念了无声的信 并奉上丹丸 给他添寿 太史一分两半 与女儿分吃了 顿时精神焕发 太史已经七十多岁 老太隆中 吃了丹丸 忽然筋骨强健 不坐车马 步行走得很快 家人跑路 才能跟得上他 又过了一年 城里发生了火灾 大火终日不灭 全城人都不敢睡觉 孟先家的人 都在院子里看 见大火渐渐蔓延过来 一家人无计可施 忽然 夫人手上的金镯子 嘎然作响 自行脱手飞上天空 逐渐扩大 圆圆地盖在宅子上 镯子口朝东南 众人都惊呆了 一煞时 火自熄来 烧到镯子边 就转向了东 等火势烧远了 众人认为 镯子不会再回来时 忽见红光 一下收敛起来 镯子当的一声 吊在夫人族下 这次城中大火 烧了民房几万间 前后左右都成灰烬 只有五宅安然无恙 只有东南角一个小阁被烧 正是镯子口处 没盖住的地方 阁女年五十多岁时 有人看见 还像二十多岁的人一样 焦州有个姓徐的 驾船渡海去远方做买卖 在海上遭遇大风 船被吹到不知什么地方 风停后 徐某睁眼一看 见来到一处 山风延绵 树木苍苍 徐某希望有人居住 便将船拴好 背着粮食 干肉 下船登上了海岸 刚进山 见两边悬崖上 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很多洞口 像风房一样 洞内隐约有人声 徐某来到一个洞外 停下脚步往里一瞅 见里面有两个夜叉 刺着两排白森森的剑脊般的利齿 双眼瞪得像灯笼一样 正用爪子撕生鹿肉吃 徐某吓得魂飞魄散 急忙反身要逃 夜叉一看见他 扔下死路 爪子一伸 把他抓进洞里 两个夜叉互相说着话 像鸟兽的叫声 争着撕撤徐某的衣服 似乎想吃了他 徐某恐惧万分 忙取出背在身上的干粮和熟牛肉干 送给夜叉 夜叉分吃完了 觉得味道很美 又去翻徐某的袋子 徐某摇摇手 表示没有了 夜叉大怒 又把他抓了起来 徐某哀求说 放开我 我船上有锅子 可以再做给你们吃 夜叉不明白他的话 仍然发怒 徐某打着手势又说了一遍 夜叉像是稍微有点明白了 便跟着他来到船上 把锅子拿到洞中 徐某抱来柴鹤 点上火 将夜叉吃剩下的生鹿肉 煮了献给他们 两个夜叉吃得非常高兴 到了夜晚 夜叉用石头堵住洞口 像是怕徐某逃跑 徐某全驱着身体 远远地躲着夜叉躺下 整夜战战兢兢的 生怕最终不免一死 天明后 两个夜叉出去了 临走前又堵上洞口 不一会儿 取来一头死鹿交给徐某 徐某便剥了鹿皮 到洞深处打了水 煮了好几锅 又过了一会儿 来了好几个夜叉 聚到一起 吞吃着锅里的熟鹿肉 吃完了 一起用手指着锅子 似乎嫌太小 过了三四天 一个夜叉背来一口大锅 像是人常用的那种 于是夜叉们纷纷拿来死鹿 死狼等动物 放在锅里煮 煮熟后 招呼徐某也一块儿吃 这样过了几天 夜叉们渐渐和徐某熟悉起来 出去时也不再堵洞口了 待它像一家人一样 徐某也渐渐能根据夜叉发出的声音 揣摩出它们的意思 还常常学着它们的腔调 说些夜叉话 夜叉们更加高兴 又带来一个母夜叉 给徐某当老婆 起初徐某很害怕 在母夜叉面前不敢动弹 后来母夜叉主动亲近她 徐某才和她成了夫妻 母夜叉大为喜悦 此后便常常留下熟肉给徐某吃 真像是恩爱夫妻一样 一天夜叉们早早起来 每个夜叉脖子上都挂着一串明珠 轮番走出洞外 像在迎候什么贵客 又让徐某多煮些肉 徐某问母夜叉 母夜叉说 今天是天寿节 又走出去跟别的夜叉说 徐郎没有股秃子 众夜叉听说 各摘下五颗珠子 一块儿交给母夜叉 母夜叉又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十颗 共凑了五十颗 用野麻皮搓了根绳子穿起来 挂在徐某脖子上 徐某看了看这些明珠 一颗足值百十两银子 一会儿夜叉都走了出去 徐某煮完肉 母夜叉来叫他说 去接天王 徐某跟随夜叉们来到一个大洞 这个洞足有好几亩地大 中间有一块巨石 上面又平又滑 像捉鸡一样 巨石周围摆着些石座 最上手一个石座上蒙着豹皮 其余蒙的都是鹿皮 共做了约二三十个夜叉 不一会儿 只听大风呼呼 飞沙走时 夜叉们慌忙出影 徐某见走来一个巨大的怪物 样子也像是夜叉 那怪物静直奔进洞中 高高地蹲坐在豹皮座上 往下俯视着 众夜叉们跟着一块进洞 分东西两列账号 都昂起头 双臂交叉成十字状 向大夜叉行礼 大夜叉点了点人头 问道 卧梅山上的就是这些吗 众夜叉乱哄哄地答应 大夜叉看见了徐某 问 这个是从哪儿来的 母夜叉回答说 她是我丈夫 大家对大夜叉夸起徐某的烹调来 随即有两三个夜叉 跑去取了些熟肉来 陷到食桌上 大夜叉双爪撕着 保持一顿 极力夸赞味道美 并且命令 此后要按时供应他熟肉吃 又看着徐某说 你的骨秃子怎么这样短 众夜叉回答说 他刚来还没准备好 大夜叉便从自己脖子上 摘下明珠串 脱下十颗明珠赏给徐某 这些珠子都比手指尖大 圆圆的像蛋丸一样 母夜叉急忙接了过来 替徐某穿好挂在他脖子上 徐某也学夜叉的样子 双臂交叉 说着夜叉话表示感谢 大夜叉便走了 驾着狂风快得像飞一样 片刻便消失不见了 种夜叉吃了他剩下的熟肉 便散了 又过了四年多 母夜叉忽然生产了 一胎剩下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都是人样 不像他们的母亲 夜叉们都很喜欢这三个孩子 常常一块儿逗弄他们 一天夜叉们都出去打食了 只剩下徐某一个人在洞里坐着 忽然从别的洞来了一个母夜叉 想跟徐某思通 徐某不肯 母夜叉发怒 将他一下子扑翻在地 正好徐某的妻子从外面进来 见此情景暴怒地冲上前去 撕打起来 一口把他的耳朵咬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那母夜叉的丈夫也来了 徐某才放了她 让她走了 从此后 徐某天天守着丈夫 一刻也不离开 三年后 孩子们已能走路了 徐某教他们说人的语言 渐渐地一一压压会说话 大有点人气了 虽然还是儿童 但登山如走平地一般 跟徐某依依恋恋恋 很有父子情义 一天 母夜叉跟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外出 半天没回来 正好北风大作 徐某气伤地想起故乡 便领着另一个儿子来到海岸边 见原来的船还在 便和儿子商量着返回老家 儿子想告诉母亲 徐某劝阻住了 父子二人登上船 顺风行驶 只用了一天一夜 便到达郊州 到家后 徐某得知 妻子已经改嫁走了 他拿出两颗明珠 卖了几万两银子 家境因而非常富裕 儿子取名叫徐彪 十四五岁时 就能举起几百斤重的东西 粗直刚猛 生性好斗 焦州的驻军主帅 见了他后很惊奇 便让他做了千总 正赶上边疆叛乱 徐彪在作战中所向披靡 立了很多功劳 十八岁就提升成了副将 这时 有一个商人乘船渡海 也遭遇大风 被刮到卧眉山 刚上岸 见走来一个少年人 少年人见了商人大惊 知道他是中原人 便询问他的家乡 商人说了 少年人把他拉进一条深谷中的 一个山洞里 洞外布满了荆棘丛 祝福他不要出去 少年离去了不一会儿 拿来露肉让商人吃 自己说 我父亲也是焦州人 商人询问姓名 知道姓徐 自己认识他 便说 你父亲是我的老朋友 现在他儿子已做了副将 少年不知副将是什么意思 商人说 这是中国的官名 少年又问 什么叫官 商人回答说 官就是出去乘漂亮车马 回家住高堂大屋 在上轻轻一呼 百人应声雷动 别的人不敢正眼看 只能测身力 这就是官 少年人听得欢欣鼓舞 商人又问他 你父亲既然在焦州 你为什么长久留在这地方 少年详细讲了以前的事情 商人便劝他返回故土 少年人说 我也常常这样想 但母亲不是中国人 欲言跟相貌都跟那里不同 况且一旦走不成 同类知觉一定被害 因此愁愁不觉 拿不定主意 说完 少年便走了 临出洞时跟商人说 等起了北风 我来送你回去 麻烦你给我父亲 哥哥带个信去 商人在洞里 一直藏了将近半年 他不时从洞口的荆棘丛中 往外窥视 见山中总有夜叉来来往往 吓得他一动也不敢动 一天 北风呼起 山中一片风吹树叶的刷刷声 少年忽然来了 领着他急急地逃窜 边逃边嘱咐他说 我嘱托你的事 不要忘了 商人答应了 于是 在少年的帮助下 商人终于逃了回来 一到娇州 商人立即去副将府 跟徐彪详细讲了自己的见闻 徐彪听了又悲又喜 便要去寻找母亲 弟弟和妹妹 父亲担忧 大海滔滔 又是去夜叉国 一路险恶 极力劝阻他不要去 徐彪垂胸痛哭 非去不可 父亲劝阻不住 只得由他 徐彪便告诉了 焦州总帅 挑了两名健勇的士兵 乘船下了海 正赶上逆风 船行得十分艰难 在大海上颠簸了半个月 四周一望 只见海水茫茫 无边无际 再也分辨不出东西南北 忽然 一阵暴风吹来 波浪滔天 船被一下子打翻 徐彪落入水中 随着海浪 漂流了很久 被一个怪物拖上了岸 怪物带着他 来到一个地方 这里竟然有防射 徐彪醒了后 四下一看 一个像夜叉的怪物 站在自己身边 便用夜叉话询问 夜叉惊讶地反问他 徐彪告诉他 自己要去的地方 夜叉高兴地说 沃眉山是我的故乡 刚才太冒犯你了 你离开去沃眉山沟路 已经八千里了 这条路是去独龙国的 不去沃眉山 于是找了条船 送徐彪去沃眉山 夜叉在海水里推船急行 像箭一样快 瞬间已跑了一千多里 过了一夜 来到沃眉山北岸 徐彪见岸上有个少年 正在眺望着 茫茫无际的海水 徐彪知道 深山里没有人类 怀疑那少年就是弟弟 走近一看 果然不错 兄弟俩 手拉手痛哭起来 徐彪问起母亲和妹妹 少年回答说 都很平安康健 徐彪便想和弟弟 一起去寻找他们 弟弟阻止了他 自己一人急急忙忙地走了 徐彪转身想感谢 送自己来的夜叉 却见那夜叉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走了 不一会儿 母亲和妹妹来了 看见徐彪都哭了起来 徐彪告诉母亲 想接他们回去 母亲说 恐怕去了后 会被人家欺负 徐彪说 儿子在中国 非常荣华富贵 别人不敢欺负母亲 于是母子三人决意返回 但苦于正直逆风 难以行船 正在徘徊犹豫时 忽见船上的步番向南飘动 起了瑟瑟北风 徐彪大喜说 天助我也 四人一个跟一个上了船 北风很急 只用了三天 便抵达郊州岸边 四人一上岸 看见他们的人 以为是妖怪 吓得四处逃窜 徐彪便脱下自己的衣服 让他们三人 分着穿上了 回到家中 母叶叉见了徐某 怒骂不止 恨她当初回来 不跟自己商量 徐某连忙谢罪道歉 家里的人都来拜见主母 吾不下的浑身颤抖 徐彪劝母亲学说中国话 又让她穿紧衣 吃肥肉 母叶叉才高兴起来 母叶叉和女儿都喜欢穿男人的服装 像满族人的打扮 几个月后 渐渐会说中国话了 弟弟妹妹的皮肤 也逐渐变得白皙 弟弟叫徐鲍 妹妹叫叶儿 二人都很勇猛有力 徐彪 徐彪恥于自己不会读书写字 便让弟弟读书 徐鲍很聪慧 经史书籍 一过目就明白了 但他不想做一个只会读书的文人 徐彪便仍然让他练习拉硬弓 骑猎马 结果考取了武进士 娶了阿游机关的女儿为妻子 叶儿因为相貌奇异 没人敢向他提亲 正好徐彪部下 有个姓袁的守备赐了妻子 徐彪便将妹妹硬嫁给了他 叶儿能开百弹宫 百余部之外 用剑射小鸟百发百中 原守备每次出征 总是带着妻子 后来他一直升到同支将军 立下的功劳 多半出自妻子之手 徐鲍到34岁时 做了一个省的提督 母亲曾经跟着他难争 每次跟强敌对阵 母亲总是脱去铠甲 赤膊上阵 手持利刃为儿子接应 凡跟他接战的人 无不败地落花流水 后来皇帝要照封他为男爵 徐鲍急忙上书推辞 说明他是自己的母亲 皇帝才改封了他一个 夫人的称号 叶叶叉国的故事 到这儿就讲完了 聊斋致意 叶叉国的最后一段 原文是这样的 读来可以一笑 想必大家也都听懂了 意思是说 叶叉夫人真是稀罕事 然而细祥也不稀罕 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呀 也就是说 人人家里都有个厉害老婆呀 都说古代女子地位低 从这句话看起来 也不尽然呐 老韬 山西泽州有一个路灵豪杰 名叫行德 他善拉强攻 射连珠剑 被称为一时绝技 但是此人一生潦倒失意 运气不佳 不善于经营牟利 出门做买卖总是亏本 南北两京的大商人 却总是喜欢和他结伴 因为陆上的大商人 陆上有了他就不用害怕了 正值初冬时节 有两三个商人 借给行德一点钱 要他一同去贩运 行德也拿出自己所有的钱 准备做件大买卖 他有一个朋友很会算卦 就去问问吉凶 有人算了一卦说 这一卦是个悔字 你这次的生意 不但赚不了钱 怕是还要亏本 行德听了很不高兴 打算不干了 可那几个商人 抢拉着他匆匆上了路 到了京都 果然像挂里算的 赔了老本 腊月中旬 他单人匹马出了城门 自己想到来年身无分文 更加油门 这时 晨雾迷蒙 行德暂时走进路旁一家酒店 解下行装寻酒喝 看见一个白发老头 和两个少年在北窗下同桌喝酒 一个蓬松着满头黄发的同仆 在旁边伺候 行德在南边 面对老头坐了下来 那同仆给白发老头三人针灸时 不小心弄翻了菜盘 沾污了老头的衣裳 少年生了气 立刻狠揪同仆的耳朵 又拿起手帕给老头擦拭 这时 行德看见 同仆的拇指上套着半寸来厚的铁剑环 每一个剑环大约有二两多重 吃过饭 老头让少年从皮口袋中拿出银钱放在桌上 称称算算 约有喝数杯酒的功夫 才将银钱包裹起来 少年从牲口棚里 牵出一头瘸腿的黑螺子来 扶老头骑上 同仆也骑上一匹兽马 跟着出了门 两少年各自腰配弓箭 牵着马出了遍门 行德看见 老头有那么多银钱 眼馋得要冒出火来 酒也不喝了 急忙尾随而去 他看见老头与同仆 还在前面慢慢地走着 就离开大路 抄小路 鞋插到老头前面 气势汹汹地面对老头 带住马 张弓带射 老头俯身脱掉左脚的靴子 微笑着说 你不认识我老涛吗 行德拉满宫一箭射去 老头仰卧在马鞍上 伸出脚来 张开两个脚趾 像钳子一样夹住了飞箭 笑着说 就这么点本事 还用得着老头子 用手来对付吗 行德火了 使出他的绝招 前剑刚发 后剑又到 老头用手抓住一支剑 似乎没有防备他的连珠剑 后一支剑直射进他的嘴里 老头从马上跌落下来 嘴里含着剑直挺挺的躺在那儿 同仆也跳下马来 行德很高兴 以为老头已经死了 刚走到进前 老头吐出剑跳了起来 拍着巴掌说 初次见面 怎么这样恶作剧 行德大吃一惊 马也惊得狂奔起来 这才知道老头是个奇人 不敢再找老头的麻烦了 走了三四十里路 行德正碰上往京城押送财物的官差 便拦路抢劫了钱财 大约有千两左右 行德这才觉得得意起来 正在策马吉池 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 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个同仆 换成了老头的瘸腿骡子 飞驰而来 大喊 那男子别走 你夺取的东西 应该少分一点给我 行德说 你认识连珠剑行某吗 同仆说 刚才已经领教过了 行德以为 同仆其貌不扬 又无弓箭 容易对付 一连发了三箭 连续不断 如同群鹰飞冲 同仆却不慌不忙 手接住两只 嘴闲住一只 笑着说 这样的记忆 真丢死人了 你老子来得匆忙 没空找到工来 这箭也无用 还给你吧 说着 从大拇指上脱下铁环 将箭穿了进去 用手使劲一扔 呜呜风响 行德急忙用弓去拨箭 弓弦碰到铁环上 崩的一声断了 弓也阵裂了 行德吓坏了 来不及躲避 箭一穿过耳朵 不觉翻身掉下马来 同仆跳下马来 就要搜刮银两 行德躺在地上 鞠躬向同仆打去 同仆夺夺过弓 一折两段 又一折成了四段 扔到一边 接着就一只手 握着行德的胳膊 一只脚踩着行德的两腿 行德觉得 两只胳膊好像被捆住了 两条腿好像被压住了 用尽力气 也不能动一动 行德腰中 缠着两三层三指宽的带子 同仆用手一捏 那袋子随手断如灰烬 同仆搜取了银子 跳上瘸螺子 把手一举 说了声 莽撞了 急速而去 行德回到家里 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善人 他常常给人讲过去的这些事 毫不隐晦 这故事 和刘东山的故事 差不多 刘东山这个人呢 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刘东山 是明朝嘉靖时的人 字号连珠健 认为无人可敌 一天 他在途中遇到一个 黄山瞻力少年 带着一把弓 重二十斤 东山很害怕 少年结了东山的钱 才去了 东山从此以后就隐居卖酒 三年以后 那个少年来到了他的酒店 给了刘东山千金 这个故事在《出客拍案惊奇》当中 也有记载 连城 晋宁县有一个姓乔的书生 少年时就很有才气 但二十多岁了 依旧穷困潦倒 乔生为人正直 他有一个好朋友 姓顾 早年就死了 乔生经常接济 他的妻子儿女 本县县令 因为乔生的文章写得好 对他很器重 后来县令死在任上 家口滞留近宁 无法返回故乡 乔生便卖了自己的家产 卖了棺材 往返两千多里 把县令的遗体连同他的家人一起送回了家乡 因为这件事 当时的文人们更加尊重乔生 但是乔生却因此更加贫穷了 当时 一个姓史的举人 有个女儿叫莲成 精于刺绣 又知书达理 诗举人非常宠爱她 依次 诗举人拿出一幅女儿秀的眷秀图 征求年轻书生 旧图提诗 意思是要借此选个有才学的好女婿 乔生也做了一首诗献上 这首诗说 又提了一首诗 专赞这幅图秀的精妙 中花鸟自天成 当年知锦非常记 信把回文赶胜名 莲成见到这两首诗 非常喜欢 便对着父亲夸奖乔生的才华 但父亲嫌乔生太贫穷 不愿找这么个女婿 此后 莲成逢人就夸乔生 又派了个老妈子 假借父亲的名义 赠给乔生一些银两 作为他读书的费用 乔生感叹地说 莲成真是我的知己啊 对他一往情深 如饥似渴地想念他 不久 莲成跟一个名叫 王化成的延商的儿子定了亲 乔生才开始绝望起来 但仍然魂牵梦绕 无时无刻不想着莲成 不长时间 莲成便生了重病 卧床不起 有个从西域来的和尚 自称能治好他的病 但必须一前 男子胸上的肉 捣碎了配药 十几人派人去告诉王化成 王化成笑着说 傻老头 想叫我弯心头肉吗 把派去的人又打发回来 十几人便对人说 谁愿从自己身上割下肉 救我的女儿 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乔生听说 立即赶到使家 自己掏出把刀子 从胸上一刀割下片肉 交给了和尚 鲜血染红了乔生的衣服 和尚忙给他敷上刀上药 才止住了血 和尚用乔生的肉 活了三个药丸 给莲成分三天服下 病果然好了 十几人便想履行诺言 把莲成嫁给乔生 先去通知王化成 王化成大怒 要告状打官司 十几人害怕 便摆下宴席 将乔生请来 然后去出一千两银子 放在桌上说 我辜负了您的大恩大德 就用这些银子报答您吧 并对乔生讲了 毁约的缘由 乔生生气地说 我所以不吝惜心头肉 不过是为了报答知己罢了 难道我是卖肉的吗 说完 拂袖而去 莲成听说后 心里很不忍 托老妈子去劝慰他 并说 以他的才华 不会揪出人下的 何丑天下没有美女 我近来做的梦都不吉利 三年内必死 不必跟别人争我这个 泉下之鬼了 乔生告诉老妈子说 古人说 是为知己者死 我报答他不是为了他生得漂亮 我真怕连城未必真知我的心 如果真知 就是做不成夫妻又何妨呢 老妈子 盲替莲成表白了他的一片真情 乔生说 果然这样 我们相逢时 他若为我笑一笑 我就死而无憾了 老妈子回去不几天 乔生偶然出去 正好遇上连城从叔叔家回来 乔生看着他 连城也看见了他 只见他秋波颂情 微微的启齿一笑 乔生大喜说 连城真是我的知心人 过了不久 王妍商家来到史家 商议连城的婚期 连城听说后又病了 几个月便死了 乔生前去吊唸 痛哭一场也死了 世家把他抬回家中 乔生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也没有感到什么难过 一个人出了村 还想着再见见连城 远远望见 有条南北大路 路上的行人 像蚂蚁一样拥挤 他也走了过去 混杂在人群里 一会儿进入一座衙门 正好碰上他过去的好友 顾生 顾生看见他 惊讶地问 你怎么来了 说着就拉着乔生的手 要送他回去 乔生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说 我的心事还没了 顾生便说 我在这里掌管典籍 很受上司信任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一定尽力 乔生便向他打听 连城在哪儿 顾生领着他 串了很多地方 最后才发现 连城和一个 穿白衣服的女郎 泪眼婆娑地 坐在一条走廊的一角 连城看见乔生 急忙起身 像是喜出望外 略问了问 他是怎么来的 乔生说 你死了 我怎敢偷生世上 连城听了 哭着说 我这样一个 忘恩负义的人 你还不唾弃我 又以身训死干什么 我今生今世 不能跟你了 来生 我一定嫁给你 乔生回头 告诉顾生说 你有事就忙去吧 我觉得死了很快活 不想再活了 只麻烦你 带为查访一下 连城脱生到什么地方 我要和他一起去 顾生答应着走了 这时 那白衣女郎 问连城 乔生是什么人 连城便向他 讲述了往事 女郎听了 压抑不住 心中的悲伤 连城告诉乔生说 这姑娘 这姑娘与我同姓 小名叫宾娘 是长沙史太守的女儿 我们一路同来 出得很亲密 乔生打量了宾娘 见她哀伤七万的样子 十分惹人恋爱 正想再问什么 顾生已返了回来 向乔生庆贺说 我给你办妥了 就让小娘子跟你一起 还阳复生 好不好 两人听了都很喜欢 正想拜别顾生 宾娘大哭着说 姐姐走了 我去哪里 恳求您可怜可怜 救救我 我就是给您当仆人 也愿意 连城心里很难过 想不出办法 就和乔生商量 乔生转而哀求 顾生帮忙 顾生很为难 一口咬定 说不好办 乔生执意恳求 顾生才无可奈何地说 我去胡乱试试看吧 去了有一顿饭的功夫 便回来了 连连摆着手说 怎么样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宾娘听说 哀哀地啼哭着 依在连城的胳膊下 恋恋不舍 恐怕她马上就走了 三人相对无语 一筹莫展 再看看宾娘 那愁苦气上的样子 真让人心里发酸 顾生愤然而起 说 你们带宾娘一起走吧 真有罪责 我获上这条命 一人承担了 宾娘听了才高兴起来 跟着乔生一块出去 乔生担心她一人去长沙路太远 又没有办 宾娘说 我想跟你们走 不愿回去了 乔生说 你太傻了 不回去 见不着你的尸身 怎么能还阳呢 以后我们到了湖南 你不躲着我们 我们就很荣幸了 正好有两个老婆婆 拿着钩蝶要去长沙钩人 乔生便把宾娘托付给他们 然后撒泪而别 路上连城走不动 走一里多路就得歇息歇息 共歇了十多次 才看见本村的庄门 连城说 还阳后 恐怕我们的事又有反复 请你先去我家 索要我的遗体 然后我在你家重生 我父亲应当不会再反悔了 乔生认为很对 两人便先去乔生家 连城战战兢兢地走不动了 乔生站住等着他 连城说 我走到这里 禁不住浑身发抖 六神无主 真担心我们的心愿实现不了 我们还得再好好商量商量 不然我们活了后 可就又身不由己了 两人互相搀扶着 进入一间厢房中 过了很久 谁也没有说话 连城忽然笑着说 你厌恶我吗 乔生惊讶地询问 这是什么意思 连城害羞地说 恐怕我们的事不成 那就太辜负你了 请让我先以鬼身报答你吧 乔生大喜 两人极尽欢爱 因为不敢急忙还生 两人徘徊不绝 在厢房中一直待了三天 连城说 俗话说 丑媳妇终得见公婆 老师在这里忧愁担心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催促乔生 快去还阳 乔生一走到灵堂 猛然苏醒过来 家人非常惊异 给他喝了些汤水 乔生便派人去请石居人来 请求得到连城的尸身 说自己能让他复活 石居人大喜 听从了他的话 刚把连城抬进乔生家 一看 连城果然也已活了 连城告诉父亲说 女儿已把自己许给乔郎了 再没回去的道理 父亲如果不允 我只有再死 石居人回了家 便派了奴婢去乔家 供女儿使唤 王化成听说后 立即写了状子告到官府 官府受了王家的贿赂 江连城又判给了王化成 乔生愤满不堪 只想死去 但终究还是无可奈何 连城到了王家 气愤愤地不吃饭 只求快死 看屋里没人 便把带子悬到房梁上上了吊 被人救下后 隔了一天 病得越重 眼看就要死了 王化成害怕 把他送回了娘家 石居人又把他抬到乔生家 王化成听说后 也没有办法 只得作罢了 连城病好后 常常思念宾娘 想派个人烧信去 就便探望他 因为路太远 很难前去 一天 家人忽然进来 禀报说 门外来了好些车嘛 乔生夫妇迎出屋门一看 见宾娘已在院子里了 三人相见 悲喜交集 石太守亲自把女儿送了来 乔生将他请进屋里 石太守说 我女儿多亏你才能复生 她历史不嫁别人 现在我听从了她的意愿 乔生连忙叩头败谢 十几人也来了 还跟石太守续上了同宗 这个乔生明年 自大年 意识是说 奄然一笑地相知 于是一身相许 世上有人会说他吃 那田恒五百壮士 难道都是渔夫吗 这是因为 知欲的稀奇和珍贵 所以 闲人豪杰感恩戴德 而不能自已 看茫茫四海之内 因无知己 所以 有好多有才能的人 只能倾心于 峨眉一笑 真是可悲呀 货生 文庚有个姓霍的书生 与一个姓严的书生 小时候很要好 长大了经常开开玩笑 顶起嘴来 谁也不让谁 货生邻居有个老婆子 曾给延生妻子接过生 有一次 婆子偶然与货生妻子说起 延生妻子阴部 有两个肉流 货妻又告诉了货生 货生与同学们谋划好了 听到延生将要到来的时候 故意小声说 某某人的妻子 曾与我私通 众人感意不信 货生便捏造了始末情节 并且说 你们不信 我知道 她的音部有两个肉流 延生正走到窗户外 听得明明白白 反身便走 回家拷打她的妻子 妻子说 没有这回事 延生打得更厉害 妻子不堪其苦 就上吊自杀了 货生这才懊悔莫及 但又不敢向延生说明情况 后来 延期的冤魂夜夜哭闹 全家人不得安宁 没有多长时间 延生也忽然死了 鬼也就不哭了 此后 霍生妻子夜夜梦见一个女子 劈头散发地朝她大喊 我死得好苦啊 哪能叫你们夫妻欢乐 霍妻醒来就得了病 几天也死了 霍生也梦见一个女子 来指点着骂她 并且用手打她的嘴 醒了以后感觉嘴唇隐隐作痛 用手一摸高高肿起 三日后成了两个小肉瘤 成为顽固的症状 不敢大声说笑 一开口就疼痛难忍 又有一个故事 本县有一个姓王的书生 与同学某生要好 某生的妻子要走娘家 王生知道某妻骑的驴怕惊 他就预先藏在路边草丛里 等某妻骑着驴走过来时 他猛得出来吓驴一跳 某妻就摔倒在地上了 赶驴的是个小童 无力扶他上驴 王生就殷勤周到的 把某妻报复上驴 某妻也不认识王生是谁 王生洋洋得意 对人说 小童追驴气了 自己曾与某妻在路边草丛里私通 某妻穿的是什么袄 什么裤 说得清清楚楚 某生听后 非常羞愧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王生从窗缝中 看见某生一手持刀 一手扯着他妻子朝自己走来 满面愤怒凶恶之色 王生吓得跳墙就跑 某生在后面紧紧追赶不放 追了约两三里路 某生看看追不上王生 才回去 王生却因为极力快跑 肺液扩张 得了哮喘病 几年都治不好 汪世秀 汪世秀是卢州人 刚强勇猛 力气大的能举起几百斤重的石旧 他和他父亲都善于踢球 他父亲四十多岁时 过前趟江淹死了 又过了八九年 汪世秀有事去湖南 晚上停泊在洞庭湖 当时 圆月东升 成江如炼 正跳望时 忽见有五个人从湖中冒出来 带着一张足有半亩地大的席子 平铺在水面上 接着又纷纷摆出韭菜 成韭菜的气敏 发出一片温厚的摩擦碰动的声响 不像是陶瓷气敏 不一会儿 有三个人在席上坐下 另外两个人在一边伺候 坐着的三人中 一个穿黄衣服 两个穿白衣服 头上都戴着灶色的头巾 头巾高高的 后服脱下来 一直搭到肩背上 样式非常古老 月色迷茫 远远望去 看不清他们的面貌 伺候的两人都穿褐色衣服 一个像是铜仆 另一个像是老翁 只听黄衣人说 今晚月色极好 很值得我们痛饮一场 一个穿白衣的说 今晚的风景 大有广丽王在梨花岛百艳时的样子呢 三人互相劝咎 痛饮起来 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汪氏秀再也听不到了 给他撑船的船甲 吓得趴在那里 大气不敢出 汪氏秀又仔细看了看那老翁 相貌非常像已死去的父亲 但听他说话的声音 却又不是 二更将近时 三人中忽然有一人说 趁月光明亮 我们应该踢球为乐 就见那铜仆 从水中取出一个圆球 又一爆大小 球中像是注满了水银 表里透明 坐着的人都站起身来 黄衣人招呼老翁一块踢 那球被他们踢起 有一丈多高 光芒四射 直刺人眼 一会儿 直接那球腾空飞起 远远地飞过来 落在了汪氏秀的船上 汪氏秀不觉脚痒 飞起一脚 想把球踢回去 知觉那球异常轻软 这一下猛踢 似乎把他给踢破了 球飞起有几丈高 从破口处卸下一道荧光 犹如彩虹 犹如划过天空的彗星 一下子扎进了水里 接着水面冒出一阵气泡 球不见了 膝上的三人都发怒说 哪里来的生人 败坏我们的轻幸 老翁却笑着说 不错不错 刚才那一脚 正是我们家的流星拐踢法 白衣人怪他多嘴 称怒地说 我们都在烦恼 老奴怎敢讲笑话 快和小崽子 去把那狂人抓来 不然我就用锤子 砸断你的腿 汪氏秀见无路可逃 索性横下心 踢刀立在船头上 一会儿 见同仆和老翁 手持兵器冲了过来 汪氏秀仔细一看 那老翁果然是父亲 鸡猛大叫 阿爹 儿子在此 老翁大吃一惊 父子相对悲伤 同仆见状 立即反了回去 老翁说 儿子快藏起来 不然我们爷俩都要死了 话还没说完 那三人突然出现在船上 面都如黑漆 眼睛比石榴还大 一把就把老翁抓了过去 汪氏秀急忙奋力争夺 船被争得摇晃不止 烂绳一下子断了 汪氏秀挥刀向黄一人砍去 把他的胳膊砍了下来 黄一人腹痛逃窜 另一个穿白衣的向汪氏秀冲过来 汪氏秀又挥刀剁中他的头颅 扑通一声掉进水里 剩下一人也看不见了 汪氏秀正和父亲商量着 连夜乘船返回 忽然水面上冒出一张像井一样深的大嘴 四周的湖水哗哗地往里灌注着 喷喷地响 一会儿那大嘴又把水往外一喷 波涛汹涌 高阶星斗 湖里所有的船都颠簸起来 船上的人恐惧万分 汪氏秀见自己的船上有两个石骨 都有一百斤重 他便举起一个往那大嘴里投下去 激起雷鸣般的波涛 不一会儿 湖面渐渐平静 他又把另一个石骨投了下去 才风平浪静 汪氏秀怀疑父亲是鬼 老汪说 我本来就没死 在江上落水的十九人都被妖怪吃了 我因为会踢球才保住了性命 那些妖怪得罪了前唐江龙军 所以来洞庭湖避难 三人都是鱼警 刚才踢的就是鱼包 父子二人都为了团聚而高兴 连夜划着船走了 天明后 见船上有片鱼翅 有四五尺长 才醒悟 这就是夜晚被汪氏秀砍断的黄衣人的那条胳膊 商三观 诸葛城有一个叫商氏宇的读书人 因为酒醉后开玩笑 触犯了本县的一个富豪 被富豪指使家奴殴打了一顿 刚抬回家中就死了 商氏宇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商臣 二儿子叫商礼 还有一个女孩叫商三观 才十六岁 本来三观马上就要出嫁了 现在因为父亲去世 把婚事给耽搁了 他的两个哥哥去告状打官司 打了一年也没有打出个结果来 三观的婆家人便派人拜见他母亲 商量着请女家迁就一下 将三观尽快从简嫁过去 母亲也准备答应 三观知道后就去见母亲说 哪里有父亲尸骨未寒就办喜事的道理 难道他家就没有父母吗 婆家听了这话很惭愧 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不久 三观的两个哥哥没打赢官司 含冤复屈地返回家来 全家人悲愤不堪 商臣商礼还打算保留住父亲的尸体 以便作为日后再上告的证据 三观劝阻说 人被杀死了 官府却不受理 可知道这是什么世道了 难道老天会专为你们俩生一个阎罗包公吗 让父亲的尸骨长久暴露在外 于心何忍呢 两个哥哥觉得妹妹的话很有道理 只得将父亲埋葬了 丧事办完 三观突然在一夜失踪了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母亲又着急又害怕 唯恐他婆家知道 也不敢告诉亲戚邻居 只是嘱咐两个儿子 暗暗查访他的踪迹 将近半年 三观仍然不见人影 依此 打死伤势雨的那个富豪 正赶上寿臣 叫了几个戏子来演戏庆寿 戏子领头的叫孙纯 带着两个徒弟 一个叫王成 姿色平平 但唱得清脆动听 大家纷纷叫好 另一个叫李玉 相貌秀丽温雅 像个漂亮的女子 有客人叫他唱歌 他推辞说不会 再三要他唱 他才唱了些 掺杂着本地歌谣的 土腔土调 客人们哄堂大笑 乱糟糟的鼓起掌来 孙纯非常惭愧 禀告主人说 我这弟子跟我学艺不久 还不能唱 只能做些真酒之类的事 请不要见怪 便命李玉真酒 李玉往来伺候 很会看主人的意思 给客人真酒 富豪大为高兴 等酒席撤下 客人散去后 便留住李玉 要和他同床共枕 李玉替富豪扫了床 又替他脱了鞋子 殷勤侍奉 富豪大嘴中 不断说些挑逗的话 他也只是微微地笑着 富豪更加神魂颠倒 把仆人们全部赶走 只留下李玉 李玉见仆人们都走了 便关上门 插上门栓 仆人们也都到别的屋子里 喝酒去了 不一会儿 有个仆人听见 富豪卧室内 传出一阵奇怪的咯咯声 忙过去偷偷往屋里 看了看 见屋内漆黑一团 无声无息 心想 没什么事 刚转过身 想要走开 呼听屋里 砰的一声大响 像是悬挂着的重东西 断了绳子 掉到地上 发出的声音 仆人们急忙 向屋里问了两声 静静的 也没一点回答 仆人急忙叫众人 撞开门冲进去 只见 主人的脑袋和身子 已经分了家 李玉也自己掉死了 因为吊着他的绳子断了 所以尸体掉到了地上 房梁上还残留着 一截绳子头 众人大惊失策 急忙通知富豪家里人 大家都聚集到一起 谁也猜不透 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把李玉的尸体 搬到院子里 一抬起来后 觉得他鞋内空空的 像没有脚一样 脱下鞋一看 只见一弯小脚 才知李玉原来是个女子 大家更加惊骇 叫过孙纯来 仔细盘问 孙纯早已吓得魂不附体 不知说什么才好 只是说 李玉一个月前 才投奔我做弟子 这次他自愿跟来 给主人庆寿 我实在不知道 他是从哪儿来的呀 众人见李玉身穿丧服 怀疑他是商家的刺客 便命两个人 暂且看守住尸体 好去官府上告 女子虽然死了 面貌仍然栩栩如生 用手一摸 身上还是温暖的 这两个看守的人 动了邪念 商量着要兼尸 其中一人抱起尸体 正转动着 想解开他的衣服 忽然脑后像被什么东西 猛砸了一下 嘴一张鲜血狂喷 片刻就一命呜呼了 另一人大惊 急忙告诉了众人 众人听了又惊又惧 不由得把李玉的尸体 看作是神明一般 富豪告到郡里后 郡守便将商城商礼 拘去了审讯 两人只是说 我们不知道这事 妹妹逃走后 到现在已经半年不见人了 郡守便带了他们二人去验尸 死者果然是伤三观 郡守很感惊奇 便判决商城商礼 将妹妹的尸体领回埋葬 并勒令富豪家 从此以后 不得跟商家为仇 意识是说 家有女欲让却不知道 这两兄弟真是愧为大丈夫 而三观的为人 就是荆轲在世 恐怕也会自愧不如 何况是世上那些庸庸碌碌之辈呢 愿天下归中的女子 买来丝线 绣出三观的模样 那么她们的功德 则不逊于供奉官帝呀 聊斋之意原文中说 家有女欲让而不知 那么女欲让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女欲让意思就是女刺客 欲让是春秋时晋过的人 他投奔到智伯门下 智伯对他很好 后来智伯被人所害 欲让就妻身为利 吞炭为哑 把漆涂抹在脸上身上 以至脸上身上都长满了毒疮 吞下火炭 使声音变哑 自毁形象为智伯报仇 可惜没有成功 于是就自杀了 鱼江 乡里有个叫鱼江的 他父亲夜里睡在地头上 被狼吃了 鱼江当时只有16岁 失到父亲一溜下的邪 痛恨得要死 夜里等到母亲睡着了 他偷偷地拿着铁锤 来到父亲睡觉的地头上 希望能为父亲报仇 不一会儿 一只狼来了 狼迟疑徘徊地袖着鱼江 鱼江一动也不动 不多时 狼咬着尾巴扫鱼江的额头 渐渐又低头舔鱼江的大腿 鱼江仍然一动不动 狼欢跳着直扑上前 要咬鱼江的脖子 鱼江急忙用铁锤 猛击狼的脑袋 狼立刻被打死了 鱼江起身 把狼放在草丛中 不多时 又来了一只狼 同前面那只狼一样 又被鱼江打死了 鱼江一直烫到半夜 再没有狼来 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见他父亲告诉他说 你杀了这两只狼 足以劫我的恨了 但领头杀我的狼 鼻子是白的 死了的这两只都不是 鱼江醒了 继续躺在原地等着 天亮了 没有狼再来 鱼江想把那两只狼 拖回家 又恐怕吓着母亲 就把狼扔到枯井里 自己回去了 到了夜里 鱼江又来到田间 还是没有狼来 就这样 过了三四夜 鱼江正睡着 忽然来了一只狼 咬住他的脚 拉着他走 走了几步 鸡针刺进鱼江肉中 石头抹上了鱼江的皮肤 鱼江就同死了一样 狼就把鱼江放在地上 想要咬他的肚子 鱼江猛然挥起铁锤 朝狼打去 狼被打倒了 接连又打了几锤 狼才死了 鱼江仔细一看 真是只白鼻子狼 鱼江非常欢喜 背着死狼回了家 这才把报酬的事 告诉母亲 母亲哭着 跟着鱼江到田间 果然从枯井中 找到两只死狼 腾县有个叫赵旺的人 夫妻二人都信佛 不吃荤 被村中的人看作善人 家中过着小康生活 他们有个女儿叫小二 长得聪明美丽 赵旺夫妻爱如长上明珠 小二六岁时 就让他与哥哥赵长春一起 跟老师读书 五年的功夫 熟读了五经 同学中有个姓丁的学生 自紫阳 比小二大三岁 长得风流潇洒 文采也很好 他们二人互相爱慕 丁生私下告诉母亲 向赵家提亲 而赵旺想让女儿找个有钱的大户人家 所以没有答应这门亲事 过了不多时 赵旺参加了白连教 徐洪如造反后 一家人都成了贼寇 小二知书善解 对剪纸作马 撒豆成冰的法术 都能一见就通 有六个小女孩跟徐洪如学艺 唯有小二学得最好 因而很快学到了徐的法术 赵旺也因为女儿学的武艺好 而得到了重用 这时 丁生已经十八岁了 在县里种了秀才 一直没有成亲 因为他心里忘不了小二 一天 他忽然从家里逃了出来 偷到徐洪如部下 小二见了很高兴 对丁生特别好 小二是徐的高徒 在徐部主持军务 日夜忙碌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常见 可他与丁生 每晚都在一起谈话 并且谈话时 将仆役都打发走 每每谈到夜里三更多天 有一次 丁生私下对他说 我来这里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小二回答说 不知道 丁生说 我不是为了想出人头地 我所以来 实在是为了你 白脸教本是左道旁门 无济于事 只能是自取灭亡 你是聪明人 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若能跟我走 就不辜负我找你的这份心意了 小二听了 黯然地思索了一会儿 心里如梦初醒 他对丁生说 咱们背着我父母走了 实为不义 咱们去告诉他们 于是二人到了赵旺夫妇处 向他们说明厉害 可赵旺不觉悟 还说 我师父是神人 绝不会错 小二知道不能再劝了 就把辫子梳成小计 拿出两个纸鸢 与丁生每人齐一个 纸鸢慢慢展开双翅 像比翼鸟一样 双双飞走了 天明来到来武帝界 小二用手碾一下鸢脖子 二人就双双着了地 他们收了鸢 换起两匹驴 一路小跑奔驰到山里 假装是来避难的 练了房子住下了 二人逃走时 因为比较匆忙 带的衣服不多 柴米也没有 丁生很是犯愁 像邻居家妾 也没有人肯借给 然而 小二却面无愁容 只是卖簪子 耳环等首饰度日 二人闭门静坐 互相猜灯迷 背诵过去学过的书 一度输赢 论高低 谁输了 谁就被对方用手指打板子 他们住的西林 是个姓翁的人 是个陆林好汉 一天打猎回来 被小二看见了 对丁生说 这个人很富 我们愁什么 咱借他一千两银子用用 不知肯借不肯借 丁生认为不好办 小二说 我要让他自愿拿银子出来 他就捡了个纸判管 放在地上 盖上个鸡笼子 然后拉着丁生上了床 摆上存下的一点酒 拿出礼记来行酒令 随便说书上第几册 第几页 第几行 然后翻书简阅 如果这一行是十字旁 水字旁或有字旁 就喝一杯酒 若是酒字不 就加倍喝 小二正好翻到酒人 丁生就以大杯珍满 给小二喝 小二助导说 我若是能借来银子 你就得饮不 丁生一翻书得憋人 小二大笑着说 事情成了 针上酒拿给丁生 丁生不服 小二说 你是水族 应该和憋一样喝酒 正在互相喧闹间 胡听鸡笼里嘎嘎有声 小二说 来了 打开鸡笼一看 下面满满一袋银子 丁生又惊又喜 后来 翁家一个妇女抱着孩子来串门 偷着说 我家主人刚从外边回来 垫上灯才坐下 就见地上忽然裂了一道缝 深不见底 一个判官从缝里出来说 我是地府的官吏 泰山君召集阴曹官吏 造恶人名录 需要银灯一千架 每架用银子十两 你施舍一百架 就能消除你的恶行 我家主人害怕已急 叩头烧香 捐上一千两银子 判官才回去了 地上的缝也合起来了 丁氏夫妻听了 故意装得非常诧异 自此以后 丁氏夫妻渐渐购买牛马 雇佣丫鬟仆人 自己新盖了房子 本村的一帮无赖之徒 见他们一下子富起来 就纠集一伙坏人 跳墙进了丁家抢劫 丁氏夫妇从梦中醒来 点着碾子一照 贼已满了屋子 两个贼捉住丁绳 一个贼伸手 向小二怀中乱摸 小二赤着身子起来 用手一直说 别动 别动 就见贼寇十三人 都吐着舌头 呆若目击 一动也不能动 小二这才穿上衣服下床 招呼众家人来 把盗贼一个一个都绑起来 逼他们招供了罪行 小二于是责备盗贼说 我们是从远处来这里避难的 希望大家互相帮助 为什么你们竟不仁不义到这种地步 人都有一时富裕贫穷的时候 日子困难的不妨明说 我岂是那种适财如命的守财奴 按你们的这种豺狼行为 本应该都杀掉 可是我心里不忍 暂时先放了你们 以后要是再犯 定杀不饶 盗贼们叩头谢恩而去 小二与丁生在这里住了不长时间 徐洪如就被官府擒住了 赵旺夫妇也被株连杀害 丁生帮助小二带了银子 去官府赎回哥哥赵长春的小孩 这孩子当时才三岁 丁生把他当自己的儿子来抚养 改姓丁叫丁成挑 于是这村中的人 渐渐知道丁是一家 是白莲教的遗属 这年正遭蝗灾 小二捡了几百只纸鸢 放在自己地里 吓得蝗虫都飞不进他的田里 免了一场灾难 村中的人都极恨他们 向官府告发 他们是徐洪如的渔党 官府见丁家很富有 想敲诈他们 就把丁生抓起来 丁生拿钱重重贿赂县官 才免了灾 小二说 咱们的钱来得不太明白 可以散散财 但这里的人心如蛇血 不能久住 因此 他们就建价变卖了家产 搬到异都西边去住 小二为人心灵手巧 会过日子 经营家业比男人还强 他们开了个流利厂 雇了工人 小二亲自教他们制作技术 他们生产的玻璃灯具 样式奇巧 色彩编纷 其他厂子都比不上 因此 他们生产的货 虽然价钱高 可还是卖得很快 几年后 丁家就更豪富了 小二管理工人很严格 几百人干活 没有敢偷懒的闲人 小二工作之余 经常与丁生品茶下棋 或者以看史书为乐 家里的财务收支 及奴婢仆人的工作 小二都是每五天检查一次 检查时 他手里拿着 寄工作数量的筹子 丁生拿着点名策点名 对勤快的进行奖赏 多少不等 对懒惰的当众打板子 或者罚贵 检查的这天 全体放假休息 晚间不干活 小二与丁生招呼奴婢 唱离曲饮酒作乐 小二明察秋好 没有人敢欺骗他 奖赏时又超过工人的劳动 所以事事顺利 村中二百多户人家中 有个别穷的 小二就酌情帮助他们些资本谋生 所以这村里没有无业游民 有一年大旱 小二命人在野外设坛 夜里坐到坛上 做起法术 就下了大雨 五里以内雨水充足 人们更感到他的神奇 小二出门从不遮面孔 村里人都认得他 有的少年聚起来议论他长得漂亮 但见到他时都肃然起敬 没有敢仰头直视他的 每年到了秋天 村中的童子不能干重活的 小二都给孩子钱 叫他们去采野菜 二十年积了一阁楼 村里的人都笑他 可是后来山东发生了灾谎 饿得人吃人 这时小二拿出野菜来 掺上粮食给人吃 连进村的人都得了酒 没有到外地去逃荒的 意识是说 小二的所作所为 乃是天赋使然 并非后天努力可成 但是如果不是丁生一眼点拨 恐怕早已横死许久 由此观之 世上拥有不是才华的 但是误入匪盗虎狼之中 而丧命的应当不少 谁知道 小二的同学六人中 没有和他才华相匹的呢 让人遗憾 没有遇到丁生那样 点化他们的人呢 庚娘 金大用是中州旧官宦人家的子弟 娶的是犹太守的女儿 名叫庚娘 长得既美丽又贤惠 夫妻俩感情很深 那时正是兵荒马乱的年头 金大用一家远离故乡 到南方讨难 路上遇到一位少年 也带着妻子逃难 自称是扬州人 名叫王十八 愿意在前面引路 金大用很高兴 两家人便同行同住 这天到了一条河边 庚娘偷偷告诉金大用说 不要和他少年同乘一条船 他总是盯着我看 眼珠乱转 神色不正常 好像心术不正 金大用答应了 王十八殷勤地雇了条大船 帮着金家搬运行李 忙忙碌碌 非常周到 金大用不忍拒绝他的好意 又想到他还带着少妇 不该有什么问题 少妇与庚娘住在一起 看上去也很温顺和气 王十八坐在船头上 同船家亲近地说着话 好像是早就认识的亲朋好友 不多时 太阳落山了 辽阔的水面一望无际 分不清东西南北 金大用看到四周荒凉险恶 心中很是疑惑 船行了一会儿 月亮升起来了 只见到处是芦苇 船停下后 王十八邀金大用父子 到船头望望风景 趁机就把金大用推下水去 金大用的父亲看见 刚要呼喊 船家用膏 一下把他打落水中 金母听到声音出来查看 又被打下船去 王十八这才喊救人 刚才金母出来时 羹羊在后边 一觉察到刚才发生的事 听到一家人都掉进河里 也不惊慌 只是哭着说 公婆都淹死了 我到哪里去呢 王十八进来劝他 娘子不要忧虑 请跟我到南京去吧 我家有房子有地 很富裕 保你吃穿不愁 庚娘 指住泪说 要能这样 我就满足了 王十八非常喜欢 一路殷勤地伺候庚娘 到了晚上 王十八拉住庚娘求欢 庚娘假托来了立架 王十八就到少妇那里睡了 天江出庚 只听王十八夫妇吵了起来 也不知什么原因 只听到女的说 你办这种事 怕雷霆会劈碎你的头 王十八就打那女人 女的喊起来 死了算了 实在不愿给杀人贼当老婆 王十八吼叫着 把女人拖出船舱 只听咕咚一声 接着就听到喊 妇人落水了 过了几天 到了南京 王十八领庚娘回到家 上堂拜见母亲 王母惊讶 不是原来的媳妇了 王十八说 原先的媳妇 掉到水里淹死了 这个是新娶的 回到房里 又要亲近庚娘 庚娘笑着说 三十多岁的男人了 还不懂这人情世世吗 普通人家成亲 还得喝一杯宝酒呢 你家中这么富裕 当然不难办到 如没有几分酒意 草率行事 成什么样子 王十八很高兴 置办了酒席 两人对坐饮酒 庚娘拿着酒壶 殷勤地劝酒 王十八慢慢有些醉了 推辞不喝了 庚娘换了大碗 媚笑着 抢要她喝 王十八不忍拒绝 又喝了下去 不禁憨然大醉 脱了衣服 睡到床上 催促庚娘快睡 庚娘撤了灯竹 借口小姐 走出房门 拿了把刀进来 墨黑来到床前 伸手摸 王十八的脖子 王十八还抓着 庚娘的胳膊 说着亲热的话 庚娘用力 一刀砍下去 没把她砍死 王十八叫着 要爬起来 庚娘又砍了一刀 王十八这才死了 王母好像听到响声 过来问出了什么事 庚娘把她也杀死了 王十八的弟弟 王十九发觉了 庚娘知道不免一死 立即挥刀自杀 可是刀刃卷了 砍不进去 他便打开门 跑了出去 等王十九追出来 他已经跳进池塘里了 十九急忙呼告邻居 把庚娘捞上来 剑已经死了 但面色端庄艳丽 依然同活着一样 大伙一同检验了 王十八的尸首 看见窗上有一封信 打开一看 原来是庚娘写的 信里详细讲述了 她全家的冤情 大家都认为 庚娘是个猎女子 商量好脸钱给她出病 天亮后 来看的人有好几千 见了庚娘 各个敬佩 人人朝拜 一天的时间 就连得了上百两银子 好心的人们 为她买了珠冠袍 金银首饰 上等棺材和很多随葬东西 把她葬在了南郊墓地 当初金生被推入水中后 幸亏浮在一块木板上 才大难不死 天亮时飘到淮河上 被一条小船救上来 这条小船是富户尹老汉 专门为搭救落水遇难的人 设置的 金大用清醒后 去登门拜谢 尹老汉优厚地代称他 要留下他教自己的儿子读书 金大用因为不知道亲人的消息 想前往探访 所以拿不定主意 是走是流 这时听说 捞上来了淹死的老头和老妈妈 金大用疑心是自己的父母 急忙跑去看 果然不错 尹老汉带他买了棺木 金大用正在哀伤痛哭 又听说 救了一个落水的女人 自称金大用是他丈夫 金大用擦干眼泪 惊疑地跑出去 那女子已经来了 并不是庚娘 而是王十八的妻子 向着金大用大哭起来 请求收留他 金大用说 我心绪已乱 哪有心思替你打算 女子哭得更厉害了 尹老汉问明缘故 说这是老天的报应 劝金大用收留这女子为妻 金大用借口扶桑 况且还打算报仇血恨 怕有家是累赘 那女人说 如果像你说的 要是庚娘还活着 你也会为了报仇 而抛弃她吗 尹老汉觉得这女子 说话在理 就提出 暂时代金大用 收留这女人 她勉强应允了 大用埋葬父母时 那女人披麻带笑 哭得非常悲痛 如同死的是自己的公婆 办完丧事 金大用怀揣利刃 手托贩拨 要去扬州报仇 女人劝她说 我姓唐 祖籍是南京 和那个强盗是同乡 以前她说是扬州人 都是骗人的 况且江湖上的水扣 多半是她的同党 你这样去 怕是报不了仇 还会惹祸 金大用 听她一说 犹豫不定 突然有一天 传来了猎女子杀人 报仇的事 这事在沿河一带流传很广 性慎名髓非常详细 金大用听了很痛快 但知道羹羊死了 也更加悲痛 就此谢唐氏说 幸亏我没有做如你的事 我家有这样的猎女子 怎能忍心付她另娶呢 唐氏以她们先前已有夫妻之约 不肯中途离开 愿以做妾 正巧有个姓袁的傅将军 同尹老汉交情很深 路过这里西去 前来看望尹老汉 见到金大用 非常喜爱 请他当了军中的书记官 过了一阵子 流寇造反 袁将军立了大功 金大用 因为参赞军务有功 备受邮记官职回来 这时他才和唐氏成了亲 过了几天 金大用带上唐氏去南京 准备去给羹羊扫墓 刚过镇江 要登金山 船到江心 忽然有一条小船过来 船中有一个老妈妈和一个少妇 金大用精仪 那少妇很像羹羊 小船急迟而过时 那少妇从窗中窥看金大用 神情更像羹羊 金大用精仪又不敢追问 急忙呼喊说 看那鸭子飞上天去了 少妇听了也呼喊说 蝉狗想吃猫腥吗 这是当年闺房内 夫妻俩开玩笑的话 没有外人知道 金大用大惊 回船追尽 仔细一看 果真是羹羊 丫头扶羹羊到这边船上 两人相抱大哭 同船的人也跟着伤感不已 唐师以狄七里拜见羹羊 羹羊惊奇地询问 金大用才仔细地述说了原由 羹羹羊拉着唐师的手说 同船时一席话 心中常常忘不了 想不到成了一家人 多亏你带我葬了公婆 我应当首先谢你 哪能以这种礼节相见呢 于是 以年龄论 唐师小羹羊一岁 二人便以姐妹相称 原来羹羊被埋葬以后 自己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忽然听见一人喊他说 羹羊 你丈夫没死 还应当重新团圆 接着就如同从梦中醒来 用手摸摸四面全是墙壁 这才醒悟自己是被埋葬了 只觉得闷得慌 也没有什么痛苦 当地有几个恶哨 发现羹羊的陪葬物丰富 挖棺破坟 正要搜阔 见羹羊仍然活着 双方既惊又怕 羹羊害怕他们害自己 哀求说 幸亏你们来 才使我又见天日 头上的首饰 你们全都拿去 请你们把我卖到安里当尼姑 也可以得几个钱 我不会把这事告诉别人 盗墓的叩头说 娘子是真烈女子 神人都敬佩 小人们不过是贫困没有办法 才干这见不得人的事 只要你不说 我们便感恩了 怎么敢卖你为尼呢 羹羊说 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事 另一个盗墓地说 镇江有个耿夫人 一人守寡没有子女 如果见到娘子 一定会很高兴 羹羊谢过他们 自己摘下珠宝首饰 全都给了他们 盗墓人不敢收 羹羊再三给他们 才败谢收下来 接着 雇了车船 把羹羊送到了 耿夫人家 假说 是乘船遇风迷路 耿夫人是个大户 守寡一人过日子 见了羹羊非常喜欢 把羹羊当作亲生女儿 刚才是母女二人 从金山回来 羹羊把自己的经历 讲述了一遍 金大用就过船去 拜见耿夫人 耿夫人像对亲女婿一样 款待她 邀金大用到家中 留住了好几天才走 从此以后 两家来往不断 意识是说 大的灾变在前 苟且而淫就可以生 真烈的却只能死 活着的人 恨得眼眶瞪裂 死去的 使人挥泪悲伤 至于像谈笑不惊 手刃仇忍 千古大丈夫中 恐怕也难找到 与之相匹敌的人 谁说女子 就不能同英烈男子 并驾齐驱呢 公孟毕 柳芳华是河北保定人 家中财产在乡里属第一 他为人慷慨好客 家中常有百食客人 他常疾人之所疾 为朋友解救困难 往往千禁不息 朋友们向他借钱 也很少有归还的 我有一个宾客 名叫公孟毕 是陕西人 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请求 但他每次来到柳芳华家 一住就是一年 这人性格潇洒 谈吐文雅 柳芳华和他相处的时间最多 柳芳华有个儿子叫柳和 当时年纪很小 称公孟毕为叔叔 公孟毕也很喜欢 和这孩子一起玩 每逢柳和自私塾回来 他们就揭开地上铺的砖 把石子埋进去 假装埋金子 以为游戏 家中的五所房子 几乎全都埋遍了 众人笑公孟毕 像孩子一样的稚气 唯独柳和喜欢他 和他亲近 就这样过了十多年 柳家的财产慢慢地用空了 供不起这众多 食客朋友的需求 于是客人们逐渐地离去 然而在柳家 十余人的宴会 通宵打蛋 还是常有的事 柳芳华到了晚年 家境越来越难以知 只好出卖土地得几个钱 以备饭菜招待客人 柳和也挥霍 学着他父亲结交小朋友 柳芳华看到也不禁止他 不久 柳芳华病死了 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 柳芳毕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钱来 为柳芳华办理的丧事 柳和更加感激 柳芳毕的恩德 家中无论事情大小 都委托给他 柳芳毕每次从外边回来 袖子里必定带些碎瓦片 进了屋 就扔到阴暗的屋边角落里 别人不理解他的用意是什么 柳和经常与公孟毕 谈起家中的贫苦 公孟毕听了对他说 孩子 你现在还不知道 真正受苦的滋味 不要说没有钱 就是给你一千两金子 你也会马上花光的 男子汉所愁的是不能自立 愁什么贫穷 一天 公孟毕告辞回家 柳和流着眼泪 嘱咐他早些回来 公孟毕答应了就去了 从此以后 柳和家逐渐穷得不能自己 家里的东西也卖完了 天天盼望着公孟毕回来 替他料理一下家事 但公孟毕一走 毫无音信 从前 柳方华在世的时候 为柳和定了一门亲事 是无极限皇室 也是一个大户人家 后来 皇室听说柳家如今一贫如洗 暗地里就有毁婚的念头 柳方华去世 给皇家送去复告 皇家也没来调研 而柳家只认为是路远 就原谅了他 柳和首校三年期满 母亲就让他自己到皇家 定下完婚的日期 希望得到皇家的同情与照顾 但是到了皇家 他的岳父听说 柳和穿着破衣烂衫 鞋子有了洞 就告诉门人 不要放柳和进来 并让门人转告他说 回去筹划一百两银子 可以再来 不然的话 从此就断绝这门亲事 柳和听了这话 痛哭流涕 皇家对门的一位 刘老妈妈 看了很可怜他 就留他在自己家里吃饭 送了他三百个铜钱 劝慰着让他回去 柳和回到家后 母亲很气愤 但也没有别的法子 他想起过去交往的宾客中 十个里有八九个 借过他们家的钱 但都没有归还 就让柳和去找几家 富裕的人家 向他们求助 柳和说 过去和我们交好的人 都是为了我家的钱财 假若儿子乘坐四马高车 去借一千金也不难 眼下穷到这样子 谁还去想 过去带他的好处 而且父亲当初借钱给人的时候 也从没立过字句 或者找过中间宝人 去讨债也没有凭据啊 母亲坚持一定让他去 柳和只好去试试 结果讨了二十多天 一文钱也没讨到 只有一个戏子李四 从前受过柳家的恩惠 听到他们眼下的情况 赠送他一两银子 母子两人大哭一场 从此也就绝了讨债的念头 黄家的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 听说父亲拒绝了柳和的婚事 心里很不以为然 父亲要把他改嫁给别人 女儿哭着说 柳郎并不是天生就穷的命 假如他现在比以前还富几倍 谁又能把他从我们手中夺去 现在因为他穷了 就抛弃了他 我们怎能如此不仁不义呢 黄老头子心里很不愉快 婉言劝解殉道 女儿始终不改变自己的主意 黄老头子与老婆子都生气了 一天到晚责骂女儿 女儿也全然不放在心上 过了不久 黄家夜间遭到强盗的抢劫 夫妻两人被刨落得几乎死去 家中的财产也被抢得荡然一空 时间慢慢的又过了三年 黄家的家境更加领络下来 这时有一位西方来的商人 听说黄家的女儿很漂亮 愿意出五十两银子的聘礼 黄氏贪图这笔钱财就答应了 向强迫女儿嫁给她 女儿得知了他们的阴谋 就把身上的衣服撕毁 把面孔涂得黑黑的 趁着黑夜逃出家门去找柳和 一个单身女子沿途乞讨 一路担惊受怕忍饥挨饿 足足走了两个月 终于到了保定 她打听到柳和家的住址 就直接到了柳和家 来开门的是柳和的母亲 以为她是讨饭的人 就大声呵斥她 让她走开 黄氏女哭了起来 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柳和的母亲拉着她的手 也流着泪说 孩子 你怎么这副样子 黄氏女又凄惨地 告诉了前因后果 讲罢 母女两人抱头大哭 接着就给她灌洗沐浴 沐浴之后 看到黄氏女 面容光泽娇艳 眉目意义有神 柳和与她母亲都很高兴 然而 一家三口人 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母亲流着泪说 我母子二人本应如此 可怜的是你这贤德的媳妇 也跟着我们受苦 媳妇笑着安慰她说 媳妇沿途讨过饭 很知道讨饭人的近况和滋味 现在有了自己的家 回过头去看看 已经觉得有天壤之别了 柳和的母亲听了这话 也就笑了 一天 媳妇走进一间空闲的屋子 地上杂草丛生 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 她慢慢地走进内间 只见里面积满了灰尘 在黑暗的片屋角堆积着东西 用脚踢一踢 硬硬地拾起一看 竟然全是银子 她惊喜地告诉柳和 柳和同她一起去看 原来就是在柳和小时候 公孟毙抛弃的碎瓦砾 现在都变成了银子 柳和因而想起 孩童时 与公叔叔在屋里埋的石子 是否都是银子呢 可是那屋子 现在已经点给别人 她急忙熟了回来 在断砖残缺处 所埋的石子 都明显地露出来 狠觉失望 挖开别的砖一看 光灿灿的银子 都摆在那里 转眼间 柳和就成了百万富翁 从此以后 柳和赎回了自己的田产 购买了奴仆 门庭的繁华 超过了往日 柳和自己发愤说 我若不能自立 就辜负了公叔叔的期望 于是严格要求自己 苦读三年 考中举人 他就带着银子 到无极限 感谢刘老太太 柳和穿着鲜艳华丽的衣服 光彩夺目 跟从着剑仆十余人 各自骑着标状的马 柳老太太 只有一间狭窄的屋子 柳和就坐在床上 人马轩腾 充满了狭小的巷子 黄老头自女儿逃走后 那个商人 就逼着他退还聘利 可是那五十两银子 已经用去了一半 他只好卖掉了房子 偿还债务 所以穷困潦倒 就和柳和当年一样 听到过去的女婿很显赫 只有闭门叹气 柳老太太买酒买菜 款待柳和 顺便说起 黄氏女很贤惠 并且惋惜 她现在已经逃走 又问柳和 娶了妻子没有 柳和说 娶了 吃把饭 她定要留老太太 到自己家看看新娘 便用车子载着 一同回去 到了柳家 黄氏女穿戴着华服盛装 出来迎接 氏女们前后簇拥着 活像一位天仙 见面后 刘老太太认出了她 不由大吃一惊 相互续谈了往事 黄氏女 询问了父母的情况 一连数日 主人热情款待 刘老太太 并且给她做了好衣服 上下焕然一新 才让人把她送回家 刘老太太 到家后 就到黄家 报告她女儿的消息 并且转达了 他们女儿的问候 黄氏夫妇大吃一惊 刘老太太 劝他们去投靠女儿 他们很绝难为情 由于家境败落 动恶男人 不得已才到保定 到了女儿门前 只见门楼高耸 很有气势 守门的人 瞪着眼睛看着她 整整一天 也不给通报 后来 看到一位妇人 从里面走出来 黄老头陪着笑脸 低声下气地 说明了自己的性命 请她偷偷地 告诉女儿 妇人一会儿出来 把她引到一间耳房里 说 娘子很想拜见您 但又怕郎君知道 请您稍后 等待机会 你老人家 什么时候来到此地的 是否饿了 黄老头说明 自己的苦楚 妇人送来一壶酒 两盘菜 放在桌上 又赠给五两银子 说 郎君正在房中请客 娘子恐怕来不了 明天早晨 你应当早早离开这里 不要让郎君得知丰盛 黄老头点头称是 第二天早晨 他早起打电行李 准备出去 可是 大门上的锁还未开 他只好在大门洞中 坐在行李上 等待开门 忽然听到有人喧哗 说主人出来了 黄老头急急忙忙收拾行装 准备回避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柳和看到他 则问他是什么人 家人都没法回答 柳和生气地说 这一定是个坏人 把他捆起来 押送到衙门去审办 众仆从一拥而上 把他用一根绳索捆到树上 黄老头惭愧畏惧 不知如何说才好 过了一会儿 昨晚那位妇人出来 双膝跪在柳和面前说 他是我的舅舅 昨天来得很晚 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主人 柳和叫人给他解开绳子 那妇人送黄老头出门 说 昨天忘了嘱咐守门的人 造成今天这样的差错 娘子说 想念的时候 可以让老夫人 装扮成卖花的 和柳老太太一起来 黄老头答应了 回到家里 黄老头把这事 告诉了黄老太太 黄老太太想念自己的女儿 如饥似渴 把心思告诉了柳老太太 柳老太太就按照 黄氏女说的办法 到了柳和的家 她们走过几十道门 才到了女儿的绣房 女儿身穿彩配 头书高纪 头戴珍珠翡翠 身着凌络 满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 只要小声一喊 大小丫鬟仆夫妇就围在身边 搬来金氏交椅 安放好一对加息 有聪明的丫鬟 来汽茶倒水 母女见面 当着下人不敢明说 各自用暗语问寒问暖 像是泪光盈盈 晚间打扫一间房子 安排两位老太太 铺盖的被褥温暖而柔软 连当年复数时都不曾有过 住了三五天 女儿带母亲心意很恳切 母亲把女儿引到无人之处 哭泣着说明以前的过错 女儿说 我们母女间 有什么忘不了的过错 但是柳郎气氛没有消除 得提防她知道 每当柳河来时 黄老太太便躲开 一天 她们母女促膝谈话 柳河突然进来 看到这种情景 生气地说 哪里来的村妇 敢大胆和娘子 靠在一起坐着 应该叫人 把你的鬓毛都薅干净 柳老太太急忙向前解释说 这是我的亲戚 卖花的王大嫂 希望你不要责怪 柳河让柳老太太 坐上手谢了罪 接着她就坐下来 说 姥姥来了好几天了 我只是忙 未能坐下来 与您拉拉家常 黄家那老畜生 现在还活着 柳老太太笑着说 都好 只是穷日子难过 官人现在富贵了 为什么不思念 翁婿间的情谊 柳河拍着桌子说 想当初 想当初不是姥姥您可怜我 送我一碗粥 我怎么能活着回乡 现在我恨不得吃她的肉 剥她的皮 有何可想念的 说到气氛时 竟然跺着脚骂起来 黄氏女 怨愿地说 他们做的不对 也是我的生生父母 我千里迢迢来投你 手都立了口子 脚趾也都磨破了 我自己想 没有辜负郎君的地方 怎么能对子骂父 使人不堪忍受 柳河这才收敛怒容 走了 黄老太太感到很惭愧 心中也很傲丧 面无血色 慈悲女儿要回家去 女儿偷偷交给她 二十辆银子 回到家后 再也没有听到音信 黄氏女终日思念父母 闷闷不乐 柳河看在黄氏女的面子上 渐渐地也不那么生气了 就派人把黄氏夫妇接来 老夫妻到柳家 羞残得无地自容 柳河道歉说 去年你来到我家 又不明白告诉我 使我冒犯得罪的地方很多 黄老头子只是微微地应付 柳河为他们更换了衣服 留在家里 住了一个多月 黄老头子心里总是不踏实 告辞回家 临走时 柳河赠送他一百两银子 说 那个西方商人给你五十两 我今天给你加倍 黄老头子满脸羞惨 接过银子 柳河用车马把他们送回去 到了晚年 他家也成了小康人家 意识是说 富贵之家衰败之后 昔日受优待的宾客 往往贝恩远去 这种情况令人气愤伤心 宁可闭门所居 不再交友接客 然而好友待葬 点时成金 不能不说是慷慨浩客的回报 归中之人坐享忧郁的供奉 俨然就像宫廷中的女官 若不是坚真卓绝 又如黄姑娘这样 又有谁能当之无愧呢 老天爷就是这样 不胡乱地降福责于人的 刘海石 刘海石是蒲台人 十四岁时 随家人到宾州躲避战乱 与宾州书生刘仓客 同拜一个老师学习 两人关系很好 就结拜为兄弟 没过多久 刘海石父母双亡 奉桑回了园籍 此后一直要无音信 刘仓客家境富裕 四十岁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刘吉 十七岁了 是县里的名士 次子也很聪明伶俐 后来 刘仓客又取了本县 尼家的姑娘为妾 对她非常宠爱 过了半年 长子患头痛病去世 夫妻大为悲伤 不久 刘仓客的妻子又病故 过了数月 大儿媳也死了 家中的奴婢庸人 也一个接一个的去世 刘仓客接二连三 屡遭不幸 几乎不能忍受 一天 他正在独自闷坐 忽然看门人来禀告 刘海石来了 仓客很高兴 急忙出门 恭迎入座 刚要问候寒暄 刘海石忽然吃惊地 望着他说 老兄 你有灭门之祸 不知道吗 刘仓客目瞪口呆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刘海石又说 很久不同音信 我估计你进来的状况 未必就很好 刘仓客听后 忍不住掉下泪来 就将家中近来发生的灾难 如实相告 刘海石也难过地落了泪 继而又转杯为喜 笑着说 这场灾难还没完 所以我先是为你悲伤 但幸亏遇到我 又该为你庆贺 刘仓客说 久不见面 难道你精通了给人看病的月人术吗 刘海石回答说 这不是我的专长 看宅子风水 给人笑笑面 我倒是比较在行 刘仓客很欢喜 便求他相看住宅 刘海石里里外外 查看了一遍后 又要求再看看 家中的所有成员 刘仓客按照他的吩咐 把全家人都集合到堂屋 挨刺一一地指给刘海石 轮到泥室时 刘海石忽然仰天大笑不止 众人正惊奇时 就见泥女吓得浑身大颤 面无人色 整个身体骤然缩短到两尺多长 刘海石用介石敲敲泥女的头顶 发出一种想敲石罐的声音 他又上前揪住泥女的头发 仔细检查他的脑后 见有几根白毛 伸手就要拔去 女女缩着脖子 跪在地上哭着说 马上就走 求他不要拔了 刘海石怒斥道 你还想害人吗 硬将白毛拔去了 那女子随即变成了一只黑色 像梨一样的动物 众人都异常惊惧 刘海石把那动物抓来 放到袖子里 看着刘仓客的儿媳说 他受毒很深 背上肯定有异样的变化 请让我检查一下 媳妇害羞 不肯脱衣服 刘的儿子执意让他脱下 见他背上长着白毛 有四指多长 刘海石用针给他挑出 说 这毛已老 再过七天就没救了 刘海石又看仓客的儿子 见背上也长着 二指多长的白毛 便说 这些毛若再长一个多月 你也没命了 他又逐个查看了 刘仓客及家人 一一跳去了白毛 对众人说 我若不及时赶来 全家人没有再活的了 有人问 这是个什么东西 刘海石回答 野蜀狐类 专靠吸取人的精气为生 最能置人于死地 刘仓客说 好久不见 你怎么能这样料事如神 莫非是神仙吗 刘海石笑着说 我这不过是跟师父学到的一点雕虫小技罢了 怎敢称神仙呢 苍客问他谁是师父 刘海石说 刘海石说 山石道人 刚才这东西 我还治不死他 要献给师父 让他处置 说完就告别要走 一抬手 觉得袖子空空的 惊骇的说 跑了 尾巴上还有大毛没拔去 竟然逃了 众人骇然 刘海石忙安慰说 他脖子上的毛已经拔了 不能再变成人 只能化成兽类 不会跑远 说着就进屋看看猫 又出门看看狗 都说不是 打开猪圈门看时 刘海石笑着说 在这里了 刘仓客过去一看 果然多了一头猪 那猪听到 刘海石的笑声 立时浮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刘海石提着耳朵 把他抓出来 尖尾巴上 果然有一根白毛 尖硬如针 才要拔掉 那猪翻转 哀鸣不让拔 刘海石气愤地说 你作孽这么多 还想一毛不拔吗 边说边抢行拔掉 那猪随手又化为梨 刘海石将他收到袖中要走 刘仓客苦苦挽留 才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临行前 刘仓客问他什么时候再见 刘海石说 这是难以预定 我师父立下宏图大志 常派我们遨游世上 搭救众生 以后未必没有见面的机会 分别后 刘仓客想起刘海石师父的名字 才恍然大悟地说 海石大概已经变成仙人了 山石合起来是盐字 正是仙人吕洞宾的名字啊 曲玉 王芬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的家乡有个养八哥的人 教八哥说话 八哥学得很熟练 出门游玩总把八哥带在身边 相伴已经有好几年了 一天 这个人将要经过山西降州的时候 盘费已经用光了 这人很愁闷 没有办法 八哥说 为什么不把我卖掉 送我到王府里去 你会得到好价钱 就不用愁回去没有路费了 这人说 我怎么忍心呢 八哥说 不妨 你得到钱就赶快走 在城西二十里地的大树下等我 这人听从了八哥的话 带着八哥到城里 与八哥相互问话对答 围着看的人越来越多 有个太监见到 告诉了王爷 王爷把这人召入王府 想买这只八哥 这人说 小人与八哥相依为命 不愿意把它卖掉 王爷问八哥说 你愿意住下吗 八哥说 愿意 王爷很喜欢 八哥又说 给十两银子 不要多给 王爷更加喜欢 立刻给了十两银子 这人故意做出很懊悔的样子 走了 王爷与八哥对话 八哥对答如流 八哥喊着要吃肉 吃完 八哥又说 晨要洗澡 王爷命人用金盆盛上水 打开笼子叫他洗 洗完后 八哥飞到屋檐间 梳理着羽毛 还和王爷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一会儿 羽毛干了 八哥便清洁地飞起来 操着山西口音说 晨去了 王爷左顾右盘间 八哥已经飞得无影无踪了 王爷和府上的侍从们 只是仰天叹息 急忙去找那卖八哥的人 这人也早已秒无踪影了 后来 后来又到陕西的人 只见那养八哥的人 带着那只八哥在西安市上闲逛 这个故事是毕仔鸡先生记下来的 遇鬼 上书石茂华是青州人 他还是秀才师 郡城门外有个大水湾 即使久旱不下雨 湾里的水也不干涸 一次官府将捕获的几十名大盗 在水塘边上杀了 这些鬼聚众为害 凡是从塘边经过的行人 常被拖入水中 一天 某甲正遭众鬼围困 忽然众鬼惊散逃窜 说 石尚书来了 不多时 石公果然到来 某甲向他讲述了刚才的事 石公听完 便用石灰粉在墙壁上写道 石某为禁止鬼害特告 查德尼等素来无善良之心 猜招致上天雷霆之怒 图谋不轨 方导致刀斧家警 只因收起害人的心肠 争相悔过 或许能洗去你们骨头上的污血 脱离苦海 你们生前已受急刑 此后竟仍然聚集作恶 跳来跳去 批发成群 徘徊前后 一味害人 用黄泥塞住耳朵 尝成阴鬼之凶 大白天星妖作怪 断了行人之路 那丘陵三尺外的地方 还有人管辖 岂能偌大天下 任由你们胡作非为 见此告示后 你们都应当销声匿迹 不要继续作恶 无定河边的尸骨 尽待投生轮回 今归梦里的鬼魂 愿早日返回故土 如重蹈前者 不思悔改 必定后悔 从此 鬼害绝迹 水弯也随即干涸了 胡切 山东来吴的流动酒 在山西焚州做官 一天 她独自坐在府中 听到庭院有说笑声 越来越近 她抬头一看 近来四个女子 一个四十来岁 一个年约三十 另一个约二十四五岁 最后的是个 没有竖发的少女 他们都站到桌前 相视而笑 刘公早知道 官府里有很多胡 因此就不理他们 过了一会儿 少女拿出一条红纱巾 开玩笑般地 扔到刘公的脸上 刘公拾起来 扔到窗下 仍然不搭理他们 四个女子一笑走了 一天 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子 来到刘公的房中 对她说 我妹妹与您很有缘分 请不要嫌弃她 刘公随便答应了一声 女子就走了 转眼功夫 她领着一个丫鬟 拥着少女走来 让少女与刘公 并肩坐下 说 你俩真是一对好伴侣 今夜就成亲吧 好好侍候刘郎 我走了 刘公仔细端详 那少女 艳丽无比 便与她欢好了 又问女子的来历 少女说 我不是人 可实际是人 我是前任州官的女儿 因为被狐狸迷惑 受害而死 埋葬在园子里 众狐用法术救活了我 所以我就飘然向虎 刘公听后 就用手摸摸她的后身 女子察觉了 笑着说 你莫不是以为 我有尾巴巴 转过身去说 请摸吧 从此以后 少女就住下不走了 一举一动 都和那个小丫鬟在一起 家中人都以 小夫人之力对待她 丫鬟婆子们来拜 她都给很多赏赐 依此 流动酒过生日 前来祝寿的人很多 共三十多桌宴席 需要雇好多厨师 但事先约定的厨师 才来了一两个 刘公很生气 女子知道后 对刘公说 不用愁 厨子既然不够用 不如连来的两个 也打发走 我虽然本事不大 但办三十多桌席 并不难 刘公听后 转优为喜 忙派人将鱼肉 蔬菜 调料等物品 都搬到内院 家里人只听见里边 刀案吵勺声 叮当响 不绝于耳 门内放一张桌子 端菜的仆人 将托盘放在上面 转眼间 菜肴已经盛满 十几个仆人 来去不停 仍然取之不尽 最后 仆人来要汤饼 只听里边 女子说 主人事先 没要汤饼 急切之间 怎能立即拿出来 接着又说 不要紧 先借借 不大功夫 女子就喊仆人 来取汤饼 众人一看 三十多碗汤饼 热气腾腾地摆在桌上 客人走后 女子对刘公说 拿出钱来 偿还某家的汤饼钱 刘公盲派人 将汤饼钱送去 那家丢失了汤饼 正在奇怪时 送钱的人到了 这才解开疑团 一天晚上 刘公在喝酒 一阵想起来 要喝家乡的苦鹿酒 女子就说 他去取 随即出门走了 不一会儿就回来说 门外有一坛 够你喝几天的 刘公出门一看 果然有一坛酒 真是家乡的 瓮头春 过了几天 刘公的夫人 派了两个仆人来扬州 一路上 一个仆人说 听说胡夫人赏钱很多 这一回去得了赏钱 可以买件皮衣穿 女子在焚州官署中 已经知道了这句话 便对刘公说 家中派来的人快到了 可恨这个奴才无礼 我一定要惩治他一下 到了明天 那两个仆人刚进城 突然一个头疼起来 到了周牙 痛得抱头大叫 众人要给他服药 刘公笑着说 不用治疗 到时候自然会好 大家都猜疑 是得罪了小夫人 那仆人暗想 我刚来还没放下东西 哪里来的罪呀 无处诉说 只好跪下求饶 只听帘子里面有人说 你称夫人就叫夫人罢了 为什么还加上胡子呢 仆人这才恍然大悟 再三叩头谢罪 又听里面说 既然想要皮衣 怎么能无礼呢 接着又说 你的头痛好了 话音刚落 那仆人的头立刻不痛了 他连忙败谢要走 忽见从帘内 扔出一个包过来 里面说 这是件羊羔皮衣 你可以拿去 仆人解开一看 包里是五两银子 刘公问起家里的情况 仆人回说家里一切平安 只是某日少了一坛藏酒 计算一下丢失的日期 正是女子取酒的那天晚上 大家都惧怕小夫人的神力 称她为圣仙 刘公还为她画了一幅肖像 当时张道一为坟舟的提学使 听说这些怪事 便以老乡的名义去拜见流洞酒 并要求见小夫人一面 女子聚而不见 刘公就拿出她的画像 让张看 张抢拿着就走了 张回府后 将画像挂起来 天天对着祈祷说 以你的天资和气质跟谁不行 偏要跟一个白发老头子 我哪一点比流洞酒差 为什么不来见我一面呢 女子在周府里 忽然对刘公说 张公对我无礼 我得烧给他点惩罚 一天 张正对向祈祷时 觉得像有人用戒指 打了一下他的前额 头痛得像要裂开一样 心中异常恐惧 盲派人将画像送还 刘公故意询问原因 来人隐瞒实情 不说真话 刘公笑着说 你主人的额头没痛吗 来人见瞒不过去 只好说了实话 没过多长时间 刘公的女婿 齐生来 要见小夫人 女子推辞不见 齐生一再求见 刘公就对女子说 女婿又不是外人 怎么就一定不见她呢 女子回答说 女婿来见我 必定得赠送她东西 但她的心愿太高 我估计不能满足她 所以才不愿意见她 后来 女婿非见不可 才允许等十天以后相见 到了约定的日期 齐生进屋 隔着帘子湿了里 稍微问候一下 只见小夫人的相貌隐隐约约 她不敢仔细看 就告退出来 走出树步之后 忍不住回头看看 只听女子说 女婿回头了 说完大笑不止 声音像猫头鹰叫一样 齐生听了 吓得腿都软了 摇摇晃晃的 像丢了魂似的 出门后 坐了好久 才稍定下心来 说 刚才听到笑声 就如霹雳震耳 竟不觉得身子是自己的了 不一会儿 一个丫鬟奉女子的命 赠给齐生二十两银子 齐生收下后 对丫鬟说 圣仙与岳父大人住在一起 难道不知 我向来挥霍成性 不习惯花小钱吗 女子听到这话说 我早知道她是这种人 上次钱袋空了 我与同伴去开封 正好成被水淹没 仓库藏的银子 都淹在水中 我们各自打捞了一点银子 怎能满足她 贪得无厌的要求呢 况且 我就是能多给她写 她福分太薄 也担当不起 女子凡事都能预先知道 刘公每次碰到疑难问题 总和她上议 都能解决 一天 她正与刘公并坐 忽然仰面观天 大惊地说 大难临头了 怎么办呢 刘公吃惊地问家人吉凶 女子说 别人都没事 只是二公子令人担忧 此处不久将成为战场 你应当请求一个差事到远方去 才能免遭灾难 刘公听从了他的建议 请求上司准许他押运良响 去云南贵州一带 此行路途遥远 别人听说后 对他表示担心 唯独女子表示祝贺 不久 江乡叛变 焚州被贼寇占据 刘公的次子从山东来 正赶上这个变故 被杀害 焚州城陷落后 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部遇难 唯有刘公因出差在外得以幸免 平息叛乱后 刘公才回来 后来 他被一场大案牵连受到处分 穷得吃不上饭 当权者又多方敲诈勒索 因此 刘公就想一死了之 女子劝他说 不要犯愁 床下还有三千两银子 可以用来过日子 刘公高兴地问 你从哪里偷来的 女子回答说 天下无主的东西取之不尽 还用得着偷吗 刘公倚仗女子的计谋 才回了园集 女子也跟着去了 几年后 女子忽然离去 留下了个纸包 包着几样东西 其中 又出丧时挂在门上的小帆 约有二寸长 大家都以为是不祥之兆 果然 不久 流动久 就病故了 促之 明宣德年间 皇宫中流行斗蟋蟀的游戏 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大量蟋蟀 蟋蟀本不是陕西特产 有个华音县令 为了讨好上官 奉上一只蟋蟀 让它试斗了一番 却非常厉害 于是 上官就责令 华音县 每年供奉 县令又把这差事 交给了李正 从此以后 集市上那些 有手好闲的人 每得到一只好的蟋蟀 便用笼子养着 抬高价格 当作奇货 高价出售 乡里的公差 狡猾奸诈 常借此 按人口摊派费用 每争一头蟋蟀 常要好几户人家 倾家荡产 县里有个叫成明的 是个童生 好久可不中秀才 成明为人老实憨厚 不善谈吐 因此 被雕华的小丽 抱到县里 让她担任李正 她想尽了办法 也推脱不掉 不到一年 家中那点微薄的家产 就折腾光了 这一年 正遇上皇宫征收蟋蟀 成明不敢勒索百姓 自己又没钱赔偿 忧烦愁闷得要死 妻子说 死了有什么益处 不如自己去捉捉看 说不定还有希望得到一只 成明认为很对 于是造出碗规 踢着竹筒丝龙 在破墙下草丛中 搬石挖穴 什么办法都用了 始终没有捉到一只 可以进贡的 即使捕到两三头 也是又弱又小 不够规格 县令掀起追笔 至十多天 成明就挨了一百大半 两条腿被打得浓血淋漓 连蟋蟀也不能去捉了 天天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 只想自尽 这时 村中来了一个驼背巫婆 能嫁借贵神算卦 非常灵验 成明的妻子 带着钱去问卦 只见 轰装少女和白发婆婆 挤满了门口 走进巫婆的屋里 有间密室 挂着帘子 帘子外摆放着积案 问卦的人 先在香炉中染上香 连拜两拜 巫婆在一边 望着天空 带他们祈祷 嘴唇一张一合 不知说些什么 求卦的人 恭恭敬敬地 站在那里听着 不多时 帘子里扔出一张纸 上面写着 求卦人想问的事情 没有丝毫差错 成明的妻子 把钱放在香案上 像前面的人那样 点香跪拜 有一顿饭功夫 帘子动了一下 一张纸片抛落出来 他忙拾起来一看 纸上不是字 而是画 上面画着殿堂楼阁 像是座佛寺 寺后面的小山下 到处是奇形怪状的石头 和一丛丛的荆棘 一只青马头蟋蟀 藏在那里 旁边有只蛤蟆 像是要跳起来的样子 成明的妻子 反复观看 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见画上有蟋蟀 隐隐说中心事 便将纸片折藏起来 带回家给成明看 成明看着画 反复思索 莫不是 只给我捉蟋蟀的地方吗 他仔细查看了画上的景物 与村东的大佛寺很相似 于是他勉强起身 拄着拐杖 拿着图画 来到村东大佛寺的后面 只见在茂密的草丛中 有一座古坟 成明沿着坟往前走 只见层层乱石 跟鱼鳞一样 和画中的很相像 成明便在捧毫野草中 一边侧身细听 一边慢慢走着 像在寻找细小的真剑 只找到眼花耳聋 还是没一点蟋蟀的踪迹 他正在宁神搜索着 突然 一只癞蛤蟆跳了出来 成明很惊愕 急忙追赶过去 蛤蟆已经钻进草丛中 他拨开草丛 仔细寻找 只见一只蟋蟀趴在脊根旁 他急忙用手一扑 蟋蟀便钻进了石洞中 成明用草间拨弄 拨不出来 又用竹筒里的水灌它 蟋蟀才出来 只见这只蟋蟀身躯健壮 体态俊美 成明捉住它 仔细审看 个头很大 尾巴修长 轻脖子 金翅膀 成明非常高兴 忙装进笼子 体会家中 全家人欢庆祝贺 爱如珍宝 用盆子养起来 为他好东西 爱护备质 只等到了期限 交到县里去交差 成明有个儿子 才九岁 看到父亲不在家 偷偷打开盆盖 去看蟋蟀 蟋蟀一下从盆里 蹦了出来 快得没法捕捉 等到把它扑到手中 蟋蟀的腿掉了 肚子也裂开了 一会儿便死了 孩子害怕了 哭着告诉了母亲 母亲一听 吓得面如死灰 大骂道 火根 你的死气到了 等你父亲回来 会同你算账的 孩子大哭着 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成明回来 听了妻子的诉说 像被冰雪浇透了 怒气冲冲的 去寻找儿子 可是儿子也不知道 哪里去了 一家人到处寻找 最后 终于从井里 打捞上来了 孩子的尸体 成明夫妻 顿时转怒为悲 呼天喊地 痛不欲生 夫妻两人相对发呆 饭也不做 只是默默地坐着 不再感到 有一点活着的乐趣 天快黑了 他们才拿上草席 想把孩子葬了 近前抚摸儿子的身体 发现还有微弱的气息 夫妻二人欢喜地 把儿子放到床上 到了半夜 儿子苏醒了 夫妻二人心中 稍感到宽慰 但一看到 蟋蟀的笼子空空的 又气得说不出话来 可是 他们也不敢 再去追究儿子 从黄昏到天亮 愁得连眼睛 也没合一下 东方的太阳 已经升起来 成明仍然直挺挺地 躺在床上发愁 忽然 听到门外 有蟋蟀的叫声 成明惊讶地 起来查看 只见 那只蟋蟀 仿佛还活着 成明高兴地捕捉它 蟋蟀一叫 便跳开了 跳得还非常快 成明用手掌盖住它 感到掌心里空空的 没什么东西 刚一抬手 蟋蟀又远远地 跳开了 成明急忙追赶 转过墙角 蟋蟀不知 钻到哪里去了 成明来回四下寻找 只见蟋蟀 趴在墙壁上 仔细一看 身躯短小 黑红色 不是先前的那只 成明显它小 不捉 只是来回查看 寻找刚才追的那只 墙壁上的小蟋蟀 忽然跳到了成明的衣襟上 成明再细一看 形状像骷髅 长着梅花样的翅膀 方头长脖子 像是好品种 这才欢喜地 把它捉起来 将要献给官府时 又坠坠不安 恐怕不中官府的意 便想让他试斗一番看看 村中有个好事的少年 训养了一只蟋蟀 自己给他起名叫 谢壳青 天天同一些少年决斗 没有一次不取胜的 他想靠这只蟋蟀发财 便抬高价钱 却没有人买 这天 这少年登门找成明 看到成明养的那只小蟋蟀 忍不住捂着嘴笑起来 便拿出自己的蟋蟀 放进笼子里较量 成明见他养的蟋蟀 个头大 身子羞长 心中很羞愧 不敢和他较量 少年再三抢求 成明想 养一只猎等蟋蟀 也没什么用 不如让他拼一次 伯仲人一笑 便把两只蟋蟀 都放到一个盆里 让他们决斗 成明的那只小蟋蟀 趴在那里 一动不动 呆若目击 少年又大笑起来 他用诸宗撩拨 小蟋蟀的须子 一次又一次 小蟋蟀突然发怒了 直冲过去 接着就互相搏斗起来 跳跃腾机 振翅又生 一会儿 小蟋蟀一跃而起 直扑对手 去咬他的脖子 少年大吃一惊 急忙把他们分开 停止了搏斗 小蟋蟀振起双翅 骄傲地鸣叫着 好像是报告主人知道 成明高兴极了 正在赏玩 突然过来一只鸡 静止去捉那只蟋蟀 成明惊骇地站在那里呼喊 幸好没着重 小蟋蟀跳出去 有一两池圆 鸡又大步追上去 小蟋蟀已经落在鸡爪下了 成明惊慌失措 不知怎么救他 急得直跺脚 脸色都变了 转眼间 见鸡伸着脖子 扑愣着 走近一看 原来小蟋蟀趴在鸡关子上 用力盯着不放松 成明更加惊喜 忙把小蟋蟀放到笼子里 第二天 成明把小蟋蟀陷到县关那儿 县令见蟋蟀太小 愤怒地斥责成明 成明讲述了他的奇异 县令不相信 就试着让他同别的蟋蟀斗了斗 结果所有的蟋蟀都被斗败了 又让他同鸡斗 果然和成明说的一样 县令赏了成明 把这只蟋蟀献给巡抚 巡抚非常高兴 用金龙呈着 进献给皇上 并在奏章中 详细地讲述了蟋蟀的本领 小蟋蟀入宫后 将天下进贡的蝴蝶 汤狼 尤力达 青丛鹅 等各种稀奇的蟋蟀 都逗了一遍 没有超过他的 小蟋蟀每当听到 琴瑟的声音 就按着节拍舞蹈 人们越发觉得他奇特 皇上非常高兴 下照赏赐巡抚 明码和一段 巡抚没有忘记 这荣幸是从哪里来的 没过多久 县令就因政绩优异 被灼声 县令也高兴了 就免去了成明的差异 又嘱咐学史 让成明进了献血 后来过了一年多 成明的儿子精神复原了 自己说 身子变成了蟋蟀 清洁善斗 现在才苏醒过来 巡抚也重赏了成明 不几年 成明便有田白寝 楼阁无树 牛羊满眷 一出门便穿着球皮衣服 骑着高头大马 富贵再过了官宦世家 意识是约 皇帝偶然使用一件东西 未必不是用过就忘记了 然而 下面的人 却把它作为惯例进贡 加上 惯例贪婪暴虐 老百姓 一年到头 抵押妻子 卖掉孩子 还是没完没了 所以 皇帝的一举一动 都关系着老百姓的性命 不可忽视啊 只有成明这人 因为官吏的迫害而贫穷 又因为进贡蟋蟀 而致富 穿上名贵的皮衣 坐上豪华的马车 得意洋洋 当他充当理政 受到责打时 哪里想到 会有这种境遇呢 老天 要用这筹报那些 老实忠厚的人 就连巡抚 县官 都受到蟋蟀的恩惠了 听说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这话 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雷曹 乐云赫 夏瓶子两人 小的时候是同乡 大了又是同学 他们是莫逆之交 夏瓶子自幼聪明 十岁时就有文明 乐云赫虚心向他学习 夏瓶子也认真地帮助他 乐云赫文思日渐长进 终于和夏瓶子齐名 但是二人科考不得志 总是名落孙山 不久 夏瓶子染上疫病死去 家里穷得无力下葬 乐云赫独立承担了丧事 夏瓶子撇下了寡妻 和还在怀抱中的孩子 乐云赫按时接济他们 每得到一生半斗粮食 必定分一半给夏家 夏瓶子的家属 因此得以生存下去 士大夫和文人们 也因此更加敬重乐云赫 乐云赫的家产本来不多 又常常周济下家 因此生活日渐困难 他叹息道 像夏瓶子那样的文才 都碌碌无味的死了 何况我呢 人生不能及时争取富贵 年年忧愁 恐怕早于狗马田了沟壑 辜负了这一辈子 不如早点自作打算 于是放弃读书 改做买卖 经营了半年 家境逐渐富裕起来 一天 乐云赫到金陵 住在客店里 看见一个人长得很高大 身上筋骨隆起 在饭桌座位旁 徘徊犹豫 脸色暗淡 面带悲伤 乐云赫问他 想吃点东西吗 那人也不说话 乐云赫把自己的饭推过去 那人双手抓着 一眨眼就吃了个静光 乐云赫又给他买了 两个人的饭 一会儿又吃完了 乐云赫便让店主人 搁来一只猪腿 堆上一大落蒸饼 那人吃了几个人的饭 才吃饱 道谢说 三年了 没吃过这么饱 乐云赫说 你是一个壮士 怎么如此漂泊潦倒呢 那人回答说 罪犯天条 不能说啊 又问他的家乡 回答说 我地上没屋 水上没船 早上住在乡村 夜晚睡在城市 乐云赫收拾行装 准备上路 那人跟在后面 恋恋不舍 乐云赫向他告辞 那人说 您有大难 我不忍忘记这顿饭的恩德 乐云赫很惊异 便带着他同行 路上拉他吃饭 那人推辞说 我一年只吃几顿饭 乐云赫更加惊奇 第二天 乐云赫乘船渡江时 忽然狂风大作 波浪滔天 江上的商船全部轻浮 乐云赫和那人 都掉进江里 一会儿风平浪静 那人背着乐云赫 踏着波浪钻出水面 把乐云赫送到一只客船上 自己又破浪游去 一会儿拉来一只小船 扶乐云赫上去 嘱咐他躺着等着 自己又跳进江中 两个胳膊夹着货物出水 扔在船上 然后又前进江中 出入几次 捞出的货物摆满了小船 乐云赫感激地说 你救了我的命 我已很知足了 哪指望连货物都能保全呢 检查货物钱财 一点也没丢失 乐云赫更加高兴 诧异地认为他是神人 放开船要走时 那人告辞 乐云赫苦苦挽留 才一块儿渡江 乐云赫笑着说 这一场大灾难 只丢失了一枚金簪 那人再入江寻找 乐云赫正要劝阻 那人已跳进江中不见了 乐云赫惊愕了很久 忽见那人含笑而出 把一枚金簪交给乐说 侥幸不如使命 江上的人见了 无不惊诧骇意 乐云赫带着那人返回家乡 吃住都在一起 那人十几天才吃一顿饭 一顿饭吃得不计其数 一天 那人又说要告别 乐云赫执意挽留 正好天阴了下来 要下雨 远处传来雷声 乐云赫说 云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 雷又是什么东西 如果能到天上看看 才能解开这个疑惑 那人笑着说 您想到云中游览游览吗 过了一会儿 乐云赫觉得非常困倦 浮在床上打瞌睡 猛然醒来 觉得身子摇摇晃晃 不像在床上 睁眼一看 自己已在云海中 四周全是棉絮般的云朵 乐云赫惊讶地站起来 头晕得像在船上 用脚一踏 软软的不是地面 仰头看看星辰 就在眼前 于是怀疑是在做梦 仔细一看 星星都镶嵌在天上 就像帘子嵌在帘碰上一样 大的像翁 小点的像小瓦罐 最小的像波鱼 用手斑板 大星星牢不可动 小星星能活动 像能摘下来 乐云赫便摘下一颗 藏在袖子里 拨开云层往下看看 云海茫茫 地面上的城市只有斗笠那样大小 乐云赫惊讶地想 如果一失足掉下去 这条性命还用问吗 一会儿 见两条龙 蜿蜒矫健地 驾着一辆车飞来 龙尾一甩 像名牛鞭 车上有个容器 好几丈粗 里面注满了水 有几十个人 用家事从容器中摇水 撒遍云间 忽然看见乐云赫 都感到很奇怪 乐云赫仔细看了看 那个壮士也在这些人里面 那人告诉众人说 这是我的朋友 说着拿过一个摇水的家事 让乐云赫撒水 当时正好大旱 乐云赫接过家事 拨开云朵 望着大约是故乡的地方 尽情地摇水倾洒 过了会儿 那人对乐云赫说 我本是雷曹 因为误了行语 被罚到人间三年 现在期限已满 我们从此分别了 于是 拿过驾车的绳子 有一万尺长 堆在一边 让乐云赫 坠着绳子一头下去 乐云赫害怕 那人笑着说 没事 乐云赫按他说的 坠着绳子 嗖嗖地往下落 瞬间便到了地面 一着地 正好落在自己村外 绳子渐渐收回云中 看不见了 当时 天看了很久 十里外的地方 仅下了一只雨 唯独乐云赫的村里 下得沟渠都满了 乐云赫回到家中 摸摸袖子里 摘下的那颗星还在 拿出来放到桌上 只见黑悠悠的像块石头 到了夜晚 星星一片光明 照亮了屋子 乐云赫更加当作宝贝 珍重地收藏起来 每次来了知己客人 他才拿出来照着名喝酒 正眼注视这颗星光芒刺目 一夜 乐云赫的妻子 面对着星星坐着梳头 呼见星光渐渐缩小 像个萤火虫一样 在空中流动横飞 妻子正在诧异 星星已钻进他嘴里 涂也涂不出来 竟咽到肚子里去了 妻子惊愕地跑去 告诉乐云赫 乐云赫也感到奇怪 睡下后 乐云赫梦见夏瓶子 对他说 我是少微星 你对我有恩惠 我一直没有忘记 又承蒙你从天上 把我带下来 我们算是有缘 现在我做你的子嗣 以报大德 乐云赫三十岁了 还没有儿子 得了这个梦非常高兴 后来妻子果然怀孕了 等到生产时 光明满世 就像那颗星星 在桌上放着时一样 因此生下的儿子 就取名叫星儿 星儿非常聪明 十二岁时 就靠中了进士 意识是说 乐云赫文章名众一世 忽然发觉 上天并没有把他安排在 文章示尽这条道路上 于是放弃文墨生涯 是那样的轻易 这和班超投笔从容 又有什么差别呢 至于雷草感念一范的恩德 邵微星 酱微星 愁谢好友知欲知恩 哪里是神人 以私报恩呢 这是造物 公然报答 闲事豪杰呀 杜福 有个寒道士 住在县城里的天奇庙 他会换术 人们都称他仙人 先父和韩道士很要好 每次进城都去看望他 有一天 先父和我的叔父进城 准备去拜访韩道士 恰好在路上碰见了他 韩道士把钥匙交给他们二人说 请你们先去开门坐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去 他们按道士说的来到庙里 开锁进门一看 韩道士已经坐在屋里了 这样的骑士有很多 原先我有个本家 嗜好赌博 经先父介绍认识了韩道士 当时大佛寺来了一个和尚 专是赌博 而且赌注很大 我那个本家听后非常高兴 带上家里所有的钱去赌 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 本家不甘心 点到了房子田产又去了 一夜之间又输了个近光 那本家心情幽闷 路过天奇庙 顺便去访韩道士 韩道士见他神情惨淡 语无伦次 就问他怎么了 本家把输钱的事如实告诉了韩道士 韩道士笑着说 经常赌博 哪有不输的道理 你如果能借赌 我有办法让你把输掉的钱 全部赢回来 本家说 如果能把输的钱赢回来 我就用铁杵 把骰子砸碎 韩道士用纸画了一道符 让他扎在腰里 祝福说 只要赢回你输掉的钱就助手 千万不可贪得无厌 又给了他一千文钱作本 约定赢钱后偿还 本家非常高兴地去了 和尚看了他的钱 嫌太少 不懈和他赌 本家非赌不可 说只赌一次 和尚笑着答应了 本家把一千文钱一下全压上 孤注一掷了 和尚制了骰子 没有胜负 本家却一投就赢了 和尚又压上两千钱为助 结果又输了 渐渐地 和尚把赌注增加到十几千 本家制的本来是输点 一吆喝却都变成了赢点 就这样 很快把以前输掉的钱 全部赢了回来 他暗想 如果再赢几千就更好了 于是又赌起来 但手气越来越坏 本家觉得奇怪 起来看看腰带上 原来纸服已经没有了 他大吃一惊 立刻作罢 拿着赢回来的钱 回到庙里 出偿还 韩道士那一千文钱外 细细计算 减去最后输掉的 正好和他原来输掉的钱 一样多 本家向韩道士道歉 说是丢了纸服 韩道士笑着说 福已在我这里 一再嘱咐你不要贪得无厌 而你不听我的话 所以我把纸服拿回来了 一时是约 天下之倾家者 莫肃于波 天下之败得者 亦莫肾于波 入其中者 如沉迷海 将不知所忠意 富商农之人 具有本业 诗书之事 游戏光阴 勤学不倦 故成家之正路 与朋友小聚博引 有记性之生涯 可赌徒们 亲近携友 长夜剧赌 渴望发财 不惜行险 以侥幸 骰子旋转于赌盘 由他们看来 像圆珠走盘一样可爱 手握彩绘纸牌 像美人守情团扇一样 顾盼得意 左顾右盼 观测权衡 渴望圣局 只把双眼望穿 虚虚实实 用尽了心机 门前宾客等待 游戀练赌场 设上火烟声 尚丹丹于盆里 望残废寝 则久入成迷 蛇臂唇交 则相看似鬼 待到独本输光 只剩热眼空窥 胸中寂养 依然跃跃欲试 阴景徘徊 绝白手之无忌 垂头萧索 是悬夜亦放归 幸妻子之入眠 恐惊犬肺 苦酒须之腹恶 感怨更残 麦子治田之前 如同火烧毛发 骗使输光 全盘失败 方思悔恨 已被目为 众恶所归之人 试问赌徒中 谁最好 人们都说 是哪些连裤子都梳了的人 更有圣者 因迫于饥寒 而入火为盗的 度日无忌 乃至仰仗妻子的 陪嫁物 悟户 败得丧行 清产亡身 书非博之意图 智日之载 阿霞 文灯的景星 自庆云 小时候就很有名 他与陈生住得很近 两家的书房 紧隔一堵短墙 一天黄昏 陈生路过一处 荒凉的废墟 听到松林里 传来女子的哭声 走近一看 见树的横枝上 挂着一条带子 一个女子像要上吊 陈生问他怎么了 女子抹了一下眼泪 对陈生说 母亲出远门 把我托给了一个外姓哥哥照管 没想到他狼子野心 对我不怀好意 我一人孤单到这地步 还不如死了 说完又哭起来 陈生急忙为他解下带子 劝他嫁人 女子怕没有可靠的人 陈生就请他暂时住在自己家里 女子同意了 回到家中 陈生点上灯对女子一看 见他十分美丽 喜出望外 要和他同情 女子立声抗拒 两人吵闹的声音传到隔壁 景生听到后 跳过墙来看 陈生见景生来了 才放开了女子 女子一见景生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看了很长时间 才转身走了 二人追了一阵子 女子竟不知去向 景生回到家里 关上门 刚要睡觉 那女子笑盈盈地从里屋出来 景生吃惊地问他 女子回答说 陈生命不浮浅 不可将终身寄托于他 景生听后很高兴 问他姓名 女子说 我老家在齐国 姓齐 小名叫阿霞 景生与女子说笑 那女子也不拒绝 随后同床共枕 景生的书斋里 常有朋友来往 阿霞总是躲在里间屋里 过了几天 阿霞说 我暂时离开几天 你这里人太多 我觉得受约束 心中烦躁 从今以后 我指夜里来 景生问 你家在哪里 回答说 不远就是 说完便早早走了 到了夜里 果然又来 两人情意深长 又过了几天 阿霞对景生说 你我虽然恩爱 但总归是苟何之事 我父亲在西江做官 明天我要跟随母亲去 我找机会 禀告他们 咱俩就可以 在一起一辈子了 景生问 我们要分别多久 女子说 大约十来天 女子走后 景生想 光住书房不是长法 搬回家里 又怕妻子 妒忌阿霞 盘算 不如将妻子 休了 主意已定 从此看见妻子 就辱骂 妻子不能忍受 她的欺悟 哭得只想死去 景生说 你死了还连累我呢 请快滚 就赶她走 妻子哭着说 我跟你十年 从来没有过 什么不好的行为 你为什么对我 这样绝情 景生不理 越发急着撵她走 妻子一看没办法了 只好回娘家了 从此以后 景生就把屋子粉刷一心 里里外外打扫干净 翘手盼望阿霞回来 没想到 一直没有阿霞的阴信 犹如石沉大海 她妻子回到娘家后 多次托景生的亲友 为她说情 想破镜重圆 但景生就是不答应 于是 她就改嫁了一个 姓夏侯的人 夏侯的住所 与景生挨着 两家因地界问题 世代有仇 景生听说 妻子嫁给了夏侯 越发怨恨 然而 仍然希望阿霞快点回来 才可自慰 又过了一年多 仍然没有见到阿霞的踪影 依次 正逢海神 祝寿大会 祠堂内外 善男信女云集 景生也来赶会 远远望见 一个女子很像阿霞 景生跟上去 那女子就混入人群中 跟随她走出门外 再继续追她 竟飘然而去 景生追不上那女子 心中又恨又恼地回了家 后来 过了半年 景生在路上 看见一位女郎 身穿红色的衣裙 后面跟着老仆 牵着一头黑驴走过来 景生一看 是阿霞 因为害怕认错 就先问仆人 这娘子是谁 回答说 她是南村郑公子的济士 景生又问 娶了多长时间了 半个月了 景生想 莫不是认错了人 女子闻言 回头一看 景生看清楚了 正是阿霞 知道她已经嫁他人 景生气愤甜胸 大声喊道 霞娘 为什么忘了旧约 仆人听到 有人喊叫嘱咐 很生气 便想打景生 女子急忙制止住 揭开围漫 对景生说 你这父亲人 有何脸面来见我 景生辩解说 是你自己负我 我哪里负你 女子说 你负了你的夫人 比负我还厉害 你对结发夫人都那样 何况别人呢 过去 我因为你祖上积了德 你将榜上有名 才将以身相许 如今 因为你抛弃了妻子 阴间已经消了你的官职 今年开课的亚魁王昌 就是替你名位的人 我已是郑公子的人 你不要再有什么念头了 景生垂头丧气 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抬头看阿霞 已经扬鞭飞驰而去 心中只有悔恨而已 这年开课 景生落榜 亚魁果然命叫王昌 郑公子也考中了 景生因此得了薄姓的名声 四十岁 仍然没有妻子 家境也败落下来 常向亲友讨饭吃 依次偶然去拜访郑公子 郑热情地款待他 并留他住宿 阿霞亏见 觉得非常可怜 就问郑公子 前厅的客人 莫非是景庆云吗 郑公子反问 他是怎么认识的 阿霞回答 我未嫁给你时 曾在他家避过难 也得到他的照顾 他行为随健 而祖德还未断 并且和你过去也是朋友 你应该帮助他 郑公子认为很对 就让景生脱下破衣 给他换上新衣 留他住了好几天 一天晚上 景生将要上床睡觉 有个丫鬟拿着二十多两银子 来赠给他 听到阿霞在窗外说 这是我的私房钱 筹切一下你过去对我的情意 拿回去 找个好女子为伴 幸亏你祖上积德厚重 还可以保佑到子孙后代 你不要再办缺的事 缩短你的受限 景生感激不尽 景生回到家后 拿出十两银子 买了个乡绅人家的丫鬟 这女子长得丑陋凶悍 后来给他生了个儿子 长大后中了近视 郑公子官坐到利布郎 他死后 阿霞给他送葬 回来以后 人们打开车帘 里面竟空空无人 才知道阿霞不是人类 哎 人没有德行 细心厌旧 到头来鸡飞蛋打 一场空 老天给他的报应 也够惨的啦 毛湖 农民马天荣 二十多岁时就死了妻子 因为家穷没有再去 一天 他在田间干活 看见一个少妇 农妆艳末 踏着装甲 从田梗上走过来 脸面通红 标志风流 马天荣怀疑他迷路了 环顾似也无人 就调戏他 少妇也微微迎合 马天荣便要求 与他也合 少妇笑着说 青天白日的 干那是合适吗 你回去 眼上门等我 晚上我就来 马天荣不信 妇人发誓一定去 马天荣就告诉了 自己住家的方向 少妇才走了 夜间 少妇果然来了 两人变成了好事 马天荣觉得 少妇的肌肤 滑嫩异常 点灯一照 皮肤又红又薄 像婴儿 浑身长着细毛 他觉得奇怪 又怀疑他来路不明 自己想 这个少妇 莫非是胡 就开玩笑地追问他 那少妇也不隐晦 自认是胡 马天荣对他说 你既然是仙人 当然会要什么有什么 蒙你对我这么好 能否送些银子救济我呢 少妇答应了 第二夜来到 马天荣就向他要银子 少妇故作惊愕地说 哎呀 我忘记了 天明少妇临走时 马天荣又嘱咐了一遍 到了夜晚 少妇来后 马天荣就问 我要的东西 大概没有忘记吧 少妇笑着说 请再等一天 过了几天 马天荣又向少妇要银子 少妇笑着 从袖子里拿出两钉银子给他 大约五六两 上边有细花纹 非常好看 马天荣很喜欢 包好后 珍藏在柜子里 待了半年 马天荣有事需要钱用 就拿出藏的银子让人看 人们看了后说 这是稀 用牙一咬就掉下来 马天荣大为惊骇 收好了回家 到了夜间 少妇来到 马天荣就生气地对他说风凉话 少妇笑着说 你命薄 担不得真惊讶 一笑了之 马天荣说 我听说狐仙都是国色天香 可你却不然 少妇说 我们都是随着人变 你连一斤之福都没有 落雁沉郁的美人 你如何能享受 就我这个丑样子 当然配不上是否上流人物 然而 比起大脚驼背的女人 也算是天资国色啦 过了几个月 妇人忽然将三两银子 赠给马天荣 并说 你屡次向我要钱 我以你命薄 不应该藏有银子 所以没有给你 现在即将有美人来提亲 我给你购买个媳妇的钱 也介意表示赠别 马天荣自己表白 并没有打算娶妻 妇人说 一两天之内自然会有没人来 马天荣问 你没听说那妇人长得怎么样 少妇说 你想要漂亮的 当然就是漂亮的 马天荣说 这我不敢奢望 可是三两银子 怎么能买个媳妇呢 少妇说 这是月老安排好的 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 马天荣问 你为什么忽然说咱们要分别 少妇回答说 像我们这样披心戴月的偷情 终不是个长法 你自然会有妻子 干嘛要这样搪塞下去呢 天一亮 少妇就走了 走时将一包黄药面送给马天荣 说 分别后你恐怕会得病 服这药可以治好 第二天 果然有媒人来马家 马天荣先问女方的相貌 媒人说 不美 但也不丑 马天荣问 多少聘金 答说 约四五两银子 马天荣不愁这个价钱 但必须要亲眼见见那个女子 媒人怕梁家女子不肯抛头露面 就约马天荣一起去相看 见机行事 到了女方村边 媒人先进村 让马天荣在村外等着 过了很长时间 才回来说 巧了 我的表亲和他同住在一个院落 刚才我去看见 那女子正在他屋中坐着 你假装着去拜访表亲 从他身边走过 相聚很近 你可以偷着看看 马天荣 马天荣跟着媒人进去 果然见一个女子坐在屋里 身子浮在床上 正让侍女给他骚背 马天荣从他身边走过 看了一眼 女子长得果然和媒人说的一样 到了商定聘金时 女方并不计较 只要一二两银子 打发女子出嫁 马天荣以为得了便宜 就按数交付了银子 又筹谢了媒人 及写婚书的人 三两银子恰好用完 也没多费一文钱 选了个良辰吉日 将女子取进门来 一看原来是个鸡胸 弯腰驼背的女人 脖子很短像乌龟 看裙下 露着两只齿靶长的大脚 这才明白 狐仙说的话是有原因的 意识是说 根据人的样子来变化 也许是狐女自嘲的说法 然而她所说的福泽 确实可以深信不疑 我每每说 不是祖宗几代的修行 不可以获得很高的官位 不是自身几代的修行 不可以得到家人 相信因果报应的人 一定不会认为 我的话很迂腐 武昌府的尹图南 有一座空闲着的宅子 租给了一个秀才居住 半年多 尹图南再也没过问这件事 一天 尹图南在这座宅子门口 遇见那个秀才 见她年龄很小 但容貌俊雅 风姿翩翩 衣着华丽 便上前和她交谈起来 秀才谈吐文雅含蓄 令人喜爱 尹图南很感惊异 回家后便告诉了妻子 妻子派了个丫鬟 以赠送礼物为名 去暗地里查看秀才的家世情况 见她家有个天仙般的美艳女子 家里的花草衫食 衣服器具 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尹图南听说后 揣测不出秀才到底是什么人 便去她家登门拜访 正赶上秀才外出了 第二天 秀才就来回拜 尹图南打开她的名帖一看 才知她兴于明德 两人交谈之后 尹图南又详细打听她的家族门第 秀才的回答却十分含糊 尹图南反复地追问 秀才就说 您如果想和我交往 我不敢拒绝 要知道 我并不是逃亡在外的盗匪 何必苦苦地逼问来历呢 尹图南连忙道歉 命家人摆下酒宴 两人吃喝谈笑 一直喝到天黑 才有两个健壮的仆人 挑着灯 牵着马 把秀才接了回去 第二天 秀才回请尹图南 尹图南来到她家中 见室内墙壁 都用明光纸表得和镜子一样 光滑洁净 酸泥形状的金香炉里 染着奇异的香料 一只碧玉瓶里 插着两只凤尾和两只孔雀鳞 都长两尺多 还有一只水晶瓶里 浸着一棵开粉色花的花树 叫不出什么名字 也是两尺来高 这花树长长的枝条倒垂着 覆盖在花儿之外 叶树花蜜 含苞带放 湿润的花瓣 就像收敛着翅膀的蝴蝶 而花蕊就像是蝴蝶的须 酒席上不过摆了八个盘 但每样菜都异常丰美 秀采命童子 击鼓催花行酒令 鼓声一响 只见花瓶中的花 颤颤地抖动起来 像要折断一样 一会儿蝴蝶的翅膀 渐渐张开 鼓声一停 一声轻响 花地和花须立即飘落 变成一只蝴蝶 飞落到隐途男的衣服上 秀采笑着起身 拿个大杯蒸上酒 让隐途男喝了 隐途男刚蒸满时候 蝴蝶便飞走了 过了一会儿 鼓声又坐 有两只蝴蝶飞到 于德的帽子上 于德笑着说 这可是自作自受了 也喝了两大杯 第三次鼓声想过 蝴蝶乱纷纷落下 又翩翩地飞到 两人的袖子和衣巾上 击鼓的童子笑着过来 用手指点着 数美人身上的花朵 隐途男应喝酒杯 于德喝四杯 这时隐途男以微有醉意 不敢多喝 勉强喝了三杯 便离席告辞了 从此后 隐途男更加感到 于德是个奇人 但于德很少和人交往 总是关着门自家过日子 村人们有喜事丧事 他也从来不去庆贺或调研 隐途男逢人就宣扬于德 听到他的奇事的人 都争着结交他 常常是贵客迎门 十分热闹 于德很不耐烦 忽然辞别隐途男搬走了 于德走后 隐途男来到他家 见庭院空空 地上扫得一尘不染 燃圣的蜡烛堆放在石阶下 窗子上只剩些残薄断线 上面还留着清清楚楚的纸痕 只在屋后 已留下一个小白石水缸 能成一淡水左右 隐途男把缸拿回家去 注上水养了几尾红鱼 过了一年 缸里的水仍然清澈如初 后来 这缸被仆人们搬动时 失手打碎了 奇怪的是 缸里的水像凝固了一样 也不流泄出来 再一看 缸好像仍在那里 用手一摸 却空空软软的 手一伸进去 水就随着手流出来 拿出手 水又合拢起来 到了寒冬 水也不结冰 一夜 钢水忽然结成水晶状 但红鱼仍然在里面 自由自在地游动 隐途男恐怕别人 知道这件奇珍 总是把它藏在密室里 除了儿子女婿这样的亲人 从不拿给别人看 但时间长了 还是传了出去 要求观看的人 纷纷登门 络绎不绝 在腊月的一夜 水晶忽然又分解为水 流了一地 红鱼也不见了 原来碎钢的残片还在 忽然来了个道士 登门索要碎钢片 隐途男拿出一片让他看 道士说 这是龙宫中盛水的器具 隐途男又描述了 钢破后水不流泻的情景 道士说 注水的是钢的魂破 说完 很殷切地恳求 给一小块碎钢片 隐途男问他有什么用 道士说 把他倒为碎末入药 能使人长生不老 隐途男给了他一片 道士非常感谢 欢欢喜喜地走了 偏偏 罗子福 边州人 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八九岁时 被叔叔罗大叶收养 罗大叶任国子健祭酒 富有家产 但没儿子 他疼爱罗子福 就像疼爱亲生的一样 罗子福十四岁时 被坏人引诱去嫖妓肃昌 当时 有个精灵来的妓女 巧居本郡 罗子福很喜欢她 被她迷住了 这妓女返回精灵 罗子福也偷偷地跟着她 逃离了家乡 在妓院住了半年 她的钱财都花光了 妓女们都讥笑她 但还没有立即赶她走 过了不久 罗子福身上长满了眉毒窗 溃烂发臭 沾染床席 被妓院赶了出来 她只得在街市上讨饭 街上的人们见了她 都远远地躲着 罗子福害怕死在异地他乡 便一路讨着饭往西走 每天走三四十里 渐渐到了宾州地界 可是想到自己衣衫破烂 窗笼污秽 没脸回家 依旧在临近县里徘徊 一天夜晚 罗子福想去山中寺庙投诉 路上遇到一个女子 容貌美丽的跟天仙一样 女子走近她问 去哪里 罗子福识说了 女子说 我是出家人 住在山洞里 你可以去留宿 还能躲避虎狼 罗子福很高兴 跟着女子走了 进入深山中 看见有一座洞府 门前横躺着一条小溪 溪上架着跟长条石做桥 过桥几步 有两间石室 室内一片光明 不需点灯 女子让罗子福脱下破衣 到溪水中洗个澡 说 洗洗 窗就好了 又拉开围杖 扫扫被褥 催促罗子福去睡 说 快睡吧 我要给你做件衣服 去过一些像芭蕉的大叶子 猜剑好后缝制起来 罗子福躺在床上看着 见女子坐了不一会儿 衣服便缝好了 遮疊整齐放到床头上 说 明早穿上吧 说完便在对面床上睡了 罗子福洗了澡后 觉得身上的窗不疼了 醒过来一摸 已经结了厚厚的窗夹 到第二天早晨 罗子福要起床 心里怀疑 芭蕉叶衣服没法穿 取过来一看 却是绿色的锦段 光滑异常 过了会儿 女子准备早饭 只见她取过一些山叶来 说是饼 一吃果然是饼 又把叶子剪成鸡鱼 烹调好后都和真的一样 室内角落里有个小瓮 盛着好酒 女子一次次取来饮 少了就再用吸水灌满 过了几天 罗子福身上的窗夹都脱落了 就要求到女子床上同寝 女子说 轻薄东西 刚能安身就要妄想 罗子福说 聊以报答您的大恩 于是二人同床共枕 欢爱非常 一天有个少妇笑着进来 说 偏偏小鬼头快活死了 薛姑子的好梦 几时做成的 偏偏迎上去笑着说 原来是花城娘子 你贵族很久不踏见地了 今天西南风景 把你吹了来了 抱了儿子没有 少妇回答说 又是个丫头 偏偏笑着说 花娘子真是个瓦窑啊 孩子带来了吗 少妇说 刚才哄好了 你睡下了 于是一骑落座 偏偏设宴款待 少妇又看着罗子福说 小狼君烧了好香了 罗子福见他 有二十三四岁年纪 容貌也很漂亮 心里很喜欢他 剥果子时 不小心落到桌子底下 罗子福假装浮身碱石 暗地里捏他的脚 花城看着别处笑笑 想不知道 罗子福正在神魂颠倒 忽然觉得身上的衣服 顿时不暖和了 低头一看 衣服全变成了秋叶 吓得他 差点避过气去 急忙收回血念 端坐了一会儿 衣服才又渐渐 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他心里暗自庆幸 两个女子都没看见 过了会儿 罗子福给花城劝酒时 又用手指搔他的掌心 花城坦然地说笑着 一点也没知觉 罗子福心神不安时 衣服又变成了叶子 过了一阵子才变回来 他只得羞惭地打消了杂念 再不敢妄想 花城笑着说 你家小狼君太不正经 如果不是醋葫芦娘子 恐怕她早跳到云间里去了 翩翩也激笑说 轻薄东西就该活活冻死 两人拍掌大笑起来 花城离喜说 小丫头醒来 恐怕把肠子都枯断了 翩翩也起身说 贪图勾引人家的男人 就忘了小娇城哭死了 花城离去后 罗子福害怕被翩翩 讥笑谴责 但偏偏人和平常一样对待她 住了不久 杰令已到深秋 寒风阵阵 双叶降落 偏偏减时落叶 储藏起来准备过冬 见罗子福冻得瑟瑟发抖 他便拿个包袱 到洞口抓白云 续成棉衣 罗子福一穿上 觉得温暖的 真像棉衣一样 而且非常轻快 过了一年 翩翩生了个儿子 非常聪明漂亮 罗子福天天在洞里 逗弄婴儿取乐 但他常常想起家乡 便恳求翩翩一同回去 翩翩说 我不能跟你去 要不你自己走吧 拖延了两三年 儿子渐渐长大 于是就和花城结成了亲家 罗子福担心叔叔已经老了 没人照顾 偏偏说 叔叔固然已经高龄 但庆幸比较强健 用不着你挂念 等宝儿结婚后 是走是流 全凭你 偏偏在洞中 总是拿树叶写上字 教儿子读书 儿子一看就明白了 偏偏说 这孩子生就福相 让他到人事上去 不愁做不到高官 过了一些年 儿子已经十四岁 花城亲自把女儿送了来 偏偏见那江城姑娘 衣着华美 容光照人 与罗子福都非常高兴 和家团聚 设宴庆贺 偏偏敲着投差 唱道 我有家儿 不限贵官 我有家父 不限乙丸 今宵聚首 皆当喜欢 为君行酒 劝君家餐 酒后 花城离去 偏偏夫妇 让儿子媳妇 住队伍 新媳妇很孝敬 一恋在偏偏膝下 就像亲生女儿一样 罗子福又说要回去 偏偏说 你有俗骨 终究不是成仙的料 儿子也是富贵中人 你可以带了去 我不耽误他的前程 新媳妇正想回家 跟母亲告别 花城已经来了 儿女恋恋不舍 热泪盈眶 偏偏和花城都安慰说 暂时离去 以后还可以再回来 偏偏便把树叶剪成毛驴 三人起上 往回走来 罗大叶此时已经告老还乡 以为侄子早已死了 忽见罗子福 带着漂亮的儿子和儿媳回来 罗大叶欢喜的 像得到了宝贝 罗子福三人进入家门 分别看看自己的衣服 都变成了芭蕉叶 扯破一看 里面的棉絮 像蒸汽一样四散了 于是三人重新换了衣服 后来 罗子福响咽翩翩翩 带着儿子回去探望 只见黄叶满路 白云迷失洞口 再找不到踪迹 只得流着泪 反了回来 青梅 南京有个姓陈的书生 性情磊落 不受礼俗的约束 一天 她从外面回来 宽解衣袋时 觉得衣袋末端很沉重 像有东西往下坠 看了看 并没有什么 转身之间 有个女子从衣服后面出来 手里绣发向她微笑 真是美丽极了 乘生怀疑她是个鬼 女子说 妾不是鬼 是狐 乘生说 倘若能得到美人 就是鬼也不可怕 更何况是狐呢 于是和她亲热起来 过了两年 他们生了个女儿 取小名叫青梅 狐女常常对承生说 你不要再娶妻子了 我会为你生个儿子的 承生相信了狐女的话 就不再娶妻 但是 亲戚朋友们都讽刺 讥笑她 承生动摇了 终于改变了主意 聘了胡东的王室为妻 狐女听说后 非常恼怒 抱取女儿喂完奶 抛给承生说 这是你家的赔钱货 愿意养她或者杀她 全有你 我何必带人做奶妈呢 说着出门而去 青梅长大了 非常聪明 相貌美好秀丽 酷似她的母亲 不久 承生病死 王室改嫁出走 把青梅寄养在唐叔家里 她的唐叔品行恶劣 行为放纵 竟然想把青梅卖掉 得钱自用 恰好有个正在家候选的官职的王进士 听说青梅很聪明 便出大价钱把她买来 让她让她给自己的女儿阿喜当侍女 阿喜十四岁年纪 容貌美丽绝顶 她见了青梅非常高兴 就和她同住在一起 而青梅也善于侍奉人 聪明伶俐 会看美眼行事 因此 王家人全都很喜爱她 城里有个姓张的书生 自介寿 家境贫穷 没有财产 租赁了王进士的房子居住 张生非常孝顺 遵守礼仪 品行端正 又勤奋好学 青梅偶然有事到张家 看见张生坐在石头上吃米糠粥 他进屋和张母说话时 却见桌子上摆着美味的猪蹄 当时张翁正卧病在床 张生进屋抱着父亲小便 遍夜沾脏了张生的衣服 父亲觉察了非常恨自己 而张生却掩盖着脏处 急忙出屋自己洗净 唯恐让父亲知道 青梅看了大为惊奇 回来后就对阿喜讲述 在张家见到的情形 并说 咱家的房客是个不同寻常的人 您若不想得好夫君便罢 如果想得好夫君 张生就是最理想的人 阿喜恐怕父亲嫌张生贫贱 青梅说 不贱的 这事全在您自己 假如您认为合适的话 我可以偷偷地去告诉张生 请大家请没人来提亲 到时候老夫人一定要照您去商量这事 只要您应着同意 事情就好办了 阿喜怕跟了张生 穷一辈子让人耻笑 青梅说 我自以为能为天下世人看相 绝不会出错的 第二天 青梅把意思告诉了张生的母亲 张母大惊 说她说的话不是好兆头 青梅说 我家小姐听说公子人品好 赞美他有道德有才能 我是因为摸透了他的心意 才来这样说的 您请没人去提亲 我和小姐两人从中帮助 估计王家能够应允 即使王家不同意 对公子来说还有什么辱墨吗 张母说 那好吧 于是便拖卖花的侯氏 前去做梅 王夫人听说就笑了 并把这事告诉了丈夫 王进士也大笑起来 便把女儿叫到面前 说明了侯氏的来意 阿喜还没来得及回答 青梅急忙夸赞张生贤能 并断言他日后必定富贵 夫人又问女儿 这可是你的百年大事 假如你愿意吃抗燕菜 就为你答应这门亲事 阿喜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看着墙壁回答说 贫富是个命 倘若命后就是贫也贫不了几天 而命中注定不贫 那就更不会有多少穷日子了 假如命博 就是那些富贵子弟 后来穷得无力追之地的 难道还少吗 这事全在父母做主 最初王进士叫女儿来商量 是想拿这事来博一笑 听到女儿的话 心里很不高兴 说 你真想嫁给张家吗 女儿没回答 再问还是不回答 王进士非常气愤地说 剑骨头全部长进 想提着讨饭筐子 当叫花子媳妇 岂不羞死 女儿被骂得 仗红着脸透不过气来 喊着眼泪退出去了 没人见事不妙 也跑了 青梅见为小姐办不成 便想着替自己来谋求 过了几天 她趁夜间到张生家里去 张生正在读书 见她到来非常震惊 问她来干什么 她说话吞吞吐吐 张生很严肃地让她离去 青梅哭着说 我是好人家的女儿 并不是来私奔 只是因为你贤德 所以我才愿意一身相许 张生说 您爱我 说我贤德 然而 昏天黑夜里来往 连洁身自爱的人都不愿做 所谓贤德的人 能去做吗 就是起初不正当 而最终能成就的事 君子还说不可 更何况 不会成就的事呢 以后你我怎么做人 青梅说 万一能成的话 你愿意收留我吗 张生说 能得到您这样的人 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还要求什么呢 只是眼下有三件难事 因此不敢轻易答应 青梅问 什么难事 张生回答 您不能自己做主 是一难 即使您能自己做主 若我父母不乐意 是二难 就算我父母乐意 而您的身价 必定很高 我家贫拿不出应付的钱 是尤其难 您赶紧走吧 您赶紧走吧 瓜田里下 令人可畏呀 青梅 只好回去 临走又嘱咐道 您若有意 求您和我共同 想办法来促成 张生 张生答应了他 青梅回来 阿喜追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就跪下 主动承认去过张生家 阿喜非常生气 以为青梅私奔 要用家法责打 青梅哭着说 自己没干 见不得人的事 于是 把实情告诉了他 阿喜赞叹道 不私自结合 是礼 一定禀告父母 是孝 不轻易许诺 是信 有这三德 老天必定会保佑他的 张生不用再担忧 自己贫困了 随后又说 你打算怎么办 青梅回答说 我要嫁给他 阿喜笑着说 傻丫头 你自己能做得了主吗 青梅说 若不成就去死 阿喜说 我一定想办法 满足你的愿望 青梅便叩头 感谢他 又过了好几天 青梅对阿喜说 以前您说的是 玩笑话呢 还是真想发慈悲呢 若当真的话 我还有些难言的隐情 再求您同情帮助 阿喜问是什么事 青梅回答道 张生拿不出订婚的聘礼 我又没有能力自己赎身 如果非要原来身价的话 同意把我嫁给他 实际上还是不同意 阿喜沉吻着说 这不是我能办到的事 我说把你嫁给他 还怕不太合适 再说 一定不要你的身价 这是父母绝不会应允的 也是我不敢说的 青梅听了 难过的流下眼泪 只是求阿喜 能同行帮助他 阿喜沉思了好一阵 说 实在没有办法 我把自己积攒的一些钱 全部给你帮忙吧 青梅拜谢了阿喜 并把这事偷偷地告诉了张生 张母知道了非常高兴 多处求解 凑齐了身价钱 收藏起来 等着好消息 正巧 王进士被选任 山西屈卧之县 阿喜趁机对母亲说 青梅年龄也不小了 咱们又要随父亲上任 不如送他走了吧 母亲本来就认为 青梅太伶俐 怕他引导阿喜不走正路 多次想把他嫁出去 就怕女儿不乐意 现在听女儿这么说 心里非常高兴 过了两天 有个庸人的妻子来说了 张家想取青梅的意思 王进士笑着说 哈哈哈哈 这家人也只配找个丫鬟做媳妇 他们前次的做法 简直也太荒唐了 不过要是把青梅 卖给富贵人家做妾的话 价钱还能比过去高一倍 阿喜急忙进屋说 青梅侍奉我这么长时间 把他卖给人家做妾 我不忍心 王进士于是传话给张家 仍然按照原来的身价讨钱 还了卖身器 把青梅嫁给了张生 青梅嫁到张家后 孝敬公婆尽心周到 胜过了张生 而操持家务更是勤快 康比当贩也不觉得苦 因此全家人都非常敬重他 青梅又以刺绣为业 他绣出的东西卖得很快 商贩们等候在张家门前抢购 唯恐得不到手 用刺绣换来的钱 多少可以应付穷日子 他还劝张生 不要光顾家耽误了读书 家里的事情由他自己承担起来 因为主人就要上任了 青梅便去与阿喜道别 阿喜见到他 哭着说 你得到了好的归宿 我实在不如你 青梅说 我知道这是水赐给我的 怎敢忘了呢 不过您认为不如我 恐怕要折我的兽了 于是两人哭着惜别 王静是一家到了山西任上 仅半年夫人就死了 灵鹫停在寺庙中 又过了两年 他这个支县 因为行贿罪被免责 发交赎罪的银两数以万计 因而家道渐渐贫困 不能自给 随从们也都自下逃散 这时瘟疫流行 王静氏感染疾病也死了 仅有一个年老的女佣人 跟随着阿喜 没过多久 女佣人又死去 只剩下阿喜自己 孤苦伶仃 日子越加难过 有个邻居老太婆 来劝阿喜出嫁 阿喜说 谁能为我埋葬父母 我就嫁给谁 老太婆很同情她 送给她一斗米就走了 半月后 老太婆又来说 我为你费了很大劲 事情很难办 贫的不能为你葬双亲 富的又嫌你家道败落 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主意 只是怕你不同意 阿喜问道 什么主意 老太婆回答 这地方有个里郎 想讨个二房 若见到你的容貌 即使让她多花钱 来厚葬你的父母 她必定在所不惜 阿喜大哭道 你要我这 关坏人家的女儿 去做妾吗 老太婆没再说话 就走了 阿喜自此每日 只吃一顿饭 勉强维持着 等待有人出钱买它 这样过了半年 日子越来越难维持 有一天 老太婆又来了 阿喜哭着对她说 困难到这种地步 常想自杀 所以还能苟活着 仅仅是因为 还存双亲的灵鹫 停在这里 我自己死了 田沟河不要紧 谁来收我父母的尸骨呢 因此 还不如按照你说的主意办吧 老太婆 于是领李郎来 她一见到阿喜 心中大喜 立即出钱 为阿喜父母办理安葬 等一切处理完了 就用车把阿喜拉回家 去见她的大老婆 因为这大老婆 既厉害又嫉妒 所以李郎起初不敢说 阿喜是妾 只是假说买了个侍女 等到见了阿喜 大老婆暴跳怒骂 拿木棍把她打了出去 不让再进门 阿喜披头散发 痛哭流涕 进退两难 正好 有个老尼姑经过这里 健壮动了侧隐之心 便要她一同居住 阿喜转杯为喜 就跟老尼姑走了 到了安堂中 阿喜拜求消化维尼 老尼不同意 说 我看你并不是 久落封尘的人 安中的粗碗糙米 大体上可以自足 你暂且先寄居在这里 等候着 只要时机到来 你就会自己走的 这样住了不长时间 城市中的一些无赖之辈 见阿喜长得美 经常来敲门 并说脏话调戏她 老尼也无法制止他们 逼得阿喜 又是哭叫 又是寻死的 为此 老尼前去请求利部的某官 专门贴了告示 严厉禁止 这些恶少们才开始稍稍有些收敛 后来 又有人趁黑夜在安墙上挖洞 幸被尼姑们发现 惊呼才离去 因此 再次告到利部某官那里 捉住了首恶 送郡城中拷打 才渐渐安稳了 又过了一年多 有个贵公子经过安中 被阿喜的美貌惊呆了 硬求老尼替他痛殷勤 有众理贿赂老尼 但老尼婉言对他说 他是官宦世家的后人 不会甘心给人家做妾的 公子暂且回去 推迟几天再去给您报信 贵公子走后 阿喜向服毒求死 夜里梦见父亲来 很痛心地说 以前我没有依从你的心愿 才使你置于此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但只要你暂缓片刻不死 夙愿还可以再实现 阿喜感到非常奇怪 天亮了 阿喜梳洗过后 老尼见了惊讶地说 看你的脸上 浊气已经全消了 一切艰难和不顺心的事 都不用再愁了 您的福气就要来了 不要忘了老身啊 话未说完 就听到了敲门声 阿喜惊慌失色 知道必定是贵公子的家奴 老尼开门一看 果真是他 家奴急忙问事情的结果 老尼好话硬撑 再请宽限三日 家奴转达主子的话 视若不成 让老尼亲自向公子回话 老尼毕恭毕敬 满口答应 说着感谢话 打发加奴走了 阿喜大为伤心 又想自尽 老尼急忙劝止 阿喜担心贵公子过三天 再来催 无话可对 老尼说 有我在 要砍要杀 我自己承当 第二天下午 下起了倾盆大雨 忽然听到 有好几个人用力敲门 并大声喊叫 阿喜以为发生了什么变故 吓得手足无测 老尼冒着大雨开开门 看见门前 放着一台轿子 有几名丫鬟 从里面浮出一位美人来 随从簇拥 声势显赫 车角非常漂亮 老尼惊奇地问他们 有什么事 回答说 是斯里大人的家眷 想在这里暂时避避风雨 老尼引导美人进了大殿 一过坐塔 恭敬地请她坐下 家人和女佣们 全都跑向禅房 个人寻找休息的地方 女佣进屋 见到了阿喜 见她很美 连忙跑去告诉了夫人 不多时 雨停了 夫人起身 要去禅房看看 老尼领她进屋 夫人见到阿喜惊呆了 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她 阿喜也把她端详了好一阵子 这位夫人不是别人 竟是青梅 两人相认都失声痛哭 于是谈起了分别后的经历 原来张翁病故后 张生扶桑欺满 付出做官 连连生前 被授予私利官职 她先同母亲一起赴任 随后这才来搬家眷 阿喜叹息着说 今日看来 你我二人可以说 有天壤之别呀 青梅笑着说 幸亏您遭受磨难 未嫁夫君 老天爷想叫我们两人团聚呢 假如不是遇到这场大雨 怎么会有今天的相逢呢 这其中全有鬼神相助 并非是人力能办到的 于是拿过珍珠寇和紧缎绣衣 催促阿喜换装 阿喜低头徘徊不接 老尼从中极力夸赞并劝说她 阿喜担心 同道张府同居 名不正眼不顺 青梅说 咱俩的名位 以前早有定分 弟子我哪敢忘了 您的大恩大德 试想 那蟑螂岂是忘恩负义的人 说完 硬为阿喜换上妆 此别落泥而去 到了私立官邸 张氏母子见了都很欢喜 阿喜拜见老夫人说 我今天真没有脸面来见母亲 张母笑着安慰她 随后商量选择即日举行婚礼 阿喜对青梅说 你暗中只要有一线生路 我也不愿意跟随夫人到这里来 若念往日的友情 能得到一间屋子 只要容得下一个能做的蒲团 我就很满足了 青梅笑笑没有答话 到了婚礼那天 她把华丽的礼服抱了过来 阿喜左右为难 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听见 鼓乐声响了起来 她也身不由己了 青梅带领丫鬟女佣 硬给她换上礼服 簇拥着走出来 见蟑螂身穿巢服在位 于是自己也不觉隐隐而败 青梅把她拉入洞房 说 空着这个位子等待您 已经很久了 又回头对蟑螂说 今夜是您报恩的机会 可要好自为之 说完反身要走 被阿喜捉住了衣襟 青梅笑着说 不要留我 这事可不能代替 掰开阿喜的指头 脱身而去 自此 青梅小心谨慎地侍奉阿喜 从不冒犯 而阿喜始终惭愧 心中不安 于是 张母便对她两人都称夫人 但是 青梅仍以原来的名分 对阿喜行避切礼 而且从不懈怠 过了三年 张生有私礼职选调进京 经过尼安 送上五百两银子 筹献老尼 老尼不收 再三抢留 于是 收下二百两 用来修建了大士祠 立起了王夫人碑 后来 张生官职 坐到侍郎 成夫人青梅 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王夫人阿喜 生了四个儿子 一个女儿 张侍郎又上书皇帝 陈述了侍庆的始末 青梅和阿喜 都被封为夫人 罗刹海事 马记自龙梅 是商人的儿子 他风度翩翩 一表人才 从小就洒脱大方 喜欢唱歌跳舞 经常跟着戏班子演出 用锦帕缠着头 就像一个美丽的少女 因此又有俊人的美称 他十四岁 考中秀才 很有名气 父亲年老体衰 放弃了经商 回家闲住 对马记说 几卷书 饿了不能煮着吃 冷了不能当依传 我儿应该继承副业 去经商 马记从此 就慢慢做起买卖来 一次 马记跟别人去海外经商 被飓风刮走了 飘了几天几夜 来到一个都市 这里的人个个都非常丑陋 看见马记来 以为是妖怪 都惊叫着逃走了 马记刚刚见到这情景时 还很害怕 等知道那些人是惧怕自己时 就反而去欺负他们 遇到吃饭的时候 他就跑过去 把人家吓跑了 他就把剩余的饭菜吃掉 这样过了很久 进入一个山村 山村中的人 相貌也有像人的 但都是破衣烂山 像讨饭的 马记在树下休息 村里的人都不敢过来 只是远远地看着他 时间长了 绝出马记并不是吃人的妖怪 才开始慢慢地接近他 马记笑着同他们攀谈 他们的语言虽然不同 但大半能听懂 马记就告诉他们自己的来历 村里的人很高兴 便告乡邻 来客不吃人 但是那些长得丑陋的 看看他就跑了 始终不敢到跟前来 那些来的人 五官的位置 都与中国人大体相同 他们摆上韭菜 共同招待马记 马记问他们怕他的原因 他们回答说 曾经听祖父说 往昔走两万六千里 有个中国 那里的人形象都很诡秘奇异 原来只是听说过 现在才相信了 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穷 村人回答说 我国所看重的 不在学问才能 而在相貌 长得最美的做大官 稍差一点的做小官 再差一点的 也能受到贵人的宠爱 得到赏赐的食物 养活妻儿 像我们这样的 刚出生时 父母就以为不吉利 常常都被抛弃了 父母不忍心丢弃的 也都是为了传宗接代罢了 马记问 这叫什么国 他们回答说 叫大罗刹国 往北三十里都是城 马记请他们领着到都城去看看 于是第二天计较 村人就起身 领马记一块去了 天亮后才到达都城 都城的城墙是用黑石头砌的 颜色像墨一样黑 楼阁高近白尺 但很少用瓦 都用红色石头盖顶 十一块碎石在指甲上磨磨 和红色的朱砂没有两样 这时正好退朝 朝中有一顶大轿子出来 村人指着说 这是宰相 马记一看 那人两只耳朵朝后长着 三个鼻孔 睫毛像帘子一样盖住了眼睛 又出来几个骑马的 村人说 这是大夫 挨着指出个人的官职 大都是披头散发 相貌猙獰的丑八怪 官职越低的 丑相也渐渐 一会儿 马记往回走 街市上的人看见他 吓得大声嚷叫着 跌跌撞撞的跑了 就像碰上了怪物 村人再三说明 街市上的人 才敢远远的站着看 回去以后 罗刹国里 老老小小都知道了 山村里有一个奇怪的人 于是大小官员都想见识见识 就叫村里的人把马记送去 可是每到一家 看门人总是把门关死 男女老少偷偷地从门缝里往外瞅着 议论着 真正一天 没有一个敢开门让马记进去的 村人说 这里有一个侄己郎 曾经当过先王的初始外国 他见识很多 可能不会害怕你 领着马记去登门拜访 那位侄己郎果然很高兴 把马记奉为上宾 马记看他的相貌 像有八九十岁 眼睛突出 胡须卷曲的像刺猬 直己郎说 我年轻时 曾奉国王的命令 出使过许多国家 唯独没有去过中国 如今我一百二十多岁了 有幸能够看到上国的人物 这可不能不报告天子 但是我已经退职 十多年不去朝廷了 明天早上就为你去一趟 说完 备了韭菜招待马记 就过数旬 出来十多名歌女 轮流歌舞 都长得像叶茶样 全有白锦缠着头 红色的衣服脱在地上 不知扮得什么角色 唱得什么歌词 腔调节奏都很特别 主人看着很满意 问 中国也有这样好的歌舞吗 马记说 有 主人请马记模仿几句 马记就用手敲着桌子 唱了一曲 主人高兴地说 真妙啊 你的歌声就像凤鸣龙笑 我从没听到过 第二天 执己郎上朝 把马记推荐给国王 国王高兴地要下诏书召见 有两三个大夫说 马记样子怪异 怕惊吓了皇上龙体 国王才没有召见他 执己郎出来告诉马记 身表惋惜 马记和他一同居住了好多天 同主人一起饮酒 喝醉了拔剑起舞 用眉粉抹在脸上 扮成张飞 主人认为很美 说 请你扮成张飞去见宰相 宰相一定乐意用你 高官后路不难到手 马记说 闹着玩玩还行 怎么能换个假脸 去谋取荣华富贵呢 主人再三抢求 马记才答应了 主人马上备了酒言 请那些大官们来喝酒 叫马记画了脸等着 不久客人来了 主人喊马记出来见客 客人惊讶地说 奇怪呀 怎么前几天那样丑陋 今天又这样漂亮 于是 同马记一起喝酒 非常快活 马记跳着舞 唱了一首一阳曲 满座的客人 无不清道 第二天 大官们纷纷上奏国王 推荐马记 国王高兴 派使者持经节 以礼召见他 见面后 国王问马记 中国治国安邦的办法 马记原原本本地 陈述了一番 国王大加赞赏 再别宫赐宴款待 喝到畅快的时候 国王说 听说你擅长优雅的乐曲 能不能叫寡人欣赏欣赏 马记便起身舞起来 也仿效罗刹舞女的样子 用白锦缠头 唱些秘密之音 国王高兴极了 当天就封他为夏大夫 并经常请马记参加家宴 特别的恩宠他 时间长了 那些官僚们都知道了 马记的面目是假的 他无论走到哪里 总是看见人们笑声耳语 不愿意同他接近 马记感到很孤立 心里很不安 就上书国王要求辞职 国王不准 他又要求休假 国王便给了他三个月的假期 于是马记坐着官车 载着金宝又回到了山村 村人跪在路上迎接他 马记把金钱分给过去那些 与他结交的朋友 村里欢声雷动 村人说 我们这些小人受到大夫的恩赐 明天去海市寻求些珍贵玩物来报答大夫 马记问 海市在什么地方 村人说 海市是四海交人聚集在那里 卖珠宝的地方 到时四方十二国都去做买卖 集市中还有许多神人来游玩 云霞这天波涛汹涌 那些贵人们都珍惜自己 不敢去冒险 只是把银钱交给我们 替他们卖奇珍异宝 现在离海市的日子不远了 马记问他们怎么知道日期 村人说 如果看见海上有红色的鸟飞来飞去 七天以后就是海市 马记问他们动身的日期 想一起去看看 村人劝他自己珍重 马记说 我本来就是海上客 还怕什么风陶浪涌 不几天 果然有人登门送钱 托他们买东西 马记就和村人把钱装上船 一起去了 船能容几十个人 船底是平的 栏杆高高的 有十个人摇路 船像箭一样飞着前进 走了三天 远远看见水云荡漾之中 楼阁层层叠叠 各处来做买卖的船 像蚂蚁一样纷纷聚集 不多会儿来到城下 建墙上的砖都和人一样长 城楼高的接天 他们系好船进城 建集市上摆放的货物 全是奇珍异宝 光彩夺目 都是人世间没有的 有一位少年骑着骏马走过来 集市上的人都急忙躲开 说是东阳三世子来了 世子走过来 看见马迹 说 这不是偏远小国来的人 接着就有个在马前开路的人 问马迹乡籍是哪里 马迹站在路旁行了礼 详细地讲了自己的籍贯和姓氏 世子高兴地说 你既然能屈尊来到这里 说明我们缘分不浅 于是就给他一匹马 请他同行 二人出了西城 刚走到岸边 骑的马撕叫着跃进水中 马迹下的狮声喊叫 却见海水从中间分开 两边的水像墙壁一样屹立着 一会儿看见一座宫殿 带帽装饰的梁 鱼鳞片做的瓦 四壁亮如水晶 夺目耀眼 能照出人影 马迹下马 世子拱手将他请入 抬头看见龙王坐在殿上 世子启奏道 陈游览海事 遇见这位中华贤士 令他来参见大王 马迹上前跪拜行礼 龙王说 先生既然是位有文才的学士 一定能够胜过屈原送欲 我想烦劳你的大手笔 写一篇描写海事的文章 希望你不要吝惜你的妙词 马迹叩头答应了 龙王给他一方水晶雁台 一支龙须笔 光滑如雪的纸张 香气如蓝的墨 马迹历史写出了篇千余岩的文章 呈现给龙王 龙王赞赏说 先生真是高彩 给水国添了光彩 接着召集龙族 在彩霞宫举行盛宴 久过几旬 龙王举杯向马迹说 寡人有个爱女 还没有许配人家 愿意把她许给先生 先生意下如何 马迹连忙离席站起来 惭愧地表示感激 连连答应 龙王便对左右说了 不一会儿 有几个宫女 扶着一个女郎出来 佩欢声声 鼓乐起奏 拜完天地 马迹偷眼一看 那女郎 真是一位天仙 龙女拜完天地 就走了 不多会儿 宴席散了 两个丫鬟 飘着宫灯 领着马迹 进了旁宫 龙女正浓装坐等 珊瑚座的床上 装饰着各种珠宝 帐外流苏 坠着斗大的明珠 床上的被褥又香又软 天刚亮 便有许多年轻美貌的 丫鬟十女前来伺候 马迹起床后 上朝拜谢 龙王封他为驸马都尉 并把他写的海士妇 传送四海龙宫 四海龙王都派专员来祝贺 争着下请柬 请驸马赴宴 马迹身穿锦绣衣衫 坐着青龙拉的车子 前呼后拥 外出赴宴 几十名骑马的武士 都身配雕工 扛着白色的杖棍 威风凛凛 骑马的弹征 坐车的奏域 三天里游遍各海 从此龙眉的名字 船遍四海 龙宫里有一棵玉树 一人多粗 树干晶莹透彻 像白琉璃 中间有一个淡黄色的心 比胳膊稍细一点 叶子类似碧玉 有铜钱那么厚 树荫细碎浓密 马迹常常和龙女 在树下吟诗唱歌 树上开的花 形状类似枝子花 花瓣落在地上 发出枪的一声 拾起来看看 像用红色玛瑙 叼成的光明可爱 常有一种奇异的鸟儿 飞来啼叫 金绿色的羽毛 尾巴比身体还长 叫声像玉笛奏出的 哀玩乐曲 使人忧伤 马迹一听这鸟的叫声 就思念家乡 对龙女说 我流浪在外三年了 远离父母 每当想起他们 便伤心流泪 你能跟我回家乡吗 龙女说 仙境同城市隔绝 不能跟随你去 我也不忍心 以夫妻之爱 夺走你父子之情 容我慢慢想个办法 马迹听了 忍不住又流下眼泪 龙女也叹息说 这实在是不能 两全其美的事啊 第二天 马迹从外边回来 龙王说 听说驸马思念故乡 明天早晨收拾行装 送你上路 可以吗 马迹连忙败谢说 我一个孤身旅居在外的臣子 受到过分的优待宠爱 感恩图报之情 牢记在心 容许我暂时回家 探望一下父母 以后还要回来团聚 到了晚上 龙女白酒化别 马迹同他约好 以后见面的日子 龙女说 我们的情缘已经到头了 马迹非常悲痛 龙女说 回家奉养双亲 可见你有孝心 人生俱散 百年如同旦夕 何必像多情儿女般哭泣 今后我一定为你坚守贞结 你也要为我不再另取 两地同心 就是美满夫妻 何必一定要早晚守在一起 才叫白头偕老呢 要是违背了盟事 再婚嫁也不会吉利 如果顾虑没有人主持家务 你可以收一个婢女为妾 还有一件事要嘱咐你 成亲后 我好像怀孕了 请给孩子去个名 马迹说 如果是女的就叫龙公 男的就叫浮海 龙女要一件东西做凭证 马迹把在罗刹国得到的 一对赤玉莲花拿出来 龙女说 三年后的四月八日 你要划船去南岛 那时送还你的儿女 龙女用鱼皮做了个口袋 装满珠宝 送给马迹说 你好好珍藏 几辈子也吃不完用不尽的 天刚放亮 龙王设宴见别 赠送马迹许多礼物 马迹拜别出了龙宫 龙女乘白羊车 送她到海边 马迹上岸下了马 龙女说声真重 调转车头回去了 不一会儿就走远了 海水又合到一块儿 再也看不见了 自从马迹被海水漂走后 人们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她一到家 家里人无不经意 幸亏父母都健在 只有妻子已经改嫁了 马迹这才明白 龙女首亿的话 原来已经知道 她的妻子改嫁了 父亲想为马迹 再娶一方妻子 马迹不答应 只收了一个婢女做妾 她牢记龙女叮嘱的 三年期限 到日子后 乘船来到岛中 看见两个小孩 坐着浮在水面上 拍打着水嬉笑 不动也不下沉 马迹到跟前用手一拉 一个小孩笑着 抓住马迹的手臂 跳入她的怀里 另一个大声哭起来 似乎怪马迹不拉自己 马迹就把她也拉上来 仔细看去 一男一女 相貌都很俊秀 头上的花帽子 各点缀着一块玉 便是那赤玉莲花 背上有个锦囊 拆开一看 里边有一封书信 上写 公婆想必都安康吧 转眼已过三年 红尘永远隔离了我们 盈盈一带之水 书信难通 朝思暮想 只有梦中才能相见 殷切的盼望 盼得脖子发酸 面对茫茫大海 有恨又有什么办法呢 又想奔月的嫦娥 尚且独守月宫 投缩的织女 也在天河一边惆怅 我是什么人 那能永远和爱人相聚 每每想到这里 便有破体微笑 我们分别两个月后 竟生了一对儿女 如今 已经在怀抱中 一压血雨 能懂笑语 摸枣抓梨 没有母亲 也可以活下去了 现在把他们送还给你 你赠送的赤玉莲花 装饰在孩子们的帽子上 作为凭证 你把孩子抱在膝头时 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知道你履行了过去的盟事 心里很安慰 我这一生不会有二心 到此不会再嫁别人 梳妆侠里 不再放着篮膏 对镜梳妆 久已不涂之抹粉 你就好比出门远游的游子 我就是游子之父 虽然远隔两地 但我们仍是恩爱夫妻 只是想 公婆虽然已经抱上孙子 却从没见过儿媳 按情理说 也是个缺陷 一年后 婆婆安葬时 伟定亲临墓穴 进儿媳孝道 从此以后 则龙公平安 还有见面之气 福海长寿 或许还能来往 希望你多多珍重 想要说的话 是说不完的 马迹反复读着书信 泪流不止 两个孩子抱着他的脖子说 回家吧 马迹更加悲痛 抚摸着他们说 乌尔知道家在什么地方 孩子更加哭闹 咿呀呀地喊着要回家 马迹望着茫茫大海 无边无际 看不见龙女的影子 波涛翻腾 没有去龙宫的道路 只好抱着孩子 掉转船头 满腹惆怅地回去了 马迹知道 母亲的寿命不长了 把衣服关木都准备好了 在墓地上 种植了一百多棵松树 过了一年 母亲果然死了 邻车刚到墓地 就有一个穿校服的女子 走进墓穴哭掉 众人正吃惊地看着她时 忽然风机雷轰 接着下起了急雨 转眼间 那女子已经不见了 心中的松树 本来大都枯萎了 这时又全活了 福海稍长大一点 常常思念母亲 忽然自己投入大海 几天后才回来 龙宫因为是女孩不能去 常常灌上门独自哭泣 一天 大白天忽然乌云遮天 龙女走进房内 对女儿说 而自己能长大成家 为什么哭泣 说着 说着 赐她一棵八尺高的珊瑚树 一铁龙脑箱 一百棵明珠 一对八宝欠金盒子 作为嫁妆 马迹听说龙女来了 急忙跑进来 拉着手就哭 轻刻间 一声急雷震破房顶 龙女已经不见了 意识是说 装出一副假面孔来迎合世俗 如此势态 与鬼欲无异 颠倒美丑 屈翼逢营的怪癖 天下都有 小的逢营被说成小好 大的逢营被说成大好 如果公然保持男子汉的本来面目 立身处事 而不下的人们四散奔逃 大概一定很少见的了 否则 那个献欲给楚王的傻人便和 又怀抱着价值连城的宝玉 向什么地方去哭呢 飞黄腾达 富贵荣耀 该当从海市蜃楼的魔幻世界中 去寻求才是啊 田七郎 五成修是辽宁辽养县县人 他喜欢结交朋友 所交往的都是些知名人物 一天夜里 梦见一个人告诉他说 您的朋友遍天下 都是烂交 唯有一人可以和您共患难 怎么反而不去结识呢 五成修问道 他是谁呀 那人说 不就是田七郎吗 五成修醒来感到很奇怪 第二天早晨 他见到朋友们 就打听谁是田七郎 朋友中有人认得田七郎 是东村一个打猎的 五成修便寻访到田家 用马鞭子敲门 不多时 有个人出来 年纪二十多岁 生得虎木风腰 戴着一顶满是油污的便帽 穿着黑色的独鼻裤 上面有很多白补钉 他拱手齐眉 问客人从哪里来的 五成修说出自己的姓名 并假托路上不舒服 要借间房子 暂时休息一下 他打听谁是田七郎 七郎回答说 我就是 于是 引着五成修进了家门 五成修建院内有几间破屋 用木叉支至墙壁 进了一间小屋 看到一些虎皮狼皮 悬挂在柱子上 也没有板凳椅子可坐 七郎就地铺虎皮 代替座位 五成修和他谈起话来 听他言语很朴实 非常喜欢他 立即送给他一些银子 让他过日子用 七郎不接受 五成修硬是给他 七郎接过银子 去告诉母亲 不一会儿又拿回来 还给了五成修 坚决推辞不收 五成修抢让了好多次 他还是不收 这时天母老太隆中地来到 很严厉地说 老神只有这一个儿子 不想叫他侍奉贵客 五成修很羞惨地退了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 五成修反复地思来想去 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恰好随从的仆人在屋后 听到了田母说的话 于是便告诉了他 原来 七郎拿着银子去告知母亲 田母说 我刚才看见那个公子 脸上带有晦气纹理 必定要遭奇货 岂不闻 受人知者分人忧 受人恩者及人难 富人报人以财 贫人报人以义 无故得到别人的厚赠不吉利 恐怕是要让你一死相报啊 五成修听到这些话 深深赞叹田母的贤能 然而也越加倾慕田七郎 第二天 五成修设言邀请田七郎 七郎推辞不来 五成修便到七郎家 坐在屋子里要酒喝 七郎亲自为他蒸酒 端上鹿肉干 很尽情力 过了一天 五成修又邀请答谢他 七郎这才来了 两人亲密融洽 非常高兴 五成修又赠送他银子 七郎就是不收 五成修借口买他的虎皮 七郎才收下了 七郎回家看了看所存的虎皮 计算了一下 抵不上五成修的银子数 想再裂到虎皮 而后献给他 可是 晋山三田 毫无裂货 又遇上妻子有病 需要看护熬药 也来不及再去打猎 过了十天 妻子忽然病重死去 为了料理祭祀和丧葬 拿回来的银子 逐渐花光了 五成修亲自来调宴送病 拿来的礼仪很丰厚 丧事处理完了 七郎带上弓箭进了山林 更想猎到老虎 以暴打五成修 然而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五成修知道后 就劝他不要着急 恳切地希望七郎能来看望他 然而七郎始终认为 欠五成修的债 感到羞愧 不肯来 五成修于是先向他所要存的虎皮 为借口 好让七郎快点来 七郎查看原来所存的虎皮 一被杜虫住坏 上面的毛也都脱落了 心情愈加傲丧 五成修知道了 骑马来到田七郎家里 极力安慰劝解他 又看了看坏了的皮革 说 这样更好 我所想要的皮 本来就不用毛 于是 卷起皮革拿出门 并邀请他一同前去 七郎不同意 五成修只得自己回家 七郎想 这样终归不足以报答五成修 便带上干粮进了山 过了几夜 猎获了一只老虎 把他完整地送给了五成修 五成修大喜 置办了酒盐 请七郎留住三天 七郎推辞得很坚决 五成修便锁上了院子的大门 使他无法出去 宾客们见七郎衣着质朴简陋 暗地里都说五公子乱交朋友 而五成修应酬照顾七郎 比对其他的宾客都周到得多 他为七郎换新衣 七郎不接受 只好趁七郎睡觉时 偷偷地把衣服换了 七郎没办法 只好穿上了 七郎回家以后 他的儿子遵照祖母的吩咐 给五家送回了新衣 并且索要父亲的破衣服 五成修笑着说 回去告诉你祖母 旧衣已经拆坐鞋衬了 从此以后 七郎每天都把猎货的吐鹿 赠送给五成修 但五成修请他时 却再也不去了 五成修有一天到七郎家里去 正遇上七郎外出打猎还没回来 田母出来 倚着门对他说 请你不要再来招引我的儿子了 打不怀好意 五成修恭恭敬敬地 向田母行了个礼 很羞惭地走了 从此以后 五成修再也不好意思 登田七郎家的门 就这样 过了半年多 家人忽然告诉五成修说 田七郎因为与人争夺一只猎豹 殴死人命 被抓进官府里去了 五成修听了大惊 骑上马 急迟到官府探望 七郎已经被戴上镣铐 收押在狱中了 七郎见到他没有话 只是说 从此以后 麻烦您多周记我的老母 五成修很凄惨地出来 急忙拿出很多的银子 奉送给县令 又拿出一百两银子 赠送死者的家属 过了一个多月 没有什么事了 七郎被释放回家 田母感慨地对七郎说 你的命是五公子给的啦 再也不是我所能吝惜得了的 但愿公子能一生平平安安 不遇上灾难 就是我儿的福气 七郎要去感谢五成修 田母说 去就去吧 见了五公子 不用说感谢的话 要知道 小恩可谢 而大恩不言谢 七郎到了五家 五成修用温暖的话语安慰他 七郎只是公顺地答应着 家人都怪七郎粗属 而五成修却喜欢他的诚实 郁家厚待他 自这以后 七郎常常在五家一住好几天 赠送他东西他就接受 不再推辞 也不说报答 这天 是逢五成修过生日 宾客仆从非常多 夜间 房舍里全住满了人 五成修同七郎 睡在一间小屋子里 三个仆人 就在床下扑稻草躺卧 二更天将近的时候 仆人们都已睡着了 他们两人还在不停地谈话 七郎的配刀原先挂在墙壁上 这时忽然间自己跳出刀鞘好几寸 发出铮铮的响声 光亮闪烁如电 五成修惊起 七郎也起来 问道 床下躺的都是些什么人 五成修回答说 都是些仆人 七郎说 其中必定有坏人 五成修问他是什么缘故 七郎说 这刀是从外国买回来的 杀人不见血痕 至今我家已有三代人佩戴过他 用他砍了上千个脑内 仍像心魔过的一样 只要碰见坏人 他就鸣叫着跳出刀鞘 此时就离杀人不远了 公子应当亲近君子 疏远小人 也许万一能避灾祸 五成修点头同意 七郎始终闷闷不乐 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 五成修说 人的祸福是命运罢了 何必这样担忧 七郎说 我什么都不怕 这是因为有老母在堂 五成修说 怎么会到这种地步 七郎说 不出事就好 原来床下睡着的三个人 一个叫林儿 是一个一直受宠的仆人 很得五成修的欢心 一个是同仆 十二三岁 是五成修平日常使唤的 一个叫李应 最不顺从 好因为小事 与公子瞪着眼睛争执 五成修常常生他的气 当夜 五成修心里揣摩 怀疑这坏人 必定是李应 到了早晨 到了早晨 便把李应叫到跟前 好言好语的 把他辞退了 五成修的长子 五身 娶了王室为妻 有一天 五成修外出 留下林儿在家看门 当时 五家的菊花开得正鲜艳 欣喜夫认为 公爹出了门 他的院子里 一定不会有人 便自己过去采摘菊花 这时 林儿突然从屋里出来 调戏勾引他 王室想逃避 被林儿强行挟进了屋里 他大声喊叫着抗拒 脸色极变 声音嘶哑 五身听见跑进来 林儿才撒手逃去 五成修回来 听说此事 愤怒地寻找林儿 竟然已不知逃到何处 过了两三天 才知道 他投奔到某浴室家里去了 这位御使在京城任职 家里的事务 都托付他的弟弟处理 五成修因为与他 有林立情义 送书信去 所还林儿 而他竟然置之不理 五成修愈加愤恨 便告到了县令那里 补人的公文虽然下了 然而牙役却不去逮捕 县令也不过问 五成修正在愤怒之际 恰好七郎来了 五成修说 您说的话应验了 林儿是个坏人 于是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七郎听说脸色惨变 始终没说话 静止走了 五成修嘱咐干练的仆人 寻查林儿的踪迹 林儿夜里回家的时候 被寻查的仆人抓获 带到了五成修面前 五成修拷打了他 他竟出言不逊辱骂主人 五成修的叔叔武恒 本来是位很厚道的长者 恐怕侄子暴怒会招致祸患 就劝他不如用官法来置办林儿 五成修听从叔叔的嘱咐 把林儿绑赴公堂 但是 御史家的鸣铁信函 也送到了县衙 县令释放了林儿 交给御史弟弟的管家带走了 这样一来 林儿更加放肆 竟然在人群中扬言 捏造说 五家的儿媳和他私通 五成修拿他没有办法 愤恨田兄 气得要死 便骑马奔到御史家门前 指天化地地叫骂 林人们好歹劝慰着 让他回了家 过了一夜 忽然有家人来报告说 林儿被人割碎成肉块 扔到野外了 五成修听了又惊又喜 心情稍微得以舒展 不一会儿又听说 御史家告了他和叔叔杀人 于是便和叔叔同赴公堂对质 县令不容他俩辩解 要对武衡动行仗 五成修高声说 说我们杀人纯是诬陷 至于说辱骂官患世家 我确实干过 但是和我叔叔无关 县令对他说的话置之不理 五成修怒目远征 想冲上前去 仲差一围上去揪住了他 拿棍杖行刑的差役 都是官宦人家的走狗 武衡又年老 千数还没打到一半 就已弃绝 县令见武衡已死 也不再追究 五成修一边豪哭怒骂 县令好像没有听见 五成修于是把叔叔抬回了家 他悲愤欲绝 一点办法也没有 想和七郎商议一下 而七郎却一直不来调咽慰问 他暗自想 我对待七郎又不薄 怎么竟如同陌路呢 然而他也怀疑 杀灵儿的人必定是田七郎 但是转念一想 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不事先来和我商量 于是派人到田家探寻 去了一看 田家锁门庇护 寂静无人 邻居们也不知道 他们到哪里去了 有一天 御史的弟弟正在县衙内宅 与县令通融说情 当时正是早晨县衙进柴草和用水的时候 忽然有个打柴的人来到了跟前 放下柴弹 抽出一把快刀直奔他俩而来 御史的弟弟惊慌急迫 忙用手去挡刀 被砍断了手腕 接着又被一刀砍掉了脑袋 县令 见状大惊 抱头鼠窜而去 大柴人还在那里四顾寻找 柴以利员们急忙关上县衙的大门 拿起木棍 大声疾呼 大柴人 于是用刀自吻而死 以利们纷纷凑过来辨认 有认识的知道这打柴人就是田七郎 县令受惊以后镇定下来 这才出来复宴现场 见田七郎将握在血泊之中 手里仍然握着那把快刀 县令正要停下来仔细查看一下 七郎的僵尸呼得一下跃起 竟然砍下了县令的头 随后才又倒在地上 县衙的官吏派人去抓田七郎的母亲和儿子 但祖孙二人早已逃走好几天了 五成修听说七郎死了 急忙赶去痛哭 表达哀伤之情 仇人们都说 是他指使田七郎杀人的 五成修变卖家产 贿赂当权的人才得以幸免 田七郎的尸体被扔在荒野中过了三十多天 有许多飞禽和狗环绕守护着他 五成修把七郎的尸体取走 并且厚葬了他 田七郎的儿子当时流落到登州一带 改姓了童 后来当了兵 因为立功升到童之将军 他回到辽阳时 五成修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才领着他找到父亲的坟墓 一时是约 一前不清授 正一范不敢妄者也 贤乎目哉 七郎者 奋为尽血 死由身知 意和其神 是精心能耳 则千载无疑恨意 狗有其人 可以补天网之露 世道茫茫 恨七郎少也 背负 公孙九娘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公孙九娘这个故事 是以清朝鱼七抗清为背景的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它 在读这个故事之前呢 我要先把鱼七抗清 向大家介绍一下 明崇祯十七年 清顺至元年 清兵入关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各地相继掀起 抗清浪潮 明永历二年 清顺至五年 山东七侠人鱼七 在董桥等有识之士的协助下 发动大规模的抗清战争 攻克宁海州 向文灯县城 七侠分城进攻 满清统治者大惊 脚辅并用 于期被招安 抗清行动失败 但于期被招安后 未得重用 又手轻有谴责 于是再次动摇 明永历十三年 清顺至十六年 明将正成功 挥石北上 抗清复明 北方各地 纷纷响应 于期与明永历十五年 清顺至十八年 再次起兵抗清 登来二府人民 分歧响应 反清烈火 燃遍交东 清廷大阵 派重兵镇压 抗清军队寡不敌众 于期等极少数人突围 大批抗清官兵和家属被杀害 株连慎重 后来 于期到华延安出家为僧 七十岁时被举为方丈 向高寿 九十三岁 老死于华延安 公孙九娘便是在于期案中 遭受冤屈珠连的一名女子 也是当时满清统治暴力 民族矛盾尖锐的一个缩影 于期失败后 因为这桩案件受牵连而被杀的人 以来扬七侠两线为最多 有时 每天搜捕几百人 都被杀在盐屋场上 鲜血满地 尸骨纵横 有的官员发慈悲 给被杀者捐出一笔钱买棺材 于是 省城棺材铺里的棺材 都被购买一空 那些被杀者 大都埋葬在城南郊 康熙十三年 有个来养的书生来到济南 他的亲友中 有两三个人也被在这里杀害 他买了些纸箱祭品之类 来到城郊 累累荒粉之中 祭奠那些死者的灵魂 晚间 就在荒坟旁的一座寺院中 租赁一间房子住下 第二天 来养生因为有事进城去了 天很晚还没回来 忽然 有一位少年来访 见来养生不在寓所 摘下帽子 鞋子也没有脱 就仰躺在床上 仆人问他是谁 那少年闭着眼也不回答 当来养生回到寺院时 天已经很晚 夜色朦胧 什么也看不分明 他亲自到床边去问 那少年直瞪着两眼说 我在等你的主人 你在一边叙叙叨叨追问什么 难道我是盗贼不成 来养生笑着说 主人就在这里 少年听了急忙起身 戴上帽子整整衣服 向来养生坐一礼拜 坐下与来养生殷勤的道寒旋 听他的口音 好像曾经相识 急忙喊仆人拿来灯火 一看 原来是同乡好友诸生 他也因逾期一案 被杀了 蓝阳生大吃一惊 不禁向后倒退 转身欲走 诸生向前拉住他 说 我与你有文字之交 你怎么这样薄情 我虽然做了鬼 但朋友的情分 还是念念不忘的 如今对你有所冒犯 请你不要认为我是鬼就猜疑 蓝阳生坐下 问他有什么话要说 诸生说 你的外甥女孤身独居 还没有婚配 我很想找个夫人 几次托人去求婚 她总以没有长者做主而推辞了 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把这件事 把这件事办成 原来 蓝阳生 却有一个外甥女 年幼时就失去了母亲 寄养在蓝阳生家里 15岁那年 他才回到自己父亲身边 后来 被官兵捕到济南 他听到父亲惨死的消息 又惊吓又哀痛 不久就死了 蓝阳生听了诸生的请求说 他有自己的父亲做主 求我干什么 诸生说 他父亲的灵鹫 被侄儿牵走了 已不在这里 蓝阳生又问 他过去都依靠谁呢 诸生说 他和邻居的一位老太太 住在一起 蓝阳生私下思虑 活人怎能给鬼做美 诸生说 如果蒙您应允 还得请您去走一趟 说完就站起来 拉住蓝阳生的手 蓝阳生坚决推辞说 到哪里去 诸生说 你尽管跟我走就是 蓝阳生 只好勉强地跟他走了 向北大约走了一里多路 有一个很大的村庄 全村约有几百户人家 走到一座宅院前 诸生停下叩门 立刻有位老太太出来 敞开两扇门 问诸生有什么事 诸生说 请您告诉姑娘 她舅舅来了 老太太进去 不一会儿又反身出来 邀请蓝阳生进去 回头对诸生说 两间屋子太狭窄 有凡公子在门外 稍后片刻 蓝阳生跟随老太太进去 这间半目荒原中 有两间小屋 外甥女迎在门口哭泣 蓝阳生也哭了 走进屋里 灯光微弱 这间外甥女容光秀丽 白皙如同生死 她泪眼汪汪地望着舅舅 问家中舅母与姑姑都好 来养声说 大家都好 只是你舅母已经去世了 外甥女听了 又哭起来 说 孩儿从小受舅舅与舅母的抚养 恩情未能报答一点 没想到自己先被埋葬在沟里 让人感到愤恨 去年 大伯家的哥哥把父亲牵走 把我弃制在这里 毫不挂念 我一人在这几百里外的异乡 孤苦伶仃 像深秋的燕子 舅舅不以我孤苦之魂可泣 又赐我金钱和锦伯 孩儿都收到了 兰阳生把诸生求婚的事告诉他 外甥女只是低头不语 老太太在一旁说 诸公子以前曾经托养老太太 来过三五次 我也认为这是一门好亲事 可是姑娘自己总是不肯 马马虎虎的应下来 今天有舅舅做主也就满意了 说话间 有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推门进来 后边跟着一个丫鬟 姑娘一眼瞥见来阳生 转身要走 外甥女拉住她的衣襟说 不必这样 这是我舅舅不是外人 来阳生做一行礼 姑娘也整一还礼 外甥女介绍说 她叫九娘姓公孙 七下县人 她的爹爹也是世家子弟 后来败落了 眼下也变成了这般穷丑 姑姑丹丹 事事不称心 我俩很要好经常往来 说话间 莱阳生偷眼看九娘 这见她笑时两眉 向秋天心悦一勾 羞怯时 脸颊像泛起红韵的朝霞 实在是天上的仙人 莱阳生说 可见是大家闺秀 小户人家的姑娘 哪有这般的仪表风度 外甥女说 而且是个女学士 诗词造诣都很高 昨天还给我些指教呢 九娘微笑说 小丫头 无缘无故败坏别人的名声 叫阿舅听了笑话 外甥女又笑着说 舅母死了 舅舅还未续取 这个小娘子 你能满意吗 舅娘笑着 跑出去 说 这丫头犯了疯癫了 虽然这话是开玩笑 而莱阳生心里 对舅娘颇有好感 外甥女好像也觉察到了 便说 舅娘的财族 天下无双 舅舅若不以她是地下之鬼为气会 我就与她母亲说说 莱阳生很高兴 但心中老是疑虑 人鬼难以婚配 外甥女解释说 这道不妨 舅舅与九娘是很有缘分的 莱阳生告辞时 外甥女说 五天后 月明人静 我就派人去接你 莱阳生出门后 不见朱生 举目似望 下险的月亮挂在西方天际 在昏暗的月光下 还能变清来时的道路 只见一座向南的宅子 朱生正坐在台阶上等候 见莱阳生 气声说 今后你好久了 这就是我的家 请里边稍坐 于是 便拉着莱阳生的手 把他请到屋里 殷切地向他表示谢意 取出一支金杯 一百粒向皇宫进贡的珍珠 说 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 就以这些作为我的聘礼吧 又说 家有薄酒 这是阴间的东西 不足以款待嘉宾 很是抱歉 莱阳生说了几句客气的话 就告辞了 朱生送到半路 两人才分手 莱阳生回到住所 寺院中的和尚仆人都来问他 莱阳生隐瞒真琴 说 说是鬼 那是胡说 我是到朋友家喝酒去了 五天后 朱生果然来了 他穿着整齐 手里摇着扇子 像是很满意 走进院子里 老远就像莱阳生行礼 片刻 朱生笑着说 您的婚事已经谈妥了 急期定在今晚 那就烦您大驾了 莱阳生说 因为没有听到回信 聘礼还未送去 怎么能匆匆举行婚礼呢 朱生说 我已经带您送过了 莱阳生很感激 就跟着他走了 两人静止来到朱生住处 外甥女穿着华丽的衣服 含笑迎门出来 莱阳生问 什么时候过门的 朱生回答说 三天了 莱阳生把朱生 所赠送的珍珠 给外甥女作为嫁妆 外甥女再三推辞 才收下来 外甥女对莱阳生说 孩儿把舅舅的意思 转告了公孙老夫人 她很高兴 但她又说 她已老了 家中没有其他儿女 不愿意将九娘远嫁 今晚让你到她家入坠 她家无男子 朱郎陪同你去 于是 朱生领着莱阳生就走了 快到村的尽头 有一家门开着 朱来二人进入堂上 片刻 有人传话说 老夫人道 但见两个丫鬟 搀扶着一位老太太 拾击而上 莱阳生上前 欲行叩头大礼 公孙夫人说 我已老太隆重 还礼也不便当 这套礼节就免了吧 她指派着仆人 拜下丰盛的宴席 朱生又叫仆人 专门给莱阳生另备些酒菜 宴席上所陈列的菜肴 无异于人世间 只是主人自珍自饮 从不劝让客人 一会儿 宴席散了 朱生告辞回去 一个小丫鬟 为莱阳生引路 进入洞房 只见红烛高照 九娘身着华丽服装 宁神在等待着 两人相逢 情意深长 即近人世间亲密之情 当初 九娘母子被俘 原准备押送到京城 至济南 其母男人虐待之苦 就死了 九娘在悲愤中 也自杀身亡 九娘与莱阳生 在镇席上谈起往事 哭泣得不能入睡 便吟成两首绝句 昔日罗商 化作沉 空江夜过 恨前身 十年路冷 风临月 此夜初逢 化阁春 白阳风雨 绕孤坟 水响阳台 更作云 呼其吕金 相利看 血腥油染 旧罗群 天亮时 九娘敦促来阳生说 你应该离开这里了 注意 不要惊动仆人 自这以后 来阳生 天位黑就来 天刚放亮就走 两人恩爱情深 一天夜里 来阳生问九娘 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 九娘说 叫莱霞里 因为这里是 刚刚埋葬的莱阳 七霞两县的新鬼 就起了这个名字 莱阳生听后 感叹唏嘘 九娘悲哀地说 我这千里之外的一缕幽魂 飘零于捧高无底的深渊 母子二人孤苦伶仃 说起来叫人伤心 望你能念夫妻之恩 收拾我的尸骨 牵葬回你祖上的坟地 使我百年之后 也有个依托 那我就死而无恨了 来阳生应允了 九娘说 人与鬼不是一条路 你不宜长久在这里滞留 他取出一双罗袜 赠给莱阳生 挥泪催促他离开 莱阳生恋恋地欺然走出来 心中忧伤 失魂落魄 惆怅不安 不忍归去 入境诸生门前 就瞧诸生的门 诸生赤脚出来 迎着莱阳生 外甥女也起来了 头发蓬松 吃惊地问 是怎么回事 莱阳生惆怅一会儿 把九娘的话说了一遍 听吧 外甥女说 就是舅母不说这些话 我也日夜在思虑这件事 这里并非人世间 您久居 的确是不妥当的 于是大家相对哭泣 莱阳生含泪而别 回到寓所 莱阳生翻来覆去 直到天亮也未能睡着 寓去找九娘的坟墓 但走时又忘记问墓的标记 到天黑再去时 只见荒坟累累 蓬薅满墓 竟然迷失了去莱阳里的路 只得哀叹返回 打开九娘所赠的罗瓦 罗瓦见风便粉碎了 像烧过的纸灰一样 于是 莱阳生只好正装东归 半年后 莱阳生心中始终不能忘怀这件事 又来到济南 希望能再有遇到九娘的机会 有一天 她到了南郊 天色已晚 她把马车停放在寺院的树下 就急忙到丛丛的坟地中去 这件荒坟累累 千百相连 荆棘荒草迷目 闪闪的鬼火与阴森刻不得忽明 使人惊心识破 莱阳生怀着惊恐的心情 回到寓所 这次济南的游性完全消失了 她马上返城东归 行至一离许 远远见一女郎 独自在高高低低的坟墓间行走 从体态神情上看 很像是九娘 莱阳生挥鞭赶上去 一看果然是九娘 莱阳生跳下马 想与她说话 女郎竟然走开了 好像素不相识 莱阳生再赶上去 女郎面有怒涩 举袖遮住自己的脸 莱阳生连呼 九娘 九娘 九娘竟如青烟 飘飘然 消失了 一时是约 屈原投米罗江 悲愤不能自已 太子深生遭受残害 冤意陌生 自古有孝子忠臣 到死都不能被自己的君父所原谅 公孙九娘 哪里是因为莱阳生辜负了他和葬骇骨的请托 而怨恨他不能释怀呢 只是这心中无尽的悲愤和冤屈 无法拿来试人 真是冤啊 万福自子祥 是薄心县人 少年时就喜欢读诗书 家里很有些财产 但命运不好 二十多岁了还考不上个秀才 他家乡有种旧席 官府派下公差摇曳 往往都贪给那些富裕人家 忠厚老师的人 常常为此倾家当产 万福正好被抱上充劳意 他害怕就逃走了 万福跑到济南 在旅店里租了间房子住下 夜晚有个女子私奔了来 十分美丽 万福很喜欢 就留住了他 问他的姓名 女子说 我是虎女 但不会祸害你 万福因为喜欢他 丝毫也不怀疑 女子嘱咐他 不要跟别的客人一起住 于是每天都来与万福共寝 凡日用东西 无不仰仗虎女公鸡 时间不长 万福的几个朋友 常来找他聚会 往往一坐就是一通宵 万福很厌烦 但又不好意思拒绝 只得跟客人讲了实话 客人听说 便要见见虎女 万福对虎女说了 虎女对客人说 见我干什么 我也不过是个人罢了 听虎女的声音 像在眼前 四下一看 却不见人影 客人中有个叫孙德言的 爱开玩笑 非要见见虎女 还说 听见这娇滴滴的声音 叫我神魂颠倒 为什么要练义 为什么要吝惜你的花容月貌 让人光听声音 害相思呢 虎女笑着骂道 好个贤孙 想为你老祖母 画一幅行乐图吗 客人听了都笑起来 虎女又说 我是虎 就为客人们说一个虎的典故 你们愿意听吗 大家忙表示愿意听 虎女讲道 从前 某村有个旅店 有很多狐狸 经常出来迷惑旅客 客人们知道后 都相互告诫 不要在这家旅店住宿 半年来 旅店门前冷落 店主人非常担忧 十分忌讳说狐狸 一天 忽然有个远方莱克 自称是外国人 看见旅店 便要进去住宿 店主人大为高兴 莱克刚进门 便有个路人 暗暗告诉他 这家有狐狸 莱克害怕 忙告诉主人要搬走 主人极力辩白 店里没壶 莱克才住下来 进入房间 刚刚躺下 见一群老鼠 从床下钻了出来 莱克大吃一惊 急忙跑出屋子 高声大叫 有狐 店主人惊问 莱克说 狐狸的老窝在这里 你怎么骗我说没有 主人又问 你刚才看见的狐狸 是什么样子 莱克说 我刚才看见的 又稀又小 不是狐狸儿子 就是狐狸孙子 讲完 满座人都哈哈大笑 孙德言说 既然你不愿意让我们 见见仙荣 我们今晚就住在这里 不走了 你们俩也别想睡觉 虎女笑着说 在这里借助不要紧 倘若我小有冒犯之处 请不要放在心上 众人恐怕她恶作剧 只得一起走了 但此后 但此后几天就来一次 来了就找狐女互相笑骂 狐女十分诙谐 每说一句话 无不时客人笑得前仰后合 再滑稽的人也难不倒她 大家戏称她狐娘子 一天 朋友们在一起宴会 万福坐在主人位上 孙德言和另外两位客人分左右 上边摆一座塔 让狐女坐 狐女推辞说 不会喝酒 大家异口同声地 请她坐下说话 狐女答应了 酒过数询 众人知骰子 行刮万酒令 其中一个客人犯令受罚 应该喝酒 便开玩笑地 将酒杯推到座上说 狐娘子还很清醒 请待喝一杯 狐女笑着说 我不会喝 愿意讲一个故事 给大家下酒 孙德言忙无起耳朵 连说不听 众人都说 谁骂人就罚谁喝酒 狐女笑说 我骂狐可以吗 大家都说 行 于是都竖起耳朵 听她讲 狐女讲道 从前 从前有个大臣 出使红毛国 这个大臣戴一顶狐皮帽子 去见国王 国王见了帽子很惊奇 问 这是什么皮 皮毛这样厚是温暖 大臣告诉他是狐皮 国王说 这种东西 我生平从没见过 那胡子怎么写 大臣在空中用手笔划着说 左边是一个大瓜 右边是一个小犬 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客人中有弟兄两个 一个叫陈所见 一个叫陈所闻 此时 见孙德言十分窘迫 便说 那熊狐哪里去了 任瓷狐在这里放毒 狐女接着说 刚才的故事还没讲完 就让群狗的乱叫声 给打断了 请让我讲完它 国王见大臣 骑着骡子 非常奇怪 大臣告诉他说 这是马生的 国王更加惊奇 大臣说 在中国 马生罗子 罗生居居 国王又详细询问 大臣说 马生罗是臣所见 罗生居居是臣所闻 权作的人又大笑起来 大家知道 开玩笑敌不过他 便约定 谁再开玩笑骂人 罚作东道主 请大家喝酒 又过了一会儿 大家酒性更浓 孙德言又戏弄万福说 我有一脸 请你对下脸 万福问 什么脸 孙德言说 这一脸是 妓女出门 访情人 来时万福 去时万福 一座的人都明思苦想 对不上 虎女忽然笑着说 我对上了 大家忙都听着 虎女念叨 龙王下诏求职见 憋也得言 归也得言 众人拍手叫绝 孙德言大为恼怒 说 刚才已和你约好 为什么又犯戒 虎女笑道 真是我错了 但除了这一句 对不上你的上脸 明天我一定设宴 请大家 以赎我的罪过 众人一笑作罢 虎女的诙谐 如此这般 一时也说不完 连住了几个月 虎女便跟万福 一同返回 到了薄心县界 虎女告诉万福说 这里有我的一家远亲 很长时间没来往了 这次路过 不可不去看看 天要黑了 我们正好去借住一晚 明天一早走吧 万福问在哪里 虎女往前一指 说 不远 万福怀疑 前面本来没有村庄 姑且跟着她走 走了二里多路 果然看见一处村落 以前从没见过 虎女敲敲门 一个老仆人 答应着出来开了门 进入院子 只见楼阁重重 一派富贵大家的气象 不一会儿 主人迎出来 一个老翁 一个老太太 见过礼 请万福坐下 拜上丰盛的酒宴 把万福当作 新女婿般的款待 饭后 两人住了一晚 虎女第二天早早起来 对万福说 我匆匆忙忙的 跟你回家 恐怕你家里人 会感到意外和精怪 你先回去说一声 我随后就到 万福答应 先回到了家 告诉了家人 不久 虎女果然来了 跟万福谈笑时 家里的人光听见声音 看不见人在哪里 过了一年 万福有事又到济南去 虎女也跟随着 忽然来了几个人 虎女跟他们打招呼 问寒倒暖 十分亲热 又对万福说 我本是陕西人 因为和你有缘分 所以跟了你这么长时间 现在我的兄弟们来了 我要跟他们回去 不能再伺候你了 万福百般挽留 虎女静自走了 一都西部边境的某人 出自富贵人家 家里有很多钱 他纳了一个妾 很美 大老婆凌辱折磨他 横加鞭挞 但妾侍奉大老婆 仍然十分小心周到 某人对他很同情 往往在背地里 用好话安慰他 他也未曾有过什么怨言 有天夜里 几十个贼人月墙禁院 用力冲撞屋门 几乎要撞坏了 这人和妻子 吓得丧魂落魄 浑身颤抖 不知如何是好 妾听到动静起来 默不作声 暗中在屋内摸索 抓到一根挑水用的弹杖 拨开门栓冲出来 贼人慌乱如麻 妾挥舞弹杖 风鸣勾响 打得四五个人趴在地上 贼人全都溃败 惊恐逃窜 急得爬不上墙 跌下来 一压乱叫 一个个丧魂失魄 狼狈不堪 妾守主弹杖 看着他们笑着说 你们这群东西 真不值得我下手打 竟然也学着做贼 我不杀你们的 杀了还先辱没了我呢 说完全放他们逃去 丈夫大惊问道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原来 妾的父亲 过去是枪棒教师 他得到父亲传授的全部武艺 不只能抵挡百人 郑妻尤其害怕 非常后悔 从前没能看清 妾的本领 从此便好好地看待她 而且始终也没有丝毫失礼的地方 林家妇女有的对妾说 嫂子鸡贼 好像打猪狗那样容易 为什么还甘心 低头受棍棒鞭打的痛苦呢 妾说 这是我分内应该的 还敢说别的吗 听的人更加佩服她的贤良 一时是约 身怀绝技 生活在一起好几年 却没有人知道 一旦抵御外患 抵制恨祸 使正妻都改变汉恶的性格 一见众志 赢得夫人大笑 横朔圣敌 便与公主同车 妓意不可以弃之不用啊 雨前 宾州有一个秀才 在书房读书 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 原来是一个须发全白的老翁 相貌穿着很古怪 秀才将老翁请进房 问她的姓名 老翁说 我叫胡养真 是个狐贤 因为爱慕你的高雅品行 愿意与你朝夕相处 秀才胸怀宽广 也不当作怪事 就和她评论起古往今来的事 老翁知识渊博 话语生动 谈吐不凡 有时谈论经书的含义 他所说的道理极为深奥 尤其使人觉得出乎意外 秀才十分静服 留他住了很长时间 一天 秀才偷偷祈求老翁说 您对我的感情这样深 你看我这样贫穷 只要你一举手 金钱马上就能得来 能不能稍微周记我一点呢 老翁沉默了一会儿 似乎不同意 过了一会儿 老翁笑着说 这太容易了 但要有十几个钱做母才行 秀才就按他说的半了 二人一起进入密室中 老翁迈着巫师道士的步子 念起咒语 顷刻之间 只见有百余万的铜钱 从梁上呛呛地落了下来 就像下暴雨一样 一瞬间便没了膝盖 拔出脚来又没了怀骨 丈多宽的房间里 铜钱已经深约三四尺了 老翁这才看着秀才说 能满足你的愿望了吧 秀才说 满足了 老翁一挥手 铜钱立刻不掉了 两人出来锁好门 秀才暗自高兴 以为发了大财 过了一会儿 秀才进屋取钱用 去见刚才满满一屋钱全没了 只有他那十几枚铜钱还在 秀才很失望 就对老翁发火 满月老翁欺骗他 老翁生气地说 我和你只做蚊子朋友 不打算替你做贼 如果要满你的意 你就该去找盗贼交朋友 老夫不能从命 说着 一甩袖子就走了 子妹一嫁 叶贤有个当宰相的毛拱 原先家中门第低位 生活贫寒 他的父亲常常给别人放牛 当时 县城有个世代为官的 姓张的人家 在东山南面有块新坟地 有人从旁边经过 听到墓中有怒骂声 你们赶快躲开 不要总在这里 玷污贵人的宅地 姓张的听说这事 不太相信 接着又连连在梦中得到警告 说 你家的新坟地 本是毛宫的墓地 你为什么长久占据在这里 从此 张家时常有不吉利的事发生 别人劝他 还是把坟迁走好 姓张的听从劝告 把坟迁走了 一天 毛宫的父亲出去放牛 走到张家原先的坟地 天突然下起大雨 就跑到废弃的墓穴里 避雨 雨越下越大 滔滔雨水 冲进墓穴 把墓灌满了 毛宫的父亲被淹死在里面 当时 毛宫还是个孩童 母亲独自去见姓张的 祈求给一小块地方 掩埋毛宫的父亲 姓张的问明白他们的姓氏 十分惊异 就到毛宫淹死的地方查看 发现毛宫正好死在 该放棺材的地方 姓张的更加惊异 就让毛宫葬在这个墓穴里了 还嘱咐毛母带着儿子来一趟 办完丧事 毛母同儿子一块来张家致谢 姓张的见了毛家孩子 非常喜欢 就把他留在家里 教他读书 把他当作自家的孩子看待 又提出 要把大女儿许给他做妻子 毛母大惊 不敢答应 张的妻子说 既然说出来了 就不会中途变卦 毛母只好答应了 但张家的大女儿 对毛家极为看不起 言辞间常常流露出 怨恨羞愧的情绪 偶尔有人提起这件婚事 他就捂住耳朵 他还常对别人说 我就是死了 也不会嫁给放牛人的儿子 到了迎亲的那天 新郎坐入酒席 花脚停在门外 这女子还捂着脸 面对墙壁哭泣 催他梳妆 他也不肯 也不听劝解 不多时 新郎起身请行 鼓乐齐奏 他还是捧头散发的 哭个不听 父亲让女婿稍等 自己亲自去劝女儿 女儿哭着 像没听见一样 父亲大怒 逼他上轿 女儿更加豪哭起来 父亲无可奈何 仆人又来传话 新郎要走了 父亲急忙出来说 还没打扮好 请新郎再烧等等 就又跑进屋去看女儿 出来进去不停脚 又拖延了一会儿 事情更加紧急 大女儿终究不回心转意 父亲没有办法 急得要寻死 二女儿在一旁 很不满意姐姐的态度 苦苦相劝 姐姐生气地说 小妮子 你也学着多嘴多舌 你为什么不嫁给她 妹妹说 咱爹当初并没有把我许给毛狼 若把我许配毛狼 何须姐姐劝嫁 父亲听到二女儿说话爽 就与她母亲暗地商量 用二女儿代替大女儿 母亲就问二女儿 那个不孝顺的丫头不听话 如今想叫你代替姐姐出嫁 你愿意吗 二女儿痛快地说 父母既然叫儿去 就是逃荒要饭也不推辞 况且怎么知道毛狼 就会穷一辈子 最后饿死呢 父母听了她的话十分高兴 就用姐姐的嫁妆 给妹妹装扮起来 匆匆忙忙地打发她上轿走了 过门之后 两口子和慕容恰 相敬如宾 只是二女儿素来头发稀少 稍微叫毛公不满意 后来 毛公渐渐听说了姐妹溢嫁的事 从此更加感激她 把她看作贴心知己 过了不久 过了不久 毛公种了秀菜 去参加乡试 路上经过王社人变 店主人在前一天夜里 梦见神仙对她说 明天有个毛泻员来 日后她会从危难中解救你 于是店主人从早晨起来 就专门留心查看东边来的客人 等见到毛公 店主人大喜 备了一桌丰盛的韭菜 也不要钱 特地把梦里的奇照告诉她 毛公也很自负 暗想着 如果得中第一名举人 自己的妻子稀脱头发 恐怕被贵人讥笑 富贵之后应当换一个妻子 然而 录取榜文公布之后 毛却名落孙山 她精神不振 步履沉重 觉得十分丧气 心中羞愧 没脸再见店主人 只好绕道回家 三年后 毛公又去复事 那家店主人 仍像上次那样热情招待 毛公说 你的话那次没应验 实在对不住你那一番诚意 店主人说 秀才是因为暗想要换妻子 所以被阴间除名落榜了 并不是我的梦不灵验 毛公惊愕地问她 是怎么知道的 店主告诉她 那次分别后 又做了一个梦 才知道的 毛公听了 又心惊 又后悔 呆若木偶 店主人说 秀才应当自爱 终究会做谢缘的 不久 毛公果然考中第一名巨人 妻子的头发 也长起来了 乌黑油亮的发际 更增添了她的美丽 张家的大女儿 嫁给了同村的一个父户 非常趾高气扬 可是 她丈夫是个懒惰的浪荡公子 家境渐渐衰败 连家常也卖光了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听说妹妹做了举人的夫人 越发感到惭愧 有时和妹妹在路上相遇 就赶紧躲开 又过不久 张家大女儿丈夫死了 家里更加破落 不久 毛公又考中进士 大女儿听说 刻骨般恨自己 气恼的削发当了泥骨 后来 毛公当上宰相回家乡时 大女儿打发了一个徒弟到毛府去拜问 盼望着能得到点什么 女徒弟来到毛府 毛夫人赠给许多绫罗绸缎 把银子裹在里面 徒弟并不知道 拿回去交给师父 大女儿大失所望 生气的说 给我点金钱 还可以买点柴米 这些东西给我 有什么用 于是 又让徒弟送了回去 毛公和夫人很疑惑 打开一看 银子还在里面 才明白退回来的意思 毛公拿出银子笑着说 你师父连一百两银子都承受不起 哪里有福分 嫁给我这个老尚书啊 随即拿了五十两银子 交给女妮说 带回去做你师父的生活费 多了 怕他福分薄 承受不起 徒弟回去 如实汇报 师父默默不语 不停地叹息 想想自己的一生作为 常常正反颠倒 美得饿的 追求什么和躲避什么 哪里有得了自己呢 后来 那家店主人因为人命案子被捕入狱 毛公竭力解说 他才被免罪释放 一时誓约 张家固有的墓地 竟成了毛氏的坟营 这已经是很奇异的了 我听人们说过 大姨父做小姨父 前谢缘为后谢缘的玩笑话 这哪里是聪明伶俐的人 所能计算得到的呢 老天爷的心意 已经很久难以捉摸了 为什么毛公的报应 竟那样的灵验 徐黄梁 福建有一位姓曾的举人 考中进士时 和两三位同科考取的进士 到京城郊区游逛 偶然听别人说 在佛寺里住了一位算命先生 便一块去请算命先生给算一挂 进了屋子 行礼坐下 算命先生见他那副得意的样子 就顺便奉承了他几句 曾某摇着扇子微笑 问算命先生 我有没有身穿蟒袍 腰记玉带的福分呢 算命先生一本正经的说 你可做二十年太平宰相 曾某听了很高兴 神气更足 这时外边下起小雨 于是就和同游的人 在和尚的住房里避雨 屋里有一位年老的和尚 高鼻深目 端端正正地坐在蒲团上 神情淡淡地 不主动建立 几个人略意打招呼 便一起坐在坐踏上 说起话来 都以宰相称呼曾某 向他表示庆贺 这时 曾某心高气盛 知这一位同游者说 曾某当了宰相时 推荐张延长 做南京的巡抚 家中的钟表亲戚 可以做参讲游记 家中的老仆人 也要做个小千总 或者小拔总 我的心愿也就满足了 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 一会儿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 曾某感到很疲倦 就在床上躺下 忽然间 见到两位皇宫的使者 送来皇帝的亲笔诏书 找曾太师入宫商讨博士 曾某很得意 很快地跟随来使 朝见皇帝 皇帝把座位向前挪了挪 用温和的语气 与他谈了很久 并说三品以下的官员 都要听从他的任免提声 不必向皇上奏准 赐给他满袍玉带 和名贵的马匹 曾某披带整齐 跪下向皇帝叩头谢恩 下朝而去 回到家里 发现不是以前那些旧房舍 而是凋梁画动 极为壮丽 自己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样 但是 撵着胡须一呼唤 家中的仆人 就前呼后拥 如同雷鸣 过了一会儿 就有宫庆大臣 给他献上山珍海味 供着身子 毕恭毕敬的人 接二连三地 出入他的家门 六部尚书来了 他鞋子还没穿好 就迎上去 侍郎们来了 他便只做个衣 陪着说几句话 逼着更低一级的官员来 只是点一点头罢了 山西的巡抚 献给他月女十人 都是秀美的女子 其中特别俊美的 鸟鸟和鲜贤 尤其得到他的宠爱 每当他在家休息的时候 就整天沉溺于 歌舞声色之中 又一天 他忽然想起 在未发纪时 曾经受到 本县世身 王子良的周记 今天自己置身 青云之上 那王子良 还在仕途上 很不得志 为什么不拉他一把呢 第二天早起 他就给皇帝 写了一道奏书 剑举王做剑义大夫 得到皇帝的许可 就立刻把王子良提升到朝中 又想到 郭太普曾经对自己 有小怨戏 马上把驴己贤 和士玉陈昌等叫来 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 过了一天 弹劾郭太普的奏章 纷纷投到皇帝面前 得到皇帝的圣旨 把郭彻职赶出朝中 曾某报恩报怨 扮得分明 颇快心意 又一次 他偶尔来到京郊的大道上 一个喝醉酒的人 冲撞了他的仪仗队 他就命下人把他捆起来 交给金官 立刻被打死在木棍之下 那些与他接近的金林 和田地相连的妇人家 也都畏惧他的权势 把自己的好房子 和肥沃的土地献给他 自这以后 他家变得富克敌国 不久 鸟鸟和仙贤先后死去了 他日夜思念他们 忽然想起 往年见他的东林 有一个少女特别美丽 每每想把他买来作妾 只因当时家世财力单薄 未能如愿 今天可以满足自己的意愿了 于是派去几个干练的奴仆 硬把钱送到他的家中 一会儿就用藤窖 把那个少女抬来 一看 那女子出落的 比以前更加美丽 自己回忆生平 各种愿望都达到了 又过了一年 曾某常听到朝中 有人在背后窃窃议论他 然而他认为 这只不过像朝廷门口那些 摆样子的一丈马而已 他仍然盛其凌人 不可一世 不把别人的议论放在心上 谁知竟有一位龙图阁大学士包公 大胆上书 弹劾曾某 奏书中说 臣认为曾某 愿是一个饮酒赌博的无赖 市井里的小人 只不过偶然一句话地投河 而得到圣上的眷顾 父亲穿上了紫袍 儿子也穿上了红袍 皇上的恩宠已经达到极点 曾某不思干脑徒弟 以报皇上万一 反而在朝中任意而为 擅自作威作福 他可以处死的罪 像头发那样难以数清 朝廷中的重要官职 被曾某据为奇货 衡量官位的轻重 为收价的高低 因而朝中的公卿将士 都奔走在他的门下 估计官职买卖的价钱 寻找机会 偷控钻营 简直如同商贩 养他的鼻息 望尘而败的人 无法计算 即使有杰出之士 与贤能的良辰 不肯依附于他 对他阿谀奉承 轻的就被他放置在 无实权的位置 重的就被他削植为民 更有慎者 只要不偏袒他的 动辄就触犯了他这指鹿 为马的拳肩 只要片岩触犯了他的 就被流放到豺狼出没的 荒原之地 朝中有志之士 为之心寒 朝廷因而孤立 又有那平民百姓的高穴 任意被他蚕食 良家的女子 衣室强取 凶恶的气焰 受害百姓的冤份 暗无天日 只要他家的仆人一道 太守县令 都要看颜色行事 他的书信一道 连暗查司 督察院 也要为之寻情枉法 甚至连他那些奴才的儿子 或者稍有瓜葛的亲戚 出门则乘坐驿站的公车 气势浩大 地方上所供给的东西 稍微迟缓 在马上的鞭子 立刻就会抽打你 他家中后花园 歌声响起 美美好声色 玩狗马 白天黑夜 荒淫无度 国际民生 他从来不去考虑 世界上 难道要有这样的宰相吗 内外惊恐 人情凶动 若不马上把他租出 势必要酿成曹操与王莽那样的夺权之祸 陈日夜忧虑 不敢安居 我冒杀头之罪 列举曾某的罪状 上报圣上得知 俯伏请求割断坚硬之头 没收他贪污的财产 尚可以挽回上天的震怒 下可以大快人心 如果陈炎氏虚假捏造 请以刀具俘获 处置臣 曾某听到消息后 吓得魂飞魄散 魂身上下凉透了 幸而圣上优待宽容 扣下此书不做处理 但是 既知各科各道 三思六部的公卿大臣 不断地上奏章弹劾 就连往日那些 拜倒在他门下的 称他为干爸爸的 也翻了脸向他攻击 圣上下令 超莫他家中的财产 冲军到云南 他的儿子在山西平阳任太守 也已经派遣公差 去把儿子提到经师审问 曾某刚刚听到圣志 惊恐万分 接着就有几十名武士 带着剑拿着枪 进到曾某的内房 扒掉他的官服 摘下他的帽子 把他同他妻子 一块儿捆绑起来 一会儿看到许多差异 从他家中向外搬运财物 金银钱钞有数百万 珍珠翡翠 玛瑙宝玉有数百壶 卧木帐帘 床榻之数 有数千件 至于小儿的强宝 女人的鞋子 掉得满台阶都是 曾某一一看得很清楚 感到心酸伤目 不一会儿 一个人拖着曾的美妾出来 他披头散发 娇声啼喊 美丽的面容六神无主 曾某在一边 悲祸烧心 寒奋不敢言 不一会儿 楼阁仓库全被查封 柴翼立即呵斥曾某出去 监管他的人 就用绳子套着他的脖颈 把他拉出去 曾某同他的妻子 忍生含泪的上路 要求能有一匹老马拉的破车代步 差役也不答应 走了十里 曾某妻子脚小无力 快要跌倒 曾某用手搀扶着他走 又走了十里 自己也疲惫不堪 突然见前面 有一座高山 直插云霄 自己发愁 无法攀登过去 时时服晚的妻子 相对哭泣 而监管的人 面目猙獰的过来催促 不容许他们稍微停歇 又看到太阳西斜 万间无处可以投诉 不得已就弯着腰 伸一步 浅一步的走着 快到半山腰时 妻子实在无力了 坐在路旁哭泣 曾某也坐下来 稍微休息 任凭尖颂的差异 斥骂 忽然间 听到多人一起叫喊 有一群强盗 各自拿着锋利的刀枪 跳着跑着追赶过来 尖颂的差异 大惊而逃 曾某直挺挺地 跪在地上说 我孤身被贬边疆 心里中也没有值钱的东西 哀求他们宽恕 这些强盗个个瞪大了眼睛 愤怒地说 我们这群人是被害的冤枉百姓 只要你这贼的头 别的什么也不要 曾某愤怒地斥责说 我虽然有罪 可我仍然是朝廷的命官 你们这群乱贼 怎敢胡为 群贼也怒急 挥动巨大的斧头 就朝曾某的脖颈看去 只听得自己的头络有声 曾某惊魂未定 立刻见到两个小鬼 把他的双手捆起来 赶着他走 大约走了几个时辰 来到了一个大的都市 不多时 看到一座宫殿 大殿之上 坐着一位相貌很丑陋的阎王 靠在一个长长的基岸上 再决断鬼魂的祸福 曾某急忙向前 匍匐跪在地上 请求阎王饶恕 阎王翻看卷宗 才看了几行 就勃然大怒说 这是犯了欺君误国的罪 应当放到油锅里炸 殿下无数的鬼在硬喝着 声如雷霆 马上有一个巨鬼 把曾某抓起 摔到台阶之下 建有一只大油锅 约有七尺多高 周围烧着火炭 油锅的腿都烧红了 曾某浑身发抖 哀哀啼哭 逃窜又无去路 巨鬼用左手抓住她的头发 右手握着她的脚脖 把她扔到油锅中 曾某觉得 孤零零的身子随油花上下翻滚 皮和肉都交乎 疼痛彻心钻骨 废着的油灌到口里 把她的肺腑都烹熟了 心想快死算了 而想遍了法子 也不能马上死去 约一顿饭的时间 巨鬼才用大铁叉 把曾某从油锅里取出来 又让她跪到大堂下 阎王又查了 不急 生气地说 生时以掌权势 欺凌好人 应当上刀山之狱 鬼又把她揪去 见到一座山 不很大 而峻峰翘拔 锋利的刀刃纵横交错 像秘密的竹笋 已经有几个人的肚长挂在上面 呼喊嚎叫的声音 残忍难听 巨鬼督促曾某上去 曾某大哭着向后退缩 巨鬼用毒锥刺她的头 曾某忍痛气求可怜 巨鬼大怒 抓起曾某向空中置去 曾某觉得 自己身在云霄间 昏昏然地向下掉 锋利的刀交刺在她的胸膛上 痛苦之情难以言状 过了一会儿 由于她的身体太重 向下压去 被刺入的刀口渐渐大了 忽然 她从刀上脱落下来 四肢全曲着 巨鬼又撵着她去见阎王 阎王让计算一下 她生平脉官欲绝 贪赃王法所霸占的田产 所得的金银财宝又多少 立刻有一个胡须卷曲的人 数着筹码 驱着指头算计说 三百二十一万 阎王说 她既然能搜过来 就让她都喝下去 不多会儿 把金钱取来堆积到台阶上 像小山丘 慢慢地放到铁锅里 涌烈或融化 巨鬼让几个小鬼 更替着用勺子灌到她的口中 溜到面颊上 皮肤都秀烈 灌到喉咙 五脏六腑像开锅一样 曾某活着时 恨自己搜刮得太少 眼下又以此物太多为患 半天才灌进 阎王下令 把曾某压界到甘肃甘州 脱身个女的 走了几步 见到架子上有一个铁梁 粗有好几尺 上边穿着一个火轮 大也不知有几百里 发出五彩的火焰 光亮照耀到云霄间 巨鬼鞭榻着曾某 上去灯火轮子 他刚一闭眼 就月灯上去 火轮随着他的脚转动 四觉的身子向下轻坠 变身冰凉 他睁开眼一看 自己已经变身成婴儿 还是个女的 看看生他的父母 都穿着破烂的棉衣 土房中放着破瓢 和讨饭的棍子 知道自己变成了 讨饭人的女儿 从此 每天跟随着讨饭人 沿街乞讨 肚子里常常饿得直叫 不得一抱 穿着破烂的衣服 被风吹得刺骨疼 十四岁那年 被卖给一个兴故的秀才 当小妾 衣食才算自己 而家中的大老婆很凶狠 每天不是用鞭子抽 就是用板子打 还用烧红的烙铁烙乳房 幸好丈夫还可怜他 稍稍有些安慰 强东林有个很不正经的恶少年 忽然越过墙来 逼着与他私通 他心想 自己前所行的罪孽 已经受到鬼的惩罚 现在哪里能再犯罪呢 于是大声呼救 丈夫与大老婆都起来 恶少年才逃去 过了不久 秀才刚到他的房间中睡觉 在枕上 他喋喋地诉说自己的冤苦 忽然一声巨响 房门大开 有两个贼持刀闯进来 竟然砍掉秀才的头 抢光衣物就走了 他团团地爬在被子底下 大气不敢出 等到贼去了 才哭喊着 跑到大老婆的房中 大老婆大惊 呼着与他一块去验看秀才的尸体 怀疑是他招引奸夫杀死自己的丈夫 因而 血状告到周冠刺史 此时严加拷问 以酷刑毒打 使他驱大成招 依照法律 凌迟处死 把他绑着到行刑的地方 他胸中冤枉之气堵塞 大跳着喊冤曲 觉得比十八层地狱还黑暗 正在他悲痛呼好的时候 听得童游的朋友说 老兄你做了噩梦吗 曾某忽然醒过来 见到老和尚还盘着腿坐在那里 童游的人都问他 天晚了 肚子都饿了 为什么睡了这么久 曾某这才面色惨淡地坐起来 老和尚微笑着说 占卜说你做宰相 是否灵验 曾某越发敬意 心里向老和尚请教 老和尚说 要修自己的德行 要行人道 就是在火坑中 也能长出青莲花来 我这个山野中的和尚 哪里能参透其中的玄妙 曾某满腹盛气地来了 垂头丧气地回去 追求升官 享受荣华富贵的想法 由此渐渐地淡薄了 后来他引顿到深山之中 不知所终 意识是说 降福给行善的人 降祸给淫恶的人 这是上天不变的道理 听闻做了宰相而高兴万分的 一定不是因为知道这个职位 须得鞠躬尽瘁的缘故 在梦中 方氏妻妾无所不有 然而梦固然是虚妄的 妄想自然也不是真的 曾某幻梦中的恶行 在幻梦中鬼神给予恶报 人们还没有理解 人生是短暂的时候 像这样飞黄腾大的梦想 是在所不免的 因此把这则故事 作为邯郸记的续编 山西省的魏中堂 当年做秀才的时候 燕武家中杂物的干扰 就搬到一所寺院里读书 可寺院里的臭虫蚊子 跳蚤非常多 竟使他中夜睡不着觉 一天吃过晚饭后 他躺在床上休息 忽然看见一个小武士 头插至零 身高约二寸 骑着一匹只有蚂蚱 那么大小的马 胳膊上架着一只 苍蝇大的猎鹰 从外边进来 在屋里盘旋 走走跑跑 魏中堂正看得出神 忽然又进来一个小人 穿戴和前一个武士一样 腰中扎着小弓箭 牵着一只蚂蚁大小的猎犬 又过了一会儿 步行的 骑马的 又有数百人 纷纷而来 共驾着数百只鹰 牵着几百头猎犬 只要有蚊蚊飞起来 小武士们就放鹰腾空扑鸡 全都杀死 小猎犬则跳到床上 爬到墙壁上 搜持跳蚤臭虫 凡是藏在被褥和墙缝隙里的 臭虫和跳蚤 没有小猎犬 绣不出来的 顷刻之间 全部扑杀死了 魏中堂假装睡觉 眯着眼偷偷地看着 鹰和猎犬 都在他身上窜来跑去 接着 一个穿黄衣服的人 头戴平天罐 好像是大王 登上另外一张床 把马拴在席子上 随从的人都下了马 小武士们 有的献上蚊蚊 有的献上臭虫跳蚤 纷纷嚷嚷 也不知说的什么话 时间不长 大王登上一辆小车 武士们匆忙上马 万马奔驰 纷纷扬扬地 像洒灰尘栗子 灰飞雾腾 不一会儿就算尽了 魏中堂看得清清楚楚 又惊骇又诧异 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急忙穿上鞋子 偷偷往外看 已经无影无踪 他反身四面看看 都没有看到什么 只有墙壁的砖上 遗留下一只小猎犬 魏中堂急忙捉住他 小猎犬很温馴 魏中堂把他放在 燕台的匣子里 反复沾完 见他的毛 极细而且柔软 脖子上有个小环 为他犯力 他一袖就走开 跳到床上 寻找衣缝 要杀 几子 狮子 吃饱了 再回到匣子里趴着 过了一夜 魏中堂疑心他 已经走了 一看 他仍然全驱着 趴在那里 魏中堂躺下 他就跳到床席上 遇到臭虫就咬死 文盈没有敢落下来的 魏中堂非常喜爱他 比宝贝还珍贵 一天 魏中堂白天躺着睡了 小猎犬偷偷地趴在他的身边 魏中堂醒了翻身 把他压在腰底下 魏中堂感觉身下有什么东西 怀疑是小猎犬 急忙起身一看 已经被压扁死了 但是从此 墙壁上再没有活着的蚊虫了 羊州的都童将军梁公 此官回乡居住 每天携带着起酒 游玩在青山绿林之间 正好9月9日重阳节登高 梁公和客人们下棋取乐 忽然有一个人来到 在齐居旁边徘徊 过了很长时间也不离去 看他的样子很清贫 衣服破败不堪 但是他的仪态却温文尔雅 有文人的风度 梁公礼让他 他才非常谦逊地坐下 梁公指着齐对他说 先生一定有很好的旗艺 为什么不和客人对阵呢 他非常有礼貌地推让了一会儿 才开始和客人对局 第一局下完他败了 深情傲丧交集 像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样子 在下再败 他更加恼怒 请他喝酒 他也不喝 只是拉着客人继续下棋 从早晨到太阳偏西 他都没来得及大小便 正在因为一个棋子争录 双方争执不休的时候 忽然书生离开座位 很恐惧地站在那里 身色凄惨沮丧 不一会儿 他向梁公屈膝跪下 叩头请求救护 梁公很惊异 起来扶他说 本来是游戏 何至于这样 书生说 求您嘱咐羊马人 不要捆绑我的脖颈 梁公更觉奇怪 问道 羊马人是谁 他答道 马成 原来梁公的羊马仆役马成 充当阴间的鬼力 经常十几天一次 入阴草地府 拿着名符的文书 做勾魂补役 梁公认为 书生的话很奇怪 便派人去看马成 果然 他已将死卧床两天了 梁公于是斥责马成 不得对书生无礼 一转眼 书生就倒下不见了 梁公叹息了好久 这才明白 书生原来是个鬼 过了一天 马成醒过来 梁公召他来问这件事 马成说 书生是胡乡人 爱好下棋成辟 家产都弄光了 父亲为他的事发愁 把他关在书房里 但是他总是越墙出去 偷偷躲避到无人的地方 和爱好下棋的人继续来往 父亲听说后责骂他 终究也没能制止住 父亲为此气愤仇闷 怀恨而死 阎王因为书生无德 减了他的寿命 罚入了恶鬼狱 至今已经七年了 后来遇到冬月封楼落成 夏文通知各个地府 召集文人撰写悲记 阎王把书生放出牢狱 让他前去应照 自我赎罪 不料他途中拖延 延误了期限 冬月大帝派直日的官吏 问罪于阎王 阎王大怒 派我们搜捕他 前天接受您的吩咐 没敢用绳索捆绑他 梁公问 今日他的状况怎么样 马成说 仍然被交付玉利 永远没有生还的期限了 梁公叹息道 屁好竟误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啊 意识是说 看见夏棋就忘记自己已经死了 等他死了以后 看见夏棋又忘记了自己 还有机会转生阳世 这不是说他把嗜好看得 比生命还重要吗 然而 嗜好像这种程度 还没有学得一手高棋 只能让九泉之下 多个不能再转生阳世的棋轨罢了 实在是可悲得很啊 新十四娘 广平县的冯生 是明代正德年间的人 他年轻时轻跳放荡 酗酒无度 一天早晨 他偶然外出 遇到个少女 披着红斗篷 容貌秀丽 身后跟着个小仆人 正踏着早晨的露水赶路 鞋袜都沾湿了 风生心里 暗暗的喜爱他 傍晚 风生喝得醉醺醺的回来 走到路边一座荒废很久的寺庙前时 见一个女子从里面走出来 一看正是早晨遇到的那个少女 少女看见他 转身又走了进去 风生暗想 美人怎么会在寺庙里 把驴拴在门前 想进去看个究竟 进入庙门 只见断壁残垣 石阶上 铺着层绿毯一样的细草 风生正在犹豫 一个衣帽整洁的白发老翁走了出来 问道 客人从哪里来 风生说 偶然经过这座古叉 想瞻仰瞻仰 老丈怎么到了这里 老翁说 老夫流落到此地 没有住所 暂时借这里安顿家小 既然城门光临 有山茶可以当酒 说完 请风生进庙 风生建殿后 有个院子 石子路非常干净 再没有杂树乱草 进入屋内 帷幕床障 都香气息人 坐下后 老翁自我介绍说 老夫信心 风生 风生乘罪唐突地问道 听说您有个女公子 还没有找到好女婿 我不自量力 愿意礼聘女公子 新老翁笑了笑 说 容我和老七商量商量 风生要来笔 写下一首诗 千金蜜玉处 殷勤守自江 云英如有益 轻为倒悬霜 主人看了后 笑着把诗交给了仆人 一会儿 有个丫鬟出来 和老翁耳语了几句 老翁起身 请客人耐心坐会儿 自己掀起门帘 进了礼屋 隐约听的里面 讲了两三句话 老翁又走出来 风生以为 定有好消息 但老翁坐下后 只是谈笑 再不提婚事 风生忍不住 问道 我还不知您的意思 请说明以消除疑惑 老翁说 您是卓越不凡的人 我仰慕已久 但我有点隐忠 不变之言 风生再三请求 老翁说 我有十九个女儿 已嫁出去了十二个 女儿的婚姻大事 由老妻做主 老夫不参与 风生说 我只要今天早晨 带着小仆人 踏着露水赶路的那位 新老翁没说话 两人相对无语 这时 屋里传来女子的 娇声细语 风生乘着醉意 掀起门帘说 既然做不成夫妻 就容我看看容貌 以消除我的遗憾 屋里的人听见门脸响 都惊愕地站了起来 风生前 果然有那红衣少女 打扮华美 手碾着腰带 挺挺玉地 看见风生闯进来 屋里的人都惊慌不安 新老翁大怒 命几个人将风生揪了出来 风生久涌上来 跌倒在乱草丛里 挖块石头 雨点般地落下来 幸亏没砸在身上 躺了一会儿 听见驢子在路边吃草 风生爬起来骑上去 亮亮呛呛地上了路 夜色迷茫 风生误闯进了山谷 狼奔吃轿 吓得他寒毛植树 犹豫着四下看了看 并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远远望见 一片黑树林中隐约有灯光 风生以为必定是村庄 赶着毛驴跑了过去 抬头一看 是一座高门 便用鞭子敲了敲 门内有人问道 哪里来的年轻人 半夜跑到这里来 冯生回答说 迷了路 那人说 等我禀告主人 冯生伸着脖子 呆呆地等着 呼听抽门栓开门声 一个壮见的仆人走出来 替他牵履 冯生进去 建房屋都非常华美 大堂上灯火通明 略坐了会儿 有个妇人出来 询问客人的性命 冯生告诉了他 过了一会儿 几个丫鬟扶着一位老太太走出来 说 郡君来了 冯生站起身 恭恭敬敬地向行礼 老太太止住他 让他坐下 说 你是不是冯云子的孙子啊 冯生回答说 是的 老太太说 你是我的外甥 我老太隆重 风筑残年 骨肉亲戚之间 就没有来往了 冯生说 我小时候就死了父亲 跟我祖父交往的人 十个里也不认得一个 我从没拜见过您 请只是明白 该怎样称呼您 老太太说 你自己会知道的 冯生不敢再问 坐在那里 明思苦想 老太太说 外甥深夜 怎么到了这里 冯生平素肠 以胆大自垮 便把自己的遭遇 一一叙述了一遍 老太太笑着说 这是大好事 况且 外甥是明事 也不玷污他家 野狐精 怎么就这么自大 外甥不要担心 我能给你办成 冯生连连称谢 老太太看着两边 伺候的人说 我不知新家的女儿 竟是这样端庄漂亮 一个丫鬟说 她家有十九个女儿 都生的姿态翩翩 不知官人要聘的 那个排行第几 冯生说 她大约十五岁左右 丫鬟说 这是十四娘 三月里 曾跟她母亲 来给郡君庆寿 郡君怎么忘了呢 老太太笑着说 是高底鞋上 刻着莲花瓣 里面填上香血 用纱金蒙面 走路的那个吧 丫鬟说 是的 老太太说 这个婢子倒很会出花样 弄媚态 但也真是俊俏 外甥的眼光不错 便对丫鬟说 派个小丫头去叫她来 丫鬟答应着去了 过了会儿 丫鬟进来禀报 说 新家十四娘来了 接着便见红衣女子 望着老太太施力 老太太拉她起来 说 以后成了我外甥媳妇了 就不要行女孩礼了 女子起来 平平欲立 低垂着红袖 老太太 理理她的头发 又碾碾她的耳环 说 十四娘最近在龟中 做些什么 女子低声说 闲着美事 绣些花 说着 一回头看见缝绳 立刻羞缩不安起来 老太太说 这是我外甥 他一心一意 要和你结为夫妻 你怎么就让他迷了路 在山谷里窜了一夜 女子低着头 默默不语 老太太说 我叫你来 没别的事 想给我外甥做媒人 女子仍然一言不发 老太太便命丫鬟 去扫床扑背 让他们二人玩婚 女子红着脸说 我得回去告诉父母 老太太说 我给你做媒 有什么差错 女子说 郡君之命 我的父母不敢违抗 但如此草草从事 我就是死 也不敢从命 老太太笑着说 小女子志气道高 不屈从威事 真是我的外甥媳妇 于是便从女子头上 把下一朵金花交给冯生 让她回去查查历书 定个良辰吉日 又让丫鬟送十四娘回去 这时 雄机高唱 老太太派人牵着毛驴 送冯生出去 冯生出来走了几步 回头一看 这件房屋村落全消失了 只有一片茂密的松林 和棚草掩盖着的几座坟墓而已 冯生定神想了会儿 醒悟这里是薛尚书的坟墓 薛尚书是冯生祖母的弟弟 所以老太太称他为外甥 冯生心中明白 遇上了鬼 但也不知十四娘是什么人 一路感叹着回了家 漫不经心地查了个日子等着 心里恐怕鬼约靠不住 再去那座寺庙看看 一片荒凉 记无人计 询问当地的人 说是庙里常见胡出没 冯生暗想 只要得到美人 胡也是好的 到了选定的那天 冯生整理房间 打扫道路 让仆人轮番在门外眺望 一直等到深夜 还没动静 冯生已经绝望了 一会儿 忽然听门外人声喧哗 冯生急着鞋跑出去一看 花轿一停在院子里了 两个丫鬟扶着十四娘 坐在轿里 嫁妆也没多余的东西 只有两个长胡子的仆人 扛着个瘟大的储钱罐 从肩上卸下 放在屋子一角 冯生高兴娶了个美丽妻子 并不疑虑她是异类 她问十四娘 一个死鬼 你们家怎么那样服帖她 十四娘说 薛尚书现在已做了五都循环史 数百里内的鬼狐都供她一史 她不常回家 冯生不忘老太太给做梅 第二天 到她的墓上祭祀了一番 回去时 有两个丫鬟来赠送 带有被文的锦伯做贺礼 放到桌子上走了 冯生告诉十四娘 十四娘看了看 说 这是郡君的东西 佟县有个除银台的公子 从小就和冯生同学 两人十分亲密 她听说冯生娶了个胡夫人 便在冯生结婚三日那天 送来礼物 并亲自上门举杯庆贺 过了几天 楚公子又写来请柬 请冯生赴宴 十四娘得知 对冯生说 上次公子来 我从墙缝里见他 远眼应逼 这人不可长久交往 不去为好 冯生答应了 第二天 楚公子登门 则问冯生赴约 就便献上自己的新作诗篇 冯生评论这些诗篇时 说了些嘲笑的话 楚公子恨羞惨 两人不欢而散 冯生回屋 笑着跟十四娘讲了一遍 十四娘欺然地说 楚公子是匹豺狼 不能跟他开玩笑 你不听我的话 将遭大难 冯生笑着认了错 此后 冯生和楚公子 经常来往嘲笑 原来的过节 渐渐消除了 正好提学架下林 主持科考 楚公子考了第一 冯生考了第二 楚公子沾沾自喜 派仆人来邀请冯生去喝酒 冯生推辞不去 连叫几次才去了 到后来才知道 是楚公子的生日 客人坐满了屋子 酒宴十分丰盛 楚公子拿出自己的试卷 给冯生看 亲友争相围拢来观赏 边看边赞叹着 酒过数旬 有乐队在下面 奏起音乐 一片嘈杂 宾主都非常高兴 楚公子忽然对冯生说 俗话说 场中莫论文 现在才知道 这句话的错误 我之所以名次 排在你前面 不过因为我的文章 开头略高一筹罢了 公子说完 一座人都赞扬起来 冯生趁着醉意 再也忍耐不住 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你到现在还以为 你是凭文章考第一的吗 冯生话音刚落 一座人脸上失色 楚公子羞残愤怒 无言打对 客人们见状 渐渐都走了 冯生也悄悄地溜了回来 酒醒后 冯生很后悔 把这事告诉了十四娘 十四娘不高兴地说 你真是乡下的清泊子弟 那清泊之态对待君子 就会丧失品德 对待小人 就会惹杀身之祸 你大难不远了 我不忍心见你败落 我们分手吧 冯生很害怕 哭泣着 说自己已经很后悔 十四娘说 如果想要我留下来 我和你约定 从今以后 你闭门不出 断绝交友 不要再酗酒 冯生恭敬地答应下来 十四娘为人勤俭俐落 天天仿现支部 经常自己回娘家 但从不在娘家过夜 还常拿出些金银不博做买卖 没有盈余 就把钱投进出钱惯例 天天关门庇护 有人来访 就让仆人谢绝 一天 楚公子又来信请冯生 十四娘把信烧了 不让冯生知道 第二天 冯生出门 去城里吊丧 在丧家遇到楚公子 楚公子拉着他的胳膊 苦苦邀请 冯生借故推辞 楚公子让马夫拉着马 拥着冯生就走 到了家 楚公子立即命家人设宴 冯生又告辞 说是有事 要早点回去 楚公子再三挽留 吩咐家机谈争奏乐 冯生本来就放荡不羁 这些日子又一直关在家里 很绝烦门 忽然遇上今天这个痛饮的机会 酒性大发 再也不管不顾 喝得酩酊大醉 昏沉沉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楚公子的妻子 阮氏 非常凶悍极度 碧妾们都不敢失之抹粉 前天有个丫鬟到楚公子的房中 被阮氏抓住 用牧掌猛击丫鬟的头部 丫鬟脑袋破裂 立即死了 楚公子因为上次冯生 当众羞辱自己 怀恨在心 天天想着报复 于是 图谋借这个事 把冯生灌罪 诬告他杀人 趁冯生正在昏睡 楚公子把丫鬟的尸体 扛到床上 闭上房门走了 冯生五更天时 酒醒过来 发现自己趴在桌子上 起来寻找枕头床铺 觉得有个滑腻腻的东西 绊了脚 用手一摸 是个人 冯生还以为 是主人派了同仆 陪伴自己睡觉 便又用脚踢踢 那人一动不动 像具僵尸 冯生恐惧万分 跑出房门 大声怪叫起来 楚家的仆役们都起来了 殿上灯一照 发现一具尸体 便抓住冯生 愤怒地吵闹起来 楚公子出来 查看了一番 乌朔冯生 逼尖不碎 杀了丫鬟 将他捆起来 送到了广平县压 隔了一天 十四娘才知道这件事 不禁潸染泪下 说 早知道会有今天了 于是 每天都送钱给逢生花费 逢生见了福尹 无理可身 被天天严刑拷问 打得劈开肉绽 十四娘亲自去询问他经过 冯生见了他 悲愤填膺 说不出话来 十四娘知道 这次陷阱已深 便劝冯生先屈认了 以免再挨打 冯生哭着答应了 十四娘来来往往时 别的人在眼前 也看不见他 十四娘回家 又感慨又叹息 忽然 他把自己的丫鬟 打发走了 一个人住了几天 十四娘又托媒婆 买了个良家女子 名叫陆尔 十五岁 容貌颇为艳丽 十四娘跟陆尔 同吃住 看待他不同于一般 一般丫鬟 冯生招任误杀人命后 被官府判了绞刑 仆人得知这个消息 气不成声地告诉了十四娘 十四娘听说 面色坦然 想毫不介意 不久 快到了秋后处决犯人的日子 十四娘才惶惶不安 经常白天出去 晚上才回来 脚不停歇 常在没人的地方 悲伤哀痛 以至于寝食都沸 一天下午 十四娘派出的那个狐丫鬟 忽然回来了 十四娘急忙起身 将丫鬟叫到无人之处 二人小声交谈起来 十四娘再出来时 笑容满面 和平常一样料理家务 第二天 仆人到监狱 风声托她带回画来 要十四娘去见一面 以便永绝 十四娘漫不经心地 答应了一声 也不悲伤 没当回事 家人私下里议论 她太忍心 忽然 路人到处流传 处银台已被革职 平阳观察奉皇帝特指 重审风声一案 仆人听说大喜 急忙告诉了十四娘 十四娘也很高兴 便派她到关崖中探听 去了后 风声已经出狱 与仆人见面 悲喜交集 一会儿 楚公子逮到 平阳观察一审问 明白了其中的全部事情 便立即释放了风声 风声回家 见了十四娘 不禁泪珠滚滚 十四娘也看着她 心酸不已 悲伤过后 才有欢喜起来 但风声终究不知 自己的案子 皇帝是怎么知道的 十四娘指着丫鬟说 这是你的功臣啊 风声惊愕地 询问缘故 原来 十四娘派丫鬟进京 想到皇宫告状 为风声申冤 丫鬟来到京城 建宫中有神灵守护 便在玉沟外 犹豫徘徊 一连几个月 进不去宫墙 丫鬟怕误了事 正想再回来 商量个办法 忽然听说 皇帝要去大同 丫鬟便预先 赶到大同 装作妓女 皇帝到妓院游逛 特别宠爱她 又怀疑她 不是一般的 风尘女子 丫鬟便哭起来 皇帝问 你有什么冤屈吗 丫鬟回答说 我园吉广平县 是生园冯某的女儿 父亲因为冤案 将被处死 于是把我卖到了妓院里 皇帝听说很惨然 赐给她一百两银子 临走前 又详细询问了 事情经过 用纸笔记了姓名 还说 要和她共享 荣华富贵 丫鬟说 但愿我和父亲能团聚 不想过富贵生活 皇帝点头答应 便走了 丫鬟降了经过 风声急忙下败 热泪盈眶 过了不久 十四娘忽然对风声说 我如不是为了情缘 哪里会有这些烦恼 你被下狱时 我奔走于亲戚之间 却没一个人肯为我想个办法 那时的酸楚 真让人没法说 现在 我越感到这陈素世界 令人厌烦苦恼 我已经替你找了个女子 我们从此分别吧 风声听说 哭着跪在地上不起来 十四娘才作罢 到了夜晚 十四娘让路儿 去跟风声睡觉 风声聚而不纳 第二天早晨 看十四娘 荣光顿俭 又过了一个多月 十四娘渐渐衰老 半年后 便又黑又丑 像个村妇 但逢生 仍然恭恭敬敬地对待她 始终不变 十四娘忽然又说要告别 还说 你已经有美丽的妻子 要我这愁老婆子干什么 风声像上次那样 哭着哀求 又过了一个月 十四娘抱病 不吃不喝 疲惫地躺在床上 风声端堂喂药 向侍奉父母 请来 乌婆 医生 都不灵验 十四娘终于不治 去世了 风声悲痛欲绝 就用皇帝赐给丫鬟的那一百两银子 埋葬了十四娘 过了几天 狐丫鬟也走了 风声便娶了路儿为济世 过了一年便生了个儿子 可是连年欠收 家境日渐萧条 夫妻二人一筹莫展 相对忧愁 风声忽然响起 屋角里的储钱罐 常见十四娘王力投钱 不知钱罐还在不在 过去一看 只见豆盆子 盐罐子 摆了满满一地 一件件挪开 见储钱罐还在 用筷子往罐里捅了捅 坚硬地插不下去 把罐子摔碎 金钱哗哗地烫了出来 从此风声一下子富裕起来 后来 风声的仆人到太华山 遇见十四娘 骑着匹青螺子 丫鬟骑着驴跟在后面 十四娘见了仆人 问 逢郎平安吗 还说 回去告诉你主人 我已名列仙级了 说完便消失不见了 意识是说 轻薄之言 大多出于读书人之口 这是君子应该惋惜的 像逢生那样的 一言之差 几乎弄得杀身 如果不是家有狐仙 又怎么能解脱出狱 来再生于当世呢 真是可怕呀 白莲教 白莲教中的某人 是山西人 忘了他的姓名 大概是徐洪如的门徒 他用法术迷惑众人 羡慕他法术的人 多拜他为师 有一天某人要外出 他在堂屋中放置了一个盆 又用另一个盆扣住他 嘱咐门徒坐着看守 并告诫他 不能掀开看 某人走后 门徒把上盆掀开 见下面盆里 盛放着清水 上面扶着一只草边的小船 船上风帆桅巨拳 他感到奇怪 便用手指拨了一下 小船随手翻倒 他急忙把船 扶成原来的样子 仍旧用盆盖好 一会儿某人回来 愤怒地斥着说 为什么违背我的吩咐 门徒立即表白说没有 某人说 刚才海中船翻 怎么能欺骗得了我呢 又一天傍晚 某人点燃大蜡烛 放置堂上 告诫门徒要严加看守 不能让风吹灭 天到二更 某人仍然没回来 门徒疲倦 便松懈了 躺到床上小睡 等到醒来 蜡烛已经灭了 急忙起来点燃 蜡烛刚点着 某人就进来了 又责备他 门徒说 我本来就不曾睡 蜡烛怎么能熄灭呢 某人愤怒地说 刚才让我摸黑走了十几里路 你还在胡说什么 门徒大惊 像这样奇怪的事情多得很 书不胜书 后来 某人的爱妾与门徒思通 他觉察后 隐忍不说 他派这个门徒去喂猪 门徒进眷后 立刻变成了一头猪 某人便叫屠户 把这猪杀了 把肉卖掉 人们都不知道 这门徒的父亲 因为儿子没回家 就来询问 某人告诉他说 已经很久不来了 门徒的家人到处打听寻找 始终也没有消息 有个和这个门徒同师学艺的人 暗中知道此事 把消息泄露给了门徒的父亲 门徒的父亲告到了县令那里 信令恐怕某人逃走 没敢逮捕他 把这事上报了上一级官员 请求派披甲的兵士一千人 包围了某人的家 把某人和他的妻儿全部捉住 紧闭在木龙囚车里 要把他们压戒到京城去 途中经过太行山时 山中突然出来一个巨人 和大树一样高 他的眼睛像毯子 嘴像盆那样大 牙有一尺多长 兵士们都惊讶地站住脚 不敢再往前走 某人说 这是个妖怪 我的妻子可以打退他 于是 兵士们按照他的说法 解开了他妻子身上的枷锁 妻子持隔追上前去 巨人发了怒 张开大口把他吸吞到肚里 众人更加害怕 某人说 既然妖怪杀了我的妻子 必须让我儿子来对付他 于是 再放出他的儿子前去 又被巨人吞了 众人都面面相去 不知怎么办 不知怎么办才好 某人哭着 并且发怒地说 既然杀了我的妻子 又杀了我的儿子 这我怎能甘心 看来 非我亲自去收拾他 不可了 众人果然把他放出木笼 并给他武器 让他前去 巨人非常愤怒地迎上来 格斗了不多时 巨人便抓起某人 放入口中 伸了伸脖子 咽了下去 不慌不忙地走了 双灯 魏运旺是异都县盆泉人 他家原来是士族大家 后来家世败落 不能再供他读书 二十来岁时 就荒废了学业 跟着他岳父家卖酒 一天晚上 卫生独自躺在酒楼上 忽然听见 楼下有脚步声 他吃惊而起 很害怕地听着 声音渐渐近了 随即上了楼梯 一步一步响 一会儿 有两个丫鬟跳着灯 已经到了床边 后边有一个少年书生 引导着一名女郎 微笑着走进床前 卫生大为惊愕 转念一想 知道是胡 因而毛发直竖 低着头不敢再看 书生笑着说 卫君请勿猜疑 舍妹与您有溯源 就应当来侍奉您 卫生借少年身穿绸缎貂皮 耀人眼目 相比之下 自愧不如 羞愧得不知怎样对答 书生 书生带领丫鬟 留下灯就走了 卫生仔细端详 女郎 衣服鲜明 身材美好 像仙女一般 心里非常喜欢她 但由于羞愧 而说不出亲密的调笑语 女郎笑着对她说 您又不是靠啃书本生活的人 怎么会有迂腐的书生气 她便走进床边 把手伸进她的怀中取暖 卫生这才有了笑脸 拉扯说笑 于是两人亲热起来 天还没亮的时候 两个丫鬟就来接女郎走了 还定好夜里再相会 到了晚上 女郎果然来了 笑着说 痴郎是何夫妻 不费一文钱 得到这么好的媳妇 能夜夜自己来相会 卫生窃喜没有别人在 就摆上酒和她对饮 共玩赌藏梅的游戏 女郎时有酒赢 便笑着说 不如让我来掌握梅子 郎君自己猜 猜中就胜 猜不中就败 若是还让我猜的话 郎君便没有赢的时候了 于是 按她说的那样 两人玩得很痛快 将要睡觉的时候 女郎说 昨天晚上的被褥 既不光滑又冷 让人不能忍受 就叫丫鬟抱了被褥来 展开放到床上 带素花纹的丝绸料子 又香又软 一会儿 解衣香味 枝香浓烈 像这样的艳芙 真不亚于帝王的温柔香 从此以后 这便成了平常事了 后半年 卫生回了家 一个月夜 他正和妻子 在窗下说话的时候 忽然看见 女郎穿着华丽的衣服 坐在墙头上 用手招呼她 卫生走到她的身边 女郎拉她 一同跃墙而出 手把手的告别说 今天要和您分别了 请送我几步 以表示半年来的 恩爱情谊吧 卫生经问 它是什么缘故 女郎说 婚姻自有定数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说着到了村外 原来的丫鬟 挑着双灯在等候着 走到了南山 登到高处以后 向卫生告辞言别 卫生留不住她 只得让她走了 卫生久久地站在那里 不知怎样才好 遥遥看见 双灯一闪一闪的 渐渐远去 看不见了 才闷闷门不乐地返回家 这一夜 山头上的灯光 村里的人都看见了 建长寨 李柱明先生 是个慷慨乐失的人 同乡某人 当佣工住在理工家里 这个人从小游手好闲 不能干农活 家里很贫穷 不过他也有些小技能 常常为李家做些杂物 每次都得到很丰厚的报酬 有时吃不上早饭 向理工哀求乞讨 理工就给他一生半斗粮食 有一天 他对理工说 小人天天得到您丰厚的救济 一家三四口才不致饿死 然而 怎么可以长久地这样下去呢 请求主人借给我一袋绿豆 做经商的资本吧 理工很高兴 立即让家里人如数给了他 某人把绿豆背走 过了一年多 也没偿还 问起他 才知道绿豆钱早已花光了 理工可怜他的贫穷 也就放着一旁不在所要了 后来 理工到佛寺读书 过了三年多的时间 忽然梦见某人来 说 小人欠您的绿豆钱 今天来偿还 理工安慰他说 假如还要你偿还的话 那么平日所欠的东西 怎么算得轻呢 某人忧伤地说 的确是这样 不过若为人做了事 即使得到千金 也可以不偿还 假如毫无缘故地 受人资助 就是一生半斗都不容许 寐一下 何况更多的呢 说完就走了 理工更加生疑 不久 家人对理工说 夜里母驴生了一个驴鞠 这个驴鞠很高大 理工忽然明白过来说 难道这驴鞠就是某人吗 过了几天 理工回家 见到驴鞠 便细呼某人的名字 驴鞠听到呼唤 便跑过来 就想知道是在叫他 从此以后 便把这驴鞠 叫做某人的名字 有一次 理工骑着驴鞠去青州 横王府的内奸 看见了很喜欢这驴鞠 愿意出高价购买 但价钱还没说定 正好理工遇到家中有急事 不能等待 就回来了 又过了一年 驴鞠和一匹熊马 同曹吃食时 被马咬舌了禁骨 不能治疗 有个牛衣来到理工家里 看见了对理工说 请您把驴鞠交给我 我每天精心治疗养护 需要用些日子 万一能把它治好 卖得的钱和您平分 理工同意按他的请求办 过了几个月 牛衣卖驴鞠得了1800钱 拿出一半给了理工 理工接受了这些钱 顿时醒悟 原来钱数恰好符合 某人所借的绿豆价钱 以阳氏欠下的债 而今应私转身来偿还 这是足以劝人为善的了 鬼作严 秀才度酒晚 妻子有病 遇到九月九日重阳节 杜秀才被朋友邀请 登山赴诸语酒会 这天她早早起来 梳洗过后 告诉妻子她要去的地方 穿戴整齐就要出门 忽然看见妻子神志不清 嘴里不住的唧唧咕咕 像是在和人说话 杜秀才感到奇怪 便靠近床问她 妻子就把她当作儿子来呼叫 家人心里都知道事出有因 当时杜母的棺材还未入葬 都怀疑是死人的灵魂 附到秀才妻子身上了 杜秀才助导说 难道您是我的母亲吗 妻子骂道 畜生 怎么不认识你父亲了 杜秀才说 既然是我父亲 为什么要来家 作祟您的儿媳妇呢 妻子叫着她的乳名说 我是专为儿媳的事来的 为什么反要怨恨我呢 儿媳本应立即死去 有四个人来勾她的魂 为首的是张怀玉 我说了无数好话 哀求她放人 这才得到了允许 我许愿送点小礼 应该快给他们 杜秀才按照吩咐 到门外烧了纸钱 妻子又说 那四个人已经走了 他们不忍心搏我的老面子 三天后 一定要置办酒言 酬谢他们 你母亲老了 那么大年纪了 不能料理饮食 到时候 还要麻烦儿媳去一趟 杜秀才说 阴阳不同路 怎么代为理事 还希望父亲宽恕 妻子说 儿子不要怕 去去就回来 再说 这也是为她自己的事情 一定不能怕劳累 说完就昏迷了 好久才苏醒过来 杜秀才问她说过的话 她茫然不能记忆 只是说 刚才看见四个人来 要捉我去 幸亏公公哀求情勉 并解囊贿赂他们 才走了 我看见公公成钱的包袱里 还剩下两钉银子 想偷拿一钉来 用在咱家的吃饭花销上 公公看见了 责骂我说 你想干什么 这东西 其实你可以用的 我才抽回手 没敢动 杜秀才以为妻子病危 对她的话 半信半疑 过了三天 杜秀正在说笑的时候 忽然 两眼直瞪着 杜秀才看了很长时间 说 你的媳妇太贪婪了 前次看见我的银子 就生非分之响 这大概是因为太贫困的缘故 也不足为怪 现在要让媳妇过去 为我照管厨房的事物 你不用担忧 话刚说完 她就昏死过去 约莫半天功夫 才苏醒 她告诉杜秀才说 刚才公公叫我去 对我说 不用你亲自下手 我这儿烹调 自有人干 只要你坚持 坐在那里指挥就行了 阴剑喜欢东西丰满 所以食物都要成的 满意到器皿以外 一定要记住这些 我答应了 到了厨房里 看见有两个妇女 正在用刀切东西 穿的配衣都是黑红色 镶着绿边 她们称呼我嫂子 每当把器皿 每当把菜肴 乘到器皿中时 她们都要请我看过 先前要拘捕我的那四个人 都在研习中 菜肴端了上去 酒也全部准备好了 公公才让我回来 杜秀才听后 大为敬意 经常说给别人听 胡四相拱 山东来屋的张须一 是学政张道一的二哥 他性情豪放 不受约束 听说城里某家的宅院 被胡仙居住着 就郑重其事地 带着明帖前往拜访 希望能见上胡仙一面 他把明帖 投入大门的缝隙中 不多时 门扇自开 跟随的仆人大惊 赶紧后退 张绳却整理衣帽 恭恭敬敬地进了门 看见堂屋里摆设着桌椅 但却寂静无人 于是望空拱手作衣说 小生斋戒 诚意拜访 仙人既然不拒我于门外 为什么不让我见一面呢 忽然听到 空屋里有人说 有劳您大驾降临 让人十分高兴 请坐赐教 随即 见两个座位自行移动 并相对摆好 张绳刚刚坐下 就有一个雕花的红漆茶盘 乘着两杯香茶 悬空来到跟前 各取茶杯相对应 虽然能听见吸茶的吸力声 然而 始终看不见那位喝茶的人 饮完茶 接着摆上酒 张生细问对方的家族姓氏 对方回答说 小弟姓胡 排行第四 随从的人称呼我为相公 于是双方互相敬酒 交谈议论 意气相投 桌上的菜肴 既是些海味山珍 非常丰盛 送酒端菜的 似乎都是些年轻晚辈 并且人数很多 酒后 张生很想饮茶 这念头刚一产生 香茶早已放在桌子上 凡事有想要的东西 没有不应念而到的 张生非常高兴 便尽情开怀痛饮 大醉而归 自此以后 他每隔三几天 便去拜访胡四相公 胡四相公 也经常到张家来 互相依照主客 王来礼节招待 有一天 张生问胡四相公说 南城中的巫婆 天天托借胡仙的神术 从病人家里所要好处 不知他家的胡仙 您认识不认识 胡四相公说 他是在说谎骗人 实际上他家并没有胡 一会儿 张生起身去小便 听到有人小声说 刚才您说的南城胡乌 不知是什么人 小人想跟随先生去看看 麻烦您能为我说句话 请求主人允许 张生知道 这是个小胡仆 便答应说 行 于是 就在席间 请求胡四相公说 我想得到 足下一两个仆人的帮助 去探视巫婆 敬请您同意 胡四相公坚持说 没有必要 张生再三要求 才被允许 随后张生出门 马自己走了过来 像有人牵引着 张生走过去 骑上前行 胡仆在路上 与他边走边说话 胡仆对张生说 以后先生坐在道上 如果发觉 有细沙散落在衣襟上 便是我被跟从着 说着进了城 到了巫婆家 巫婆见张生来 笑着 引上前去说 贵人 怎么忽然 降临 张生说 听说 你家的胡子 很有灵验 是这样吗 巫婆 收敛起笑容 严肃地说 想这样 轻薄话 不宜 贵人说 怎么随便 就说胡子 恐怕我家花子 听见不高兴 话没说完 从空中 扔下半块砖来 打中了他的手臂 他晃了几下 差点跌倒 便吃惊地 对张生说 官人 怎么扔砖头 打老身呢 张生笑着说 婆子眼下 哪曾见过自己的额头破了 却无赖袖手人的事 巫婆非常惊讶 不知砖头是从哪里打来的 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 又有一个石子落下来 打中了他 随即他就跌倒在地上 接着 乌尼纷纷往下落 把乌婆涂抹成了鬼脸 他只有哀嚎请求饶命 张生请胡仆饶了他 乌尼才不再落 乌婆急忙爬起来 逃奔到屋里 关上门不敢出来 张生高声地对他说 你的胡能比得上我的胡吗 乌婆只得认错 张生仰起头望着空中 告诉胡仆不要再伤害乌婆了 他才提心吊胆地走出来 张生笑着告诫他一番 才回了家 从此 张生每逢独行在路上 只要发觉沉沙落在身上 便招呼小胡仆说话 两胡仆总是应答无误 就是面对虎狼歹徒 张生也觉得 有了依靠而不胆怯 这样过了一年多 张生和胡四相公的交情 更加深厚 张生曾问胡四相公的年龄 他早已记不清了 只说 见皇朝造反 还像是昨天的事 有天晚上 两人在一起说话 忽然听见墙头上有动静 声音很猛烈 张生很奇怪 胡四相公说 这一定是我哥哥 张生说 为什么不邀他来一块做做 胡四相公说 他的道业很浅 只要能抓之鸡齿 就很满足了 张生说 交友情深 像咱两人 可以说是毫无遗憾了 但是始终没能见到您的颜面 实在是令人遗恨 胡四相公说 只要交情深厚就足了 何必见面 一天 胡四相公置办酒席 邀请张生 并且告别 张生问道 您要往哪里去 胡四相公回答说 小弟生于闪中 要回那里去 您每次都因为 看不到我的脸面而不满意 今天就请您见一见 几年来的朋友 以后再见面时 好相认 张生四面寻找 都没有见到 胡四相公说 您试着打开寝室的门 我就在里面 张生按他的说法 推门一看 只见里面 有一个美少年 相对而笑 他衣裳华丽 眉眼如画 转眼之间 就再也看不到了 张生刚转身行走 就有脚步声 跟随在他的后面 说 今天算是解除了 您的遗憾了 张生一脸 不忍心分别 胡四相公说 离合 离合自有定数 何用放在心上 于是 用大酒杯劝饮 一直喝到半夜 才用灯笼 送张生回家 等到天明 再去探望时 胡宅 早已成了座 冷落的空房子 后来 张道一先生 官任西川学史 而张须一 却还像原先那样清贫 因此 张须一前往西川 去看他弟弟 抱的希望很大 可是 只过了一个月 就返回去了 很不如当初的心愿 边走 边在马上叹息 垂头丧气 呆若木偶 忽然 有个少年 骑着黑色的马鞠 跟随在他的身后 张生回头看了看 见少年 衣着非常华丽 风度潇洒文雅 便和他闲谈起来 少年见张生不痛快 就问他 张生于是叹息着 把原因告诉了他 少年听说后 用好话安慰了他 两人同行了一里多路 到了岔道口 少年这才拱手道别说 前边路上有一个人 将把您的老友 送给您的礼物 转交给您 请您收下 张生在想问时 少年已经赶马 静止奔驰而去 张旭一解不开这个谜 又走了二三里地 看见一个老人家 手持一个小竹箱子 把他陷到了马前 说 这是胡四相公 敬送给先生的 张生这才恍然大悟 接过来打开一看 原来是满满一箱白银 等到再看老人家时 却早已不知去向了 念秧 意识是说 人世间暗中害人的伎俩 到处都有 而南北交通药道上 刺害尤其严重 那些手持武器 乘着快马 在郊外 抢掠行人财物的 人人都知道 还有的割裂口袋 刺破行李 在城里夺取财物 行人回头 而钱财货物已空 这不是骇人伎俩中 最厉害的吗 又有萍水相逢 甘言如美酒的人 他来的既不突然 和人也特别亲近 可一旦误认做好朋友 马上就丧失资财 他们随即应变 设置陷阱 变化多端 因为这种人 专用甜言蜜语 令人上当而行骗 民间起名叫做念秧 如今 北面路上这样的人不少 遭受他们祸害的人 也特别多 我的同乡 王子逊 是县里的秀才 因为有个同族长辈 在京城做奇迹太史 他要前去探望 整理好行装北上 出了济南 走了几里路 有一个骑着黑驴的人 赶上来和他同行 这人不时地说些闲话 引他 王生便和他搭上了话茶 这人自己说 我姓张 是七辖县的衙役 受县令大人派遣 去京城出差 他对王生很谦逊 恭恭敬敬地 非常殷勤 两人同行几十里 并约好了一起住宿 一路上 若王生走得快了 张某就家边赶驴追上 若王生落在了后面 张某就在前面 停下来等他 王生的仆人 很怀疑张某 就非常严厉地赶他走开 不让他前后跟从 张某自觉得很羞愧 于是挥边走了 到了傍晚 王生住进一家旅店 偶然经过门前 见张某在外设饮酒 正在惊议的时候 张某也看见他 便起身垂手拱立 谦虚地像奴役一样 并略作问讯 王生也很随便地和他应酬 并没有怀疑他 然而 仆人却整夜防备着他 激叫的时候 张某来招呼王生一起走 仆人呵斥拒绝 于是他便自己走了 太阳已经出来了 王生才上路 走了半天时间 见前面有一个人 骑着头白驴 年纪约四十开外 衣帽整洁 他的头眼看就要低垂到驴身上 瞌睡得像要掉下驴来 他一会儿走在王生的前头 一会儿走在王生的后头 始终不离地走了十几里地 王生很奇怪地问他道 你夜里干什么了 竟然迷糊成这个样子 这人听了 猛然伸了伸懒腰 说 我是清愿人 姓许 林姿县令 高晴是我的表兄 我哥哥在表兄府上设账交书 我去看他 得了一点馈赠 今夜在旅店 物童念秧地住到了一起 一夜警惕 没敢合眼 困得大白天 迷迷糊糊的 王生问他 念秧是怎么一回事 徐某回答说 您出门在外少 不知人的险诈 如今有些坏人 用甜言蜜语引诱行人旅客 攀附拉拢和他们一同住宿 趁机欺骗钱财 昨天有个远房亲戚 就因为这而丢了盘缠 咱们都得警惕防备 王生听了点头称是 原先 林姿县令和王生有旧交 王生曾经去过他的官府 认识他家的门客 其中果然有姓许的 于是便不怀疑 和徐某喊喧喧起来 还问了他哥哥的近况 徐某相约 天晚了同住一家旅店 王生答应了他 而仆人始终怀疑 徐某是伪装的 就暗暗地和主人商量好 慢慢地落在了后边 不再往前走 与徐某的距离越拉越远 终于看不见了 第二天 中午时分 王生又遇到一个年轻人 年纪约有十六七岁 骑着一匹健壮的大骡子 穿戴华丽整洁 模样长得很秀美 他们一同走了很长时间 没有相互说过话 太阳已经偏西了 年轻人忽然说 前面离区律殿不远了 王生轻声硬着 年轻人于是哀声叹气 像是不能忍受的样子 王生略微问了一下原因 年轻人叹了口气说 哎 我是江南人 姓金 三年苦读 盼望能够考试得中 不料想 竟然名落孙山 我哥哥在京城任部中主政 我带着家眷来 希望能够排解心中的郁闷 但是我从来没有走过远路 沉沙扑面 令人烦恼 说着便取出红手帕擦脸 叹气不已 听他说话是南方口音 柔美婉转得像女子 王生心里喜欢他 慢慢用好话安慰 金某说 刚才我先走了一步 家眷这么长时间还没跟上来 仆人们怎么也没有赶到呢 天都快黑了 怎么办呢 他停留观望 走得很慢 王生于是先走 和金某越离越远 王生晚上到客店住宿 进入房间一看 靠墙下有一张床 见先有别人的行李摆在了上面 便问行李的主人 立即有一个人 携起行李往外走 说 请尽管安排 我这就搬到别的屋里去 王生看了看他 原来是徐某 就让他留下同住一屋 徐某便不走了 于是 两人坐下交谈起来 过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个人携带行李进来 见王许二人在屋里 反身就往外走 说 已经有客人住了 王生仔细一看 原来是路上遇到的年轻人金某 王生没说话 徐某急忙起来拉他留下 金某也就坐了下来 徐某于是问起了他的家族姓氏 金某又用在路上对王生说过的话 说给徐某听 过了片刻 金某解开口袋 取出银子 堆了很多 称了一两多 交给店主人 嘱咐置办酒窑 作为夜里聊天用 王许二人争相劝阻 金某不听 不久酒肉都摆上桌来 言习上 金某谈论诗文 显得很是风雅 王生问起江南考场中的试题 金某全都说给他听 并且背诵自己八古文的破题成节 以及篇章中的得意之句 说完 显得心里很不服气 王许也都为他惋惜 金某又因家眷走失 夜里没有仆人 担心自己不懂怎样喂牲口 王生便让自己的仆人 替他给螺子拌上草料 金某非常感谢 过了不多时 金某忽然顿足生气地说 命运不顺 出门也遇不到好事 昨天夜里住旅店和恶人住到了一起 他们赌博至头子叫喊 吵得耳朵难受 心里烦躁 一夜没睡着 南方口音把头子说成兜 徐某听不明白 问他是什么东西 金某用手笔画头子的形状 徐某便笑着 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头子来 说是这种东西吗 金某答应是 徐某就用头子行酒令 三人很高兴地喝起来 酒喝得差不多了 徐某提议 大家都置头子 饮个东道煮 王生推辞不懂 徐某便和金某 置头子呼喊堵了起来 徐某又偷偷地嘱咐王生说 您不要走漏了话 这个南方公子很富裕 年纪又小 不一定懂得赌博的诀窍 我赢他些银子 明天一定请您的课 徐某和金某于是进了隔壁房间 不久听到里面几个人 剧赌的声音很热闹 王生暗暗地过去瞅了瞅 见七下线的牙役张某也在其中 王生大为惊异 便自己展开被子先睡下了 又过了一会儿 众人都来拉王生去赌博 王生坚决推辞说不会 徐某愿代替王生辩认输赢 王生还是不同意 二人便硬提王生挚头 不多时徐某走到床前向王生报告说 你赢了若干筹码了 王生在睡梦中答应着 突然有几个人推门进来 几里咕噜地讲着外族语 领头的说是姓童 是满足其人专门巡逻捉拿赌徒的 当时禁赌的法令很严 人们都非常惊慌 童某大声恐吓王生 王生也以奇迹态势的旗号来抵挡 童某的态度缓和下来 和王生续起了同级 笑着让众人继续玩赌博的游戏 大家果然再次读起来 童某也参加了 王生对徐某说 胜负我不想知道 只愿睡觉 请不要打扰 徐某不听 仍然反复地来向王生报告 到了最后散局的时候 个人计算所得的筹码数 王生输了很多 童某便搜王生 钱袋子中的银子取偿 王生愤怒地起来和他争夺 金某捉住王生的胳膊 偷偷地说 他们都是些坏人 居心叵测 咱们毕竟是文字交 也没有不互相照顾的道理 恰好赌局上我赢了不少 可以相抵 这些钱本来应由许君偿还我 现在请变换一下 就让许君偿还铜 您来偿还我 这样做不过是暂时掩人耳目 等过了今晚 仍在原数相还 凭着咱们的道义之交 总不会就真拿您的钱吧 王生本来就忠厚 相信了他的话 金某出去 把互相变换的办法告诉了童某 这才当着众人的面 打开王生的钱袋 把银子如树 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童某便转向 许章两人 讨了钱 去了 金某于是抱着铺盖来 和王生连枕睡一头 他的被褥都很精美 王生也招呼仆人 睡到床上 个人都安然就诊 不再说话 过了很长时间 金某故意转侧身体 把臀部靠近仆人 仆人一身躲避 金某又靠近他 当触及金某滑腻如枝的臀部时 仆人心动便和他亲热起来 而金某更加殷勤周到 被子响动的声音 王生都听到了 虽然很惊奇 但始终也没有怀疑 有别的事 天刚拂晓 金某就起床 催促一同早走 并且说 看您的驴体弱疲惫的样子 昨夜寄存的银子 等到前面再交给您吧 王生还没有说话 金某一把行李装好 登上了大骡子 王生不得已 只好跟着他上路 骡子走得很快 渐渐地走远了 王生以为 金某一定会到前面等着他 最初也没在意 就以夜里听到的动静 问仆人是怎么回事 仆人如实告诉了他 王生这才大惊说 今天被孽秧的骗了 哪有官宦家的名士 而自荐给羊马仆人的 又转念一想 金的言辞风雅 不是孽秧之人 所能办到的 脊椎了几十里路 一点踪迹也没寻到 直到这时 王生才明白 张 许 铜都是铜火 一局不行 又换一局 务必使自己进入圈套 夜里逼迫交换偿债 已经埋伏了一个 企图抵赖的机会 假如天明 驮银子先走得计谋不行 也必定会借口偿还赌债 硬是抢夺而去 为了几十两银子 曲折跟随几百里 恐怕仆人揭发这个阴谋 而又以身和他交欢 他们的手段 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过了几年 又出了一件无声的事情 资串县有个姓吴的书生 子安人 三十岁死了妻子 一人独睡空房 有个秀才常来和他交谈 于是认作知己 非常高兴 秀才的小仆人 名叫鬼头 和吴生的同仆鲍尔 也很要好 时间长了 才知道鬼头是个狐 吴生出远门 总要带他一起去 同在一间屋子里 别人却看不见他 吴生有次客居京城 将要回家的时候 听说王生遭了孽殃的祸害 因此告诫童仆要警惕防备 狐仆笑着说 没有必要 此行并无不利的事情 到了卓州 见有个人纪马坐在烟殿里 穿着很高贵的球皮服装 这人看见吴生过去了 也起身跳上马跟随在后面 渐渐地和吴生说上了话 他自己说 我是山东人 姓黄 在户部任提堂 今天要东归 很高兴咱们同路 不至于孤单寂寞 于是 吴生住下 他也住下 每次都一起吃饭 并且总是替吴生 偿还饭钱 吴生表面上感谢 背地里却怀疑他 偷偷地以此问狐仆 狐仆只是说 不妨 吴生的疑心便消除了 到了晚上 一同找到旅店 见有位美少年先坐在里面 黄某进去 和少年拱手行李 高兴地问他 什么时候离开京城的 少年回答说 昨天 黄某便拉他住在一起 对吴生说 这是使郎 我的钟表弟 也是文人 可以陪您谈论诗文 夜里闲谈肯定不会冷落 酒取出银子 置办酒窑一起唱饮 施某风雅含蓄 谈吐不凡 和吴生互相都很喜爱 饮酒时 施某总是使眼色 暗示吴生行酒令作弊 惩罚黄某 强迫他用大杯喝酒 然后鼓掌大笑 吴生更加喜欢他 不久 施某和黄某商量要赌博 拉吴生参加 于是个人都拿出 钱袋子里的银子做抵押 胡普嘱咐鲍尔 暗中锁好门扇 并叮嘱吴生说 倘若听到人声喧哗 只管睡觉 不要出声 吴生答应了 吴生每次志投 小赌注就输 大赌注就赢 过了一更多时辰 他计算着 已经赢了二百两银子 而史和黄的钱袋 却都空了 商议着 再拿黄的马做抵押 忽然 听到敲门声非常猛烈 吴生急忙起身 把头子投进火里 蒙上被子 躺下装睡 过了好久 听见主人找不到钥匙 砸锁八栓 有好几个人 气势汹汹地进来 要搜捕赌博的人 史和黄都说没有 其中一人 竟然掀开吴生的被子 指着吴说是赌博人 吴生大声地呵斥他 好几个人 强行检查吴生的形状 眼看无法和他们抗拒的时候 突然听到门外有大官出行 名罗开道的吆喝声 吴生急忙跑出去呼喊 众人这才害怕 硬把吴生拉回来 只求他不要作声 吴生于是从容地包裹好行装 交付给店主人 听到官府的仪仗走远了 众人这才出门离去 黄和史都做出很惊喜的样子 随后相继找地方休息 黄某让史某和吴生睡一个床铺 吴生把城前的袋子放在枕头下 这才打开被子躺下 不多时 史某掀开吴生的被子 裸体投入吴生的怀里 小声说 我爱慕兄长的磊落 愿意和您交好 吴生心里知道他的诡计 但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于是互相威抱在一起 史某殷勤地和吴生周旋 然而却受不了吴生的折磨 便身淫哀求饶恕 吴生毫不留情 直到史某的下体鲜血崩流 才放他离去 到了天明 史某疲惫不能起床 借口说突然病了 只是请吴生和黄某先上路 吴生临走时 送给史某银子 做医药调养费用 路上和胡仆说起来 才知道夜里的官府仪仗 都是胡仆假装的 黄某在途中更加讨好吴生 傍晚又同住一屋 这小屋很狭窄 仅能容下一张床 非常暖和洁净 而吴生却嫌床太小 黄某说 这床睡两人是稍微窄点 您自己睡就宽松多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 吃过饭后 他就走了 吴生也很希望独睡 这样可以与胡友在一起 坐了很久 胡仆没有来 忽然听见 墙壁上的小门外 有用手指弹敲的声音 吴生拨开门栓探望 一个装扮艳丽的女子 急速进来 自己把门栓上 向吴生露出笑容 美得如同仙女一般 吴生高兴地询问她的来历 原来是店主人的儿媳 于是 于是 和她亲热起来 非常喜爱她 女子忽然流下泪来 吴生经问她悲伤的原因 女子说 不敢隐瞒 我实际上是主人派来引诱您的 原先让我引诱别人的时候 我一进门 就会被主人关门逮住 不知今晚为啥这样久了 还没来到 随后又乌页着说 我是两家女子 并不甘心这样做 现在我已倾心爱慕您 请求您能搭救我 吴生听说非常惊恐 别无办法 只有让她赶快离去 女子只是低头哭泣 忽然听到 黄某和店主砸门吵闹 声如鼎沸 只听黄某说 我一路上敬奉着 说您是正人君子 怎么竟然引诱我的弟媳 吴生害了怕 逼着女子离去 这时听到墙壁上的小门外 也有撞击声 吴生心慌意乱 汗流如雨 女子也浮身哭泣 又听见有人劝止店主 店主不听 推门越击 只听劝解的人说 请问主人的意思 想要怎么办 如果想杀人吗 有我们旅客庶人 必定不会做事逞凶 如果他们两个人中 有一个逃走的 让他抵罪时怎么说 如果想对峙公堂 家庭淫乱之事 只能自己丢人 况且是你们自己 宿在旅客房间的 明明是陷害诈骗 怎能保证女子不说实话 主人瞠目结舌 答不上来 吴生听见这些话 暗暗地感激佩服 然而却不知道 说话的人是谁 起初 店门将要关闭的时候 就有一个秀才和仆人 来到外房住宿 他们携带着好酒 邀请同屋的人供饮 对黄某和店主劝酒 尤其引擎 黄某与店主人两人 告辞想起身 秀才牵着他们的衣襟 苦苦挽留不让去 后来 他俩抽个空子 偷偷溜了出来 拿着棍棒 奔向吴生的住房 秀才听到喧闹声 这才过来劝解 吴生浮在窗户上一看 原来是狐狐鬼头 心里暗息 又见店主的气焰 被压去了许多 于是说大话来恐吓他 便对女子说 你为什么默不作声 女子哭着说 我恨自己不如人 被人逼迫 干这种下贱的事情 店主听说面如死灰 秀才赤骂道 你们的禽兽行为 也已经彻底败露了 这是我们所有旅客 都愤恨的 黄某和店主 都放下刀棍 跪在地上请罪 吴生也开门出来 顿族大声怒骂 秀才又劝说吴生 双方这才和解 女子哭哭啼啼 宁死不归 后院里跑出几个老妇人 和丫头来 抓着女子往里拖 女子趴在地上 哭得更加哀痛 秀才劝说店主 把他中价卖给吴生 店主低着头说 我这是当老娘三十年 今日竟包反了孩子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就依了秀才说的话 吴生硬是不肯出大家钱 秀才为双方调和 商定卖五十两银子 人钱两相交付后 晨中一响 于是大家都急忙整理行装 载着女子上路 女子从未骑过马 在马上非常的疲惫 中午时分稍微休息了一下 将要走的时候 喊同仆鲍尔 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太阳已经偏西了 还没见到踪影 吴生感到很奇怪 就问胡普 胡普说 不用担忧 他会自己回来的 星星月亮出来时 鲍尔才到 吴生问他干什么去了 鲍尔笑着说 公子拿五十两银子 肥了奸诈小人 我心里很不平 刚才和鬼头商定计谋 返回去索要回来了 于是 把银子放到了桌子上 吴生经问其中的缘故 原来鬼头知道 女子只有一个哥哥 出了远门十几年没有回来 于是 变成了他哥哥的形状 让鲍尔冒充弟弟 进店里向店主人要人 店主害怕 假说女子已经病死 他们二人要去告关 店主更加害怕 使用银子贿赂他们 逐渐增加到四十两 他们二人才走 鲍尔一五一十地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吴生立即把银子送给了他 吴生回到家中 和女子的感情非常好 家里也更加富有 细问女子 才知道 先前的美少年石某 就是她的丈夫 原来石某就是金某 他穿的一件胡筹披肩 说是从山东的一个姓王的人那里得来的 他们的党羽很多 那个店主人也都是他们的同伙 怎会料到 吴生所遇到的正是王子旭连天叫苦的那些人 这不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吗 古人说 奇者善惰 真是可信啊 泥书生 资川罗存有个叫陈黛的人 从小就愚笨丑陋 娶了个妻子某事 却很美貌 他因为自己的丈夫不如人 郁郁寡欢 很不如愿 但是他能保持真操清白 婆媳之间也相安无事 一天晚上 他独自一人睡在屋里 忽然听到风把门吹开了 一个书生进来 脱了衣帽和他同床而握 妇人害怕 苦苦用力抗拒 然而浑身顿时瘫软 拼任书生轻薄而去 此后书生每晚上都来 过了一个多月 妇人面容憔悴 身体困乏 婆母感到奇怪 就问她 妇人起初羞惨不想说 再三追问 才把实情说了出来 婆母害怕地说 这是个妖怪 便想方法禁止 最终也没能杜绝 于是婆母就让陈黛 藏在屋里 手持木棒等候着 到了半夜 书生果然又来了 把帽子放在桌上 又脱下袍服 搭到衣架上 才要登床时 忽然大惊道 哎呀 又生人气 急忙再去披衣 陈黛从暗中突然跳出来 挥棒打中书生的腰泪 只听到哒的一声 再次下一看 书生已然没了踪影 拿把柴草点火一照 看见有一片泥衣掉在地上 桌子上的泥帽子 仍然放在那里 土地夫人 资川吊桥村 有个叫王炳的人 出村时 看见土地庙中 出来一个美女 顾盼王炳情义殷切 王炳用猥亵的语言调戏她 她却很乐意接受 两人想亲热一番 没有合适的地方 就约好夜里相会 王炳于是把自己 居住的地方告诉了她 到了夜里 美女果然来到 两人欢爱异常 王炳问她的姓名 美女不肯说 从此往来不绝 有时王炳和妻子同床 美女也必定来找她作乐 而王妻竟然感觉不到 王炳惊奇地问美女 美女说 我是土地的夫人 王炳非常害怕 屡次想拒绝和她往来 但是任何办法都不能阻挡 就这样过了半年 王炳的身体病乏得不能起床了 美女来得更加频繁 家里的人都能看见她 没有多久 王炳真的死了 美女还每天来一次 王七赤马她说 你这淫鬼毫不害羞 人都已经死了 还来干什么 美女于是离去 再也没来过 土地也随小 也是神 岂有让妻子私奔的 就是糊涂也不至如此 不知是什么淫婚东西 竟是千古之后 说这个村里有个肮脏下贱 不严谨的神 真是冤屈啊 寒月浮渠 济南有一个道士 不知他是什么人 也不知他姓甚名谁 无论冬夏 总是穿件夹衣 腰上几条黄带子 此外再不穿别的衣服 常用一把半截梳子梳头 梳完 把头发挽成个发际 用梳子别起来 像戴着个帽子一样 道士天天赤着脚在世上游逛 夜里就睡在街头 身体周围几尺以外的冰雪 都融化得干干净净 道士刚来济南的时候 常给人表演魔术 街上的人都争着送他食物 有个市井无赖 送给他一些酒 想跟他学魔术 道士不肯 依次 无赖正好碰上道士在河里洗澡 便突然抱走了他的衣服 依次要挟他 道士向他作衣说 请你还给我衣服 我一定不吝惜自己的这点小法术 无赖怕他骗自己 抱着衣服不肯放下 道士说 你真不还我吗 无赖说 不还 道士默默地不再说话 一会儿 忽然见那条黄带子 变成了一条大蛇 有几把粗 绕着无赖的身子 缠了六七圈 又昂起头 嘴里吐着红杏子 怒目瞪着无赖 无赖 无赖大吃一惊 急忙跪倒在地 脸也吓轻了 气也喘不过来了 嘴里连汗饶命 道士一把抓过那条黄带子 竟然不是蛇 另有一条蛇 弯弯严严地爬进城里去了 从此以后 道士更加出名 那些官身家 听说了他的奇异本领 都把他请了去 与他交往 从此 道士不断出入于富贵人家 连私道的长官 都听说了他的名气 每次宴会 也总是把他请了去 一天 道士声称 要在大明湖水面亭设宴 回请各位长官 到了那天 每一个被请的客人 都在自己的桌上 得到一份请帖 但谁也不知道 请帖是怎么送进来的 客人们如约赶到设宴的地方 道士拱着腰 恭恭敬敬地出来迎接 走进亭子一看 什么都没有 静悄悄的 连桌椅都没设 大家怀疑道士在说谎骗人 道士对几个官员说 贫道没有仆人 想借借你们的随从来帮帮忙 官员们都答应了 道士便去一面墙壁上 画了两扇门 然后用手敲敲 墙里面竟然传出了答应声 接着是开锁声 哗啦一声 门场开了 大家一起往里瞧去 间里面隐隐戳戳的 有好多人正在来回奔忙 屏风丈慢 床踏桌椅一应俱全 有些人不断地把这些东西递出来 道士命官员们的随从 接过来排列在瓶子里 还嘱咐他们不要和里边的人讲话 双方传递东西时 只是互相打量着笑笑 不一会儿瓶子里便摆满了 用具都极为华丽 接着又从门里边递出 散发着阵阵香味的美酒 和热气腾腾的佳肴 客人们见了 无不惊骇诧异 水面亭本是背靠湖水的 每当盛下六月时 几时请湖面盛开荷华 一望无际 道士开宴时 正值隆东 从窗户里往外望去 绿色的湖水一片茫茫 只有轻波在荡漾而已 一个客人偶然叹息着说 今天的盛会 只可惜没有莲花点缀 大家都有同感 过了会儿 一个穿轻衣的仆人奔跑进来说 荷叶长满池塘了 满座人吃惊 推开窗子望外一望 果然满眼都是绿葱葱的荷叶 中间夹杂着数不清的荷花包 转瞬间 千万的我荷花意气怒放 严寒的北风吹来 送来了庆人肺腹的荷香 大家都大感敬意 便派了一个仆人 荡着小船去采些帘子来 远远看见仆人 进了荷花深处 过了不久 仆人返回来 空着两手回话 官员问他怎么没采到 仆人说 小人驾着船去 见荷花总是在前面隔得很远 一直滑到北岸 又见荷花远远地开在湖的南面 道士笑着说 这不过都是梦幻中的空花罢了 不久 酒宴结束 荷花也凋谢了 一阵北风吹来 将一片残河败叶 全都吹倒在水中 再也看不见了 客人中有个悸动观察 很喜欢道士的法术 将他请到官牙中 天天玩乐 一天 这位观察与客人一起喝酒 他家有种家产好酒 每次请客 最多一斗 不肯让客人多喝 这天 客人喝了酒后 觉得味道很美 喝完一斗 还要再喝 观察执意不许 说酒快没有了 道士便笑着对客人说 你一定要过足酒瘾 跟我要好了 客人请他拿酒 道士取过酒壶 塞进绣筒里 一会儿拿出来一看 满满一壶 给在座的兜针上 壶里的酒 与观察家的酒 味道没什么两样 于是 大家静欢而散 观察起了疑心 客人走后 忙去看看自家的酒坛子 建坛口上依旧封得很严实 抱起来一摇 空空的一点酒也没有了 观察既羞愧又愤怒 把道士抓了起来 说他是妖怪 命人用棍子痛打 棍子刚打到道士身上 观察便觉得 屁股一阵剧痛 再打 屁股上的肉 像要裂开一样 道士装模作样的 在台阶下 声嘶力竭的喊 观察屁股上的血 却一让红了座椅 观察只得命令 不要再打了 将道士赶了出去 从此 道士离开了济南 不知去到哪里 后来 有人在金陵遇上他 还和在济南时 一个打扮 问他话 他笑而不语 酒狂 妙永定 是江西的拔贡生 平素爱酗酒 亲戚朋友都吓得躲避他 妙生偶尔有事 到足书家里 因为他为人滑稽 爱开玩笑 足书家的客人 便和他谈起来 很喜欢他 于是 大家一起畅饮 妙生喝醉了 十九姓入骂同席的人 得罪了客人 客人生气 整个酒席大乱 足书出面 左右劝解 妙生说 偏袒了客人 又更对足书 发起怒来 足书没有办法 只好跑去告诉他家 家里来人 把妙生 扶回家中 才放到床上 他的四肢全都凉了 摸了摸 竟然气绝了 妙生死后 有个戴黑帽子的人 把他拘捕了去 一会儿来到一处官府 房顶都是浅青色的琉璃袜 人世间 没见有这样壮丽的 到了高台下 好像是要等候见官 妙生自想 没犯什么罪 一定是因为客人 告发了酒后斗殴的事 回头看黑帽人 他怒瞪着两眼 像牛一样 又不敢问 然而自己认为 自己身为共生 和人发生争吵 或许犯不了大罪 忽然 大堂上一个官吏宣布说 让打官司的人 明日早来等候 于是 堂下的人 纷纷痒痒 像鸟兽散去 妙生 也随着黑帽人 走了出来 又没有地方去 只好缩着头 站在一家店铺的屋檐下 黑帽人生气地说 你这酒狂无赖子 天快黑了 个人都去找地方吃饭睡觉 你到哪里去 妙生战战兢兢地说 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并没告诉家里的人 所以没有一文钱 难道还有地方去吗 黑帽人说 你这酒狂无赖 若是买酒自己吃 就有钱了 要再胡说 我用老拳砸碎你这狂骨头 妙生低下头 不敢再作声 忽然 有一个人从门内闪出来 看见妙生 惊奇地说 你怎么来了 妙生一看 原来是她的母舅 母舅贾某 早已死了好几年了 妙生见了她 才恍然大悟 自己已经死了 心里更加悲痛害怕 向贾某哭着说 阿九救我 贾某回头对黑帽人说 东陵不是外人 请来寒舍说话 几人于是进门 贾某又给黑帽人作衣 并且叮嘱他要多加关照 不多时 摆上韭菜 为坐着喝起来 贾某问 我的外甥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麻烦您去勾他的魂来 黑帽人说 大王要去和太上老君会面 遇到您的外甥在狂骂 叫我把他抓来了 贾某问他 见到大王没有 他回答说 因为太上老君正好遇上花子案 大王还没回来 贾某又问 我的外甥会判什么罪 黑帽人回答说 还很难知道 不过大王很生这类人的气 喵声在旁 听见两人说的话 下的汗水流了下来 连酒杯筷子都举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 黑帽人站起来 感谢贾某说 吃这么丰盛的酒宴 我已经醉了 就把令生先交付给您 等大王回来了 再容我来拜访 说完就走了 贾某对 贾某对妙声说 外甥别无兄弟 父母对你爱如掌上明珠 责备一次都不忍心 你十六七岁的时候 每喝上三杯 就嘟嘟囔囔的找人家的毛病 小不合心意 就砸门漫骂 那时还可以说 你年纪小 不想分别十几年了 你一点也不长进 如今怎么办 妙声浮在地上哭着 只是说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贾某拉起他来说 我在这里开酒店 很有点小名望 一定为你竭尽全力 刚才那个黑帽子 是东陵使者 我常请他喝酒 和我很要好 大王每天的事情 多以万计 也未必就能记着你 我婉转地 和东陵使者说说 要求他 看在个人的交情上 放你回去 也许能够答应 立刻又转念说 这个责任很重 没有十万钱不能办成 妙声感谢不已 表示由自己来承担费用 贾某答应了他 妙声也就在舅舅家里 住下了 第二天 黑帽人早早来查看 贾某请他密伤 谈了一会儿 来对妙声说 谈妥了 等一会儿他就再回来 我先拿出所有的钱 用来压契约 其余不够的钱 等你回去 再慢慢凑足送给他 妙声高兴地问 一共需要多少 贾某答 十万 妙声说 我哪里弄这些钱 贾某说 只需要金币纸钱一百卦 就够了 妙声高兴地说 这太容易办了 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 黑帽人还没来到 妙声想去街市上 稍微走走看看 贾某叮嘱他 不要走远了 妙声答应着出了门 看到街市上的商贩贸易 如同人世间一样 到了一处地方 简高高的围墙上 安装着集次 像是一座监狱 对门有个酒馆 很多人纷纷往来进出 酒馆外是一条长溪 黑水涌动 深不见底 正要站住窥探 就听到酒馆里有人招呼道 妙君怎么来了 妙声急忙看去 原来是邻村的翁生 是他十年前的旧文友 翁生走出来 与妙声握手 高兴得像生前那样 就约到里面喝起酒来 谈起了两人分手后的情况 妙声庆幸将要复生 又遇到了旧友 便开怀痛饮 他喝得酩酊大醉 顿时忘记自己已死 旧态复发 渐渐地叙道 挑剔起翁生的毛病来 翁生说 几年不见 你怎么还像以前的老样子 妙声向来讨厌 别人说他酒后的毛病 听到翁生的话 更加愤怒 便砸桌子跳马 翁生斜了他一眼 拂袖而去 妙声追到长溪的边上 伸手去抓翁生的帽子 翁生生气地说 这真是个不讲理的人 便把妙声 便把妙声推落到溪水中 溪水并不太深 然而水中尖锐的刀子多如马杆 穿透了妙声的斜下和小腿 固定住不能动 痛入骨髓 黑水中 半砸着粪便等脏东西 随着呼吸灌入咽喉 更受不了 岸上笑着围观的人向堵墙 并没有一个人伸手救他 正在危急的时候 贾某忽然来到 看见妙声大为吃惊 便把他扯出来 拖回家去 说 你没有志了 死了还不觉悟 不配再做人 请你仍旧跟着东陵使者 去受抚刑吧 妙声异常恐惧 哭着说 我知罪了 贾某这才说 刚才东陵使者来过 等候你来立契约 可是你却在外面 纵也游荡不归 他很忙不能再等 我已经立了契约 付了一千钱让他走了 其余的钱 以寻墨为期限 你回去以后 应当赶快想办法筹办 夜里到村外旷野 叫着我的名字烧了他 许下的这个愿 就可以了结了 妙声全都答应了他 贾某于是催促妙声上路 送他到郊外 又叮嘱说 务必不要背弃诺言连累我 这才指示路途 让他回家 当时 妙声已经僵握了三天 家里人都说他醉死了 然而 鼻子里的气息还隐隐约约的 像悬丝一样 妙声这一天苏醒后 大吐一场 吐出黑枝好几斗 臭不可闻 吐完 汗水湿透了褥子 身体才觉得清爽 他把这些奇异的事情 告诉了家里人 立即觉得 刺伤的地方疼痛肿胀 隔了一夜 成了窗 还幸好 没大溃烂 到第十天上 渐渐能够 煮着棍子行走了 家里人都求他 偿还阴间的欠债 妙声计算了一下 所用的钱 没有几两银子 不能办成 心里很练习 说道 过去也许是 罪梦中的幻境罢了 就算是真的 东陵使者因为是私自放我 怎么敢再让冥王知道 家里人劝他 他也不听 然而 妙声心里很警惕 不敢再纵隐 邻里相当都喜欢他的进步 便稍稍地和他在一起同隐 过了一年多 妙声把阴间的报应 渐渐忘记了 胆子慢慢大起来 旧态也渐渐萌发 一天 妙声在同姓晚辈家里饮酒 又骂同席的主人 主人把他赶出门外 关上大门静止回去 妙声吵骂多时 他的儿子才知道 来到把他扶持回家 妙声进屋 脸朝墙壁跪在地下 自己叩头无计其数 说 这就还您的债 这就还您的债 说完便倒在地上 看了看他 已经气绝了 赵城虎 赵城县有一位老妇人 七十多岁了 只有一个儿子 一天 他儿子进山 被老虎吃了 老妇人痛不欲生 哭叫着到县衙门告状 县官笑着说 老虎能用官法去制裁他吗 老妇人更加哭闹不止 县官呵斥他 他也不害怕 县官可怜他岁数大了 不忍心惩罚他 就答应为他捉虎 老妇人趴在地上不走 一定要等县官发出捉虎公文 才肯回去 县官实在没有办法 就问堂上的牙役 谁能去捉虎 一个叫李能的牙役 喝得醉醺醺的走到县官面前 自告愤勇说 我呢 李能拿着勾碟下去 老妇人才回去了 李能醒过酒后很后悔 又一想 这可能是县官应付老妇人的骗局 以解脱他的纠缠 所以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便拿着勾碟去交差 县官发怒地说 你说能办到 怎能容许反悔 李能很为难 便请求县官召集猎虎 进山捉虎 县官答应了 李能召集了所有的猎人 日夜埋伏在山谷中 希望能捕捉到一只老虎 搪塞过去 过了一月多 一只老虎也没捉到 李能为这事挨了几百板子 冤苦无处申诉 就到城东庙里跪下祈祷 失声痛哭 一会儿 一只老虎从外面进来 李能惊慌失措 害怕被老虎吃掉 老虎进来 哪里也不看 只是蹲立在门当中 李能向老虎拜诸说 如果害了老妇人儿子的就是你 你就趴下 让我捆起来 接着就拿出绳索 捆住老虎的脖子 老虎扶手贴耳 让他绑了 李能牵着老虎来到衙门 县官问老虎说 老妇人的儿子是你吃了 老虎点点头 县官说 杀人偿命 是自古以来的定律 况且老妇人只有这一个儿子 你杀了他 老妇人风竹残年 依靠什么生活 如果你能给他当儿子 我就赦免你 老虎又点点头 县官于是让牙医给老虎松了绑 放他走了 老妇人埋怨县官 不杀了老虎为他儿子偿命 第二天早晨 打开门 他看见一条死路 老妇人卖了鹿皮鹿肉 用来度日 从此老虎经常送东西来 有时闲着金钱或布匹 扔到院子里 老妇人从此富裕起来 生活比他儿子在世时还好 心中不禁暗暗感激老虎 老虎来了 时常趴在屋檐下 一整天不走 人处相安 几年后 老妇人死了 老虎来到房中大声吼叫 老妇人平素的积蓄 足够置办丧事的 家族中的人一块来 把老妇人埋葬了 刚把坟墓修好 老虎突然跑来 送葬的宾客都吓跑了 老虎一直跑到坟前 像打雷一般嚎叫了一会儿 才走了 村里的人在东郊立了一块 异虎词 至今仍在 杨武侯 杨武侯薛璐 是郊东薛家导人 他的父亲薛公非常贫穷 为本乡官宦人家放牛 这家有块荒地 薛公在那里放牛时 常见蛇和兔子在草丛中相斗 以为是块不同寻常的风水宝地 于是向主人请求要来做墓地 并盖了两间茅草房居住着 后几年 薛公的妻子临产 当时大雨突降 恰巧有两个指挥使奉命急查海陆 经过这里就到薛家屋里避雨 看见房顶上乌鸦喜鹊成群地聚集在上面 睁着用翅膀覆盖漏雨的地方 觉得很奇怪 一会儿薛公从里屋出来 指挥问道 刚才你在干什么 薛公便把妻子生孩子的事告诉了他们 又问生了个什么孩子 薛公答道 是个男孩 指挥更加惊愕 说 这个孩子日后必定非常显贵 不然的话 怎么会得到我们两位指挥 来护手门户呢 两人赞叹着走了 男孩渐渐长大了 起了个名字叫薛侯 但是挺脏的脸上垂着鼻涕 显得一点也不聪明 岛上的薛姓家族本来隶属军级 这一年 应该薛公家出一口人 去束手疗养 薛公的长子 很为这事发愁 当时薛侯十八岁 人们都认为他太憨齿 没有给他提亲的 他忽然对兄长说 大哥嘀嘀咕咕的 该不是因为仇咱家没人能去当兵吧 兄长说 是啊 薛侯笑着说 倘若你肯把丫鬟给我做妻子 我就去服役 兄长很高兴 就把丫鬟许配给他 薛侯立即携带妻室 赶赶赴 赶赴辽养 才走了几十里 天忽然下起了暴雨 路边上有一处高耸的石崖 夫妻二人就跑过去 躲避到下面 过了一会儿 雨停了 他们才再上路 刚刚走了几步 牙齿就崩塌了 附近村里的人 远远地看见 有两只老虎从石崖下跃出 逼近衣服到他二人身上 就不见了 薛侯从此便勇猛超人 风采立刻一语往常 后来 他因为军功显赫 被朝廷封为杨母侯 世袭爵位 到了天启崇祯年间 世袭杨母侯爵位的薛家某公死了 没有儿子 只有一父 于是赞由庞芝来代替 当时 凡是世袭爵位的人 娶得妻妾 只要有了身孕 就得报告给朝廷知道 官府便派遣一个老年的妇女 守伴着他 直到生下孩子才算完事 过了一年 这位薛夫人生了个女孩 但是产后腹部还有震动 总共过了十五年 更换了几个半手的老妇人 又生了个男孩 本来应该敌之刺风侯爵 但是旁之都吵闹反对 认为这孩子不是薛家的血统 官府收容了原来那些半手的老妇人 用了各种办法进行拷问 他们全都承认 孩子真是薛家的后代无疑 这才决定把爵尾赐给了他 这才决定把爵尾赐给了他